帝国的惆怅 义中天著 明月何曾赵沟渠 读史记 汉书之朝措传 朝措之死 朝措是穿着上朝的衣服 朝衣被杀死在刑场的 朝措的这种死法 常常使读书不细的人 误以为他死得很体面 这是要怪司马迁 司马迁在为朝措作传时 用了春秋笔法 赏令朝措一朝一展东士 似乎是皇帝给朝措留面子 让他穿着朝服去死 享受了特殊待遇 班固就没有司马迁那么厚道 不客气地接老底说 待在杭氏 其实司马迁也说了这话 只不过是在吴王留弊列传 待 就是狂骗 朝措是被骗到刑场的 奉旨前去执行命令的首都卫戍司令 兼公安部长 中尉 陈家大约并没有告诉朝措朝廷要杀他 朝措也以为是叫他去开会 兴冲冲地穿了朝服就上车 结果稀里糊涂被拉到东市 腰斩了 连遗嘱也没来得及留 我们不知道 刑前有没有人向他宣读判决书 但可以肯定 朝措之死没有经过审判 也没有给他辩护的机会 这实在可以说是草菅人命 而这个被草菅了的朝措 也不是什么小人物 他是西汉初年景帝朝的大臣 官居玉使大夫 玉使大夫是个什么官呢 用现在的话说 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 所以朝措的地位是很高的 一个高官不经审判 甚至在身着朝服时就被处死 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事情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程度 二是对手痛恨此人 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现在看来 朝措的死 两种情况都存在 先说事情的紧迫 朝措被杀的直接原因是 削藩 朝措是一有机会 就要向汉景帝鼓吹削藩的 而且正是因为他的极力主张 和一再鼓吹 景帝才最终下了削藩的决心 什么是削藩呢 简单来说 就是削减藩国的侠地 所谓藩国 就是西汉初年分封的一些王国 这些王国的国王 不是皇帝的兄弟 就是皇帝的子侄 是大汉王朝的既得利益者 薛藩 无疑是要剥夺他们的权利 侵犯他们的利益 这些凤子龙孙 岂能心甘情愿束手就擒 所以 薛藩令一下 最强大的两个王国 吴国和楚国就跳了起来 吴王刘弼 和楚王刘物 联合赵王刘穗 娇西王刘阳 济南王刘辟光 姿川王刘贤 焦东王刘雄渠 以起兵造反 组成七国联军 浩浩荡荡杀向京师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 也叫 吴楚之乱 七国兴乱 朝野震惊 舆论哗然 景帝君臣 一面调兵前将 一面商量对策 这时 一个名叫 袁昂的人 就给景帝出了个主意 袁昂说 吴楚两国 其实是没有能力造反的 他们财大气粗不假 人多势众也不假 但他们高价收买的 不过是一些建立妄议的亡命之徒 哪里承得了气候 之所以贸然造反 只因为朝措 怂恿陛下薛藩 因此 只要杀了朝措 退还薛去的领帝 兵不血刃 就能平定叛乱 袁昂是做过吴国丞相的 说话的分量就比较重一点 何况这时景帝 大约也方寸一乱 听了袁昂的建议 就起了丢足宝居的心思 不能说袁昂的主意没有道理 因为吴楚叛乱 确实是以请诸朝措 以清军策为借口的 打出的旗号 则是存亡计决 朕若伐暴 以安流逝 什么叫清军策呢 就是说皇帝身边有小人 要清理掉 这个小人 具体来说 就是朝措 那好 你们不就是要清军策吗 如果朝措已诸 军策已清 你们还反什么反呢 事实证明 袁昂的这个主意并不灵 朝措被杀以后 七国并未退兵 作为汉史的袁昂 反倒被吴王扣了起来 袁昂给汉景帝出了朱砂朝措的主意后 被任命为太常 主管宗庙礼仪和教育的部长 出使吴国 袁昂满心以为 吴王的目的既已达到 应该建好就收 谁知道这家伙的胃口 已经被吊起来了 根本不把袁昂和朝廷放在眼里 不但连面都不见 还丢下一句话 要么投降 要么去死 这下子 袁昂可就哑巴吃黄莲了 虽然后来 他总算从无影中逃了出来 却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 挑拨离间 公报私仇 谗言误国 冤杀功臣 实际上当时 就有人为朝措明冤教区 对袁昂不以为然 朝措被杀以后 有一个名叫邓公的人 从前方回京 向汉景帝汇报军情 邓公的官职是业者仆设 宫廷卫队长郎中令的蜀官 级别比谦淡 此刻被任命为校尉 比将军第一级的武官 将兵评判 汉景帝问邓公 朝措已经杀了 吴国和楚国应该退兵了吧 邓公却回答说 怎么会退 吴王图谋造反 准备了几十年 所谓诸朝措 清军策 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其一非在措掩 他们的意图 并非诛杀朝措 所以 吴国和楚国 是不会退兵的 天下人的嘴巴 却恐怕会闭起来 不敢再说话了 恐天下之势进口 不敢复言 景帝问他为什么 邓公说 朝措 为什么要主张削藩 是因为担心诸侯过于强盛 伟大不掉 威胁中央政权 这才提出要削减藩国侠地 以提高京师地位 这是我们汉家设计的千秋大业 和万世之力啊 可是 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实行 自己却被冤杀于东室 这不是 内度忠臣之口 外为诸侯报仇 做了令亲者痛 仇者快的事吗 臣妾为陛下不取言 景帝听了以后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漠然良久 才叹了一口气说 你说得对 朕也是追悔莫及呀 其实 把错杀朝措的责任 都算到袁昂身上 也是冤枉的 也为袁昂当时的身份 只不过一个被罢了官的庶人 他向景帝提出的 也只不过一项 个人建议 然而 处决朝措 却是正式打了报告的 打报告的是一批朝中大臣 包括丞相陶清 中尉陈家 庭尉张欧 当时的制度 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 是三公九卿 三公就是丞相 太尉和御史大夫 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 相当于总理或行政院院长 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 相当于三军总司令 御史大夫是副丞相 兼最高监察长官 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 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 合起来就是宰相 所以宰相是三个 不是一个 部长则有九个 较九卿 陈家担任的中尉 张欧担任的庭尉 都是卿 卫 是五官 那时军警不分 卫可能是军官 也可能是警官 还可能是军官兼警官 职责取决于卫 前面的那个字 比方说 太 是最高的意思 太尉就是 全国最高军事长官 中 是宫廷的意思 也代表京师 和外地的外乡对应 中尉的职责 是负责京城的治安 所以中尉就是 首都卫数司令兼公安部长 庭 庭 则是朝庭的意思 庭尉的职责是掌管刑律 所以庭尉就是司法部长 兼最高法院院长 一个政府总理 一个公安部长 一个司法部长 三个人联名弹劾朝座 分量是很重的 拟定的罪名也很严重 是王臣子李 大逆无道 申请的处分 则是错当腰斩 父母妻子同产 吴少长皆弃势 也就是梅芬家的亲人 无论老幼 统统砍头 弃势 是景帝时 确定的一种死刑 意味行人于事 语重弃之 对这个弹劾 看景帝的批示是同意 至约可 而且派中尉陈家 把朝措找到 立即执行 连招呼都没打一个 所以 朝措不但死得很冤 死得很惨 还死得很窝囊 不过 正如请诸朝措 以清军策 只是无处起兵的借口 王臣子李 大逆无道 也不是朝措被杀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薛藩 所以 要知道朝措该不该死 就得先弄清楚薛藩是怎么回事 薛藩其事 我们知道 秦汉 是中国国家制度 发生重大变化的 重要转折时机 秦始皇兼并六国 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也为他彻底颠覆了旧制度 建立了一种新制度 这个旧制度 就是邦国制 历史上叫封建制 也就是把天下分封给诸侯 建立各自为政的邦国 这个新制度 就是帝国制 历史上叫俊宪制 也就是把原来的许多国家 变成一个国家 把原来各自为政的邦国 变成中央统一管理的俊宪 这也是秦汉以后 辛亥革命以前 一直实行着的制度 我在好制度 坏制度一文中有介绍 不过 刚开始的时候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俊宪制 很多人主张继续实行封建制 还把秦王朝 二世而亡的原因 归结为 没有封建 分封诸侯 迫于无奈 刘邦在建国初期 只好实行一个王朝 两种制度的方针 京畿地区 实行郡县制 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 外围地区 实行封建制 封了许多王国 由王国的国王自行治理 当时的意思 是要让他们充当中央政权的屏障 也就是藩 藩 就是篱笆的意思 藩礼 所以这些国家就叫藩国 这些国家的君主就叫藩王 他们到自己的封地区 则叫知国或归藩 这样一种 郡县与封建并存的制度 就叫 郡国制 不过 刘邦在实行一朝两制时 也留了一手 即只准同姓封王 不准异姓封王 为此 还杀了一匹白马来做盟士 叫白马之盟 后来 吕后破坏这个规矩 封姓吕的作王 就被视为乱政 最后被武力平定 平定朱吕的功臣 就是后来平定七国之乱的将领 太魏周亚夫的父亲周伯 其实同姓封王 也未必靠得住 比如这回带头造反的吴王刘弼 就靠不住 刘弼是刘邦他个刘仲的儿子 古人兄弟排行 叫伯仲书记 刘邦出身平民 家里没有什么文化 就用这伯仲书记来做名字 刘邦叫刘继 其实就是刘晓 他个刘仲 其实就是刘二 刘二是个没有用的 他儿子刘弼却能干 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 那时刘邦正发愁 吴越一代 没有一个得力的王侯去镇守 就封刘弼做吴王 不过刘邦马上就后悔了 因为他觉得刘弼的样子 似乎有反骨 但是君无戏言 覆水难收 疯都疯了 一败受印 改不过来 只好摸着刘弼的背说 五十年以后 东南有人作乱 不会是你吧 天下同性是一家 你可千万别造反 刘弼立马跪在地上 磕头如捣蒜 说直臣哪敢呀 这当然只能作为故事来听 刘弼造反 并不因为他身上有反骨 朝措薛藩也并不因为刘弼有造反 朝措大奖特奖薛藩时 刘弼还没造反 事实上 薛藩不是针对哪一个诸侯的 而是针对郡国制的 按照这种制度 藩王们是有实权的 他们有自己的领土 政府 军队和财政收入 俩然独立王国 如果地盘大 人口多 资源丰富 其实力便很可能超过中央政府 比如刘弼的吴国就是 吴国地处长江中下游 富饶之国 鱼米之乡 吴王监矿得钱 主水得盐 富甲一方 适可敌国 长此一往 势必伟大不掉 成为中央政权的心腹之患 这就要钳制 要打击 要削弱其势力 这就是 削藩先裁剪其领地再说 但是这有风险 因为没有哪个藩王 是愿意被削的 人家盗嘴的肥肉 你生生地夺了去 就连阿猫阿狗都不会愿意 何况凤子龙孙财大气粗的藩王 那不逼得他们狗急跳墙才怪 所以景帝和群臣都很担心 我们削藩 他们会不会造反 朝措却不以为然 朝措说 削之一反 不削一反 削之 其反极 或小 不削之 其反直 或大 也就是说 削藩 他们造反 不削藩 他们也会造反 现在削藩 他们马上就反 但是危害上小 暂不削藩 他们反得迟一些 但是 后患无穷 也为那时 他们一余一丰满 存心造反 你可怎么收拾 所以得先下手为强 可见削藩 是建立在 翻国必反的前提下的 那么 吴王他们果真要反吗 这当然也不是一点依据都没有 比如前面提到的邓公 就说过 吴王违反数十年以的话 吴王自己 也说他 结衣时之用 积金钱 修兵级 聚古时 夜以继日 三十余年矣 但这也只是一说 而且 都是事后说的 事实上 吴王造反 事前并无证据 七国之乱 平定后 政府军在他们那里 也没找到什么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相反 史记汉书都说 吴王必恐削帝无矣 因一次发谋 预举事 或者吴王恐削帝无矣 因遇发谋举事 即都认为吴王的造反 是削帆逼出来的 也可以说是正当防卫 或防卫过当 至于朝措弹劾楚王 和娇西王的那些事 比如楚王在太后丧妻乱搞女人 娇西王卖了官决 也都不能说是 罪大恶极 当然 朝措是御史大夫 副总理兼监察部长 弹劾这些诸侯 是他分内的工作 但如果以此 作为削帆的理由 那就是找茬子了 不过 吴王不反 不等于别人不反 此刻不反 不等于将来不反 刘碧本人不反 不等于他的儿子孙子不反 曹操没有篡位 曹丕不是篡了 朱元璋一死 燕王朱棣不就反了 而且口号也是清君策 当然 曹丕也好 朱棣也好 都是后来的事 我们不能据此反推 刘碧或他的儿子孙子 也是要造反的 但诸侯做大 对于皇权确实是威胁 曹丕和朱棣就是证明 所以 站在帝国的立场 薛藩确实是对的 如果任由诸侯 拥兵自重 造反的事 就迟早会发生 我们不能不佩服朝措的身谋远虑 何况正如黄仁与先生所言 根据当日的观念 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 只要有叛变的能力 也可以算数 贺训和叛 谈中国历史 何况刘碧不但有能力 也有行迹 比如靠着财大气粗 广散钱财 招兵买马 笼络人心 而且专门招募那些亡命之徒 这不是想造反又是什么呢 汉景帝也说 吴王大力发展 筑铜和筑盐产业 吴王集山筑钱 筑海为盐 用这些收入来吸引人才 又天下豪杰 一大把年纪了 还公然造反 白头举誓 如果没有万无一失的准备 会跳出来吗 此即不摆拳 其发户 所以灭吴 也不算冤 其实 就算吴王刘弼是冤枉的 这个冤大头 也只好由他来当 也为削减藩国领地 削弱诸侯势力 最终取消封建制的藩国 将半封建半郡县的郡国制 变成彻底的郡县制 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而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 则是新旧两种制度讨价还价 和政治妥协的结果 是汉代统治集团在建国之初的权宜之计 而且 这种不伦不类的制度 给西汉统治集团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不是异姓王造反 就是同姓王叛乱 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 就说了这个问题 柳宗元说 公元前二百零一年 韩王信返 高祖前往平派 被困七天 这就是困平城 公元前一百九十六年 淮南王英不返 高祖又前往平派 被刘史所中 一命呜呼 这是并刘史 此后 惠帝刘盈 文帝刘衡 景帝刘起 领斥 衰微 不救者三代 相反 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却充分地体现出 它的优越性 秦末天下大乱 然而 有判人 而无判例 有起来判逆的民众 却没有起来判逆的官员 看出天下大乱 然而 有判国 而无判郡 有起来判逆的封国 却没有起来判逆的郡县 中唐天下大乱 然而 有判将 无判州 有起来判逆的将 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周福 历史证明 郡县制 是有利于帝国之常治久安的 既然迟早要削藩 那么长痛不如短痛 既然决心要削藩 那就不能吃柿子 专检软的捏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 吴王都首当其冲 只有把吴楚这两个 最强最大最牛逼的王国压下去 其他诸侯才会就范 所以 朝措的话 削之一反 不削一反 真不如改成反之一削 不反一削 总之是要拿他开刀 没什么冤不冤的 是非功过 现在看来 汉景帝这一刀 是开对了 七国之乱平定后 汉出分封的王国 有的变成了郡县 有的分裂成小国 大都名存是亡 这就为汉武帝的大显身手 创造了条件 汉的国作 也因此延续了三百多年 所以 司马迁把景帝一招 称作安危之机 史家也公认削藩 乃治安之策 从此 封建制和半封建半郡县的 郡国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以后的历代王朝 虽然也分封子弟 但都是只有虚名 没有实权的 唯独西晋是个例外 西晋开国以后 又倒退到西汉初年的 半封建半郡县制 结果是酿成霸王之乱 自取灭亡 这样看 朝措岂非高瞻远瞩 实际上 藩国过于强大 必定威胁中央 对于这一点 许多人都有共识 朝措的死对头袁昂 就对汉文帝说过 诸侯大交必生患 可是萧帝的话 当然 袁昂说这个话 只是针对交恨无礼的 淮南立王刘长 不像朝措那样 把薛藩看作基本国策 但要说当时的朝廷众臣 都是糊涂虫 蜀木寸光 师位素餐 都不如朝措高瞻远瞩 深谋远虑 恐怕也不是事实 然而 朝措却几乎遭到一片反对 甚至世人 节约可杀 这又是为什么 这里 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当时的意识形态 和治国理念所使然 我们知道 秦 是以法家思想 为国家意识形态的 看 在五帝以前 则以道家思想 为国家意识形态 汉景帝的亲娘窦太后 更是一个极其尊崇 道家学说的人 以至于景帝及诸窦 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 所以 汉景帝母子君臣 大约都是黄老门徒 只不过窦太后 是个死硬派 汉景帝的态度 要温和一些 有一次 如生缘故和道家皇生辩论 汉武革命的事 皇生说 帽子再破 也得戴在头上 鞋子再新 也得穿在脚下 商汤是夏节的臣 怎么能戴夏而立 周五是阴咒的臣 又怎么能戴商而立 所以 汉武 不是革命 而是谋反 缘故反问 照你这么说 我们高皇帝 戴秦而立 也不对了 汉景帝 一看情况不对 只好打圆场说 吃肉不吃马肝 不算不知味道 做学问 不讨论汤武革命 不算没有知识 汉景帝 给如道两家的争论 胡了悉泥 窦太后 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 窦太后 把元故叫了去 要她读老子 元故撇了撇嘴巴说 这是家奴同仆之书 窦太后 勃然大怒 要缘故到搅斗场 和野猪搏斗 多亏景帝挑了把好刀给她 这才死里逃生 我们知道 景帝一朝 窦太后 也是当家人 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很大 她老人家态度如此 大家自然也都是信奉道家的 那么 道家的治国理念是什么呢 是清静无为 他们追求的是 垂长而天下治 讲究的是 治大国若烹小仙 主张的是 以静治动 以柔克刚 相信的是 一动不如一静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什么叫治大国若烹小仙呢 就是说 治理一个大国 就像煎小鱼小虾 只能闻火慢熬 不能大动干戈 所以 即便要削翻 也只能慢慢来 火到猪头烂 攻到自然城 像潮措那样 急火攻心 还能不坏事 第二个原因 是大家都认为 七国造反 全是潮措惹的祸 刘碧有没有问题 有 比如称病不潮 就是 称病不潮 当然是 施翻臣之理 但刘碧装病 是有原因的 原因就是 他的太子 入朝觐见的时候 由于一点小事 被当时 还是皇太子的 汉景帝杀了 从此 两家关系不好 以后又怕皇帝杀他 就更不肯来朝了 所以 装病 既乃无聊 后来 文帝赐吴王挤账 又准其告老不潮 关系也就改善了 可是潮措 偏偏没事找事 引火烧身 摸那老虎的屁股 终于惹下大祸 那么 不整治他 整治谁 当然 七国之乱 是不是朝措惹的祸 可以讨论 即便是朝措惹的祸 是不是一定要让他去顶罪 也可以讨论 问题是 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 帮他说话 袁昂朱朝措的建议 反倒代表了 大多数人的意见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在朝中 十分孤立 这也是朝措被杀的 第三个原因 他这次不但犯了重怒 而且平时就不得人心 毫无疑问 对于所谓不得人心 也要做分析 看看是不得哪些人的心 问题在于 朝措的对立面 恰恰不是小人 袁昂就不是 袁昂是一个正义耿直的人 当他还只是个 智比六百弹的中郎 是未官 时 就敢对汉文帝说 平定了朱吕之乱的 将侯周伯 只是功臣 有功之臣 不是社稷臣 和国家休期相关 和君王生死与共 和朝廷肝胆相召的 栋梁之臣 气得周伯痛骂袁昂 说我和你哥是哥们 你小子 却在朝廷上诽谤我 后来 周伯被免去丞相职务 回到自己的封国 封国的人落井下石 告他谋反 周伯被捕下狱 满朝文武 尽若寒蝉 宗室诸公莫敢为言 挺身而出 为他辩污的 却是当年说他坏话的袁昂 为袁昂名 将后无罪 周伯的无罪祸事 也多亏了袁昂的努力 将侯得势 昂颇有力 可见袁昂的为人 是很正派的 这样的正直之事 难道是小人 袁昂也是一个 宅心仁厚的人 他担任隆熙都尉时 仁爱士族 士族皆争为死 担任吴国丞相时 手下有人和他的婢女 偷偷相爱 有从始尝到爱昂侍儿 袁昂知道后 装聋作哑 置若罔闻 并不追究 后来 这个下属听说东窗事发 畏罪潜逃 袁昂又亲自把他追了回来 将婢女赐给他 还让他担任原来的职务 七国之乱时 袁昂被吴王扣押在军中 看守他的军官 碰巧就是此人 于是袁昂得以逃脱 可见袁昂的为人 是很厚道的 他的好心也得到了好报 这样的人数之事 难道是小人 实际上袁昂在朝廷 享有崇高的威望 在江湖上 也享有崇高的威望 文帝时著名的大法官张世之 就是他发现并推荐给朝廷的 武帝时著名的职长子吉岸 也非常仰慕他 长目富博 袁昂之为人也 吉岸是被认为 激进社稷之臣的人 古有社稷之臣 智如暗 晋之矣 他也常常不给皇帝面子 树范主之颜色 直言不会批评汉武帝 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就是他 讽刺汉武帝用人就像堆柴火 后来居上 对也是他 后来居上 该成语 即点出于此 汉武帝对他是又敬又怕 礼欲甚聋 甚至让他三分 大将军魏清入室宫中 汉武帝坐在马桶上就见了 丞相公孙宏平时禁见 汉武帝衣冠不整就见了 但如果是吉岸来了 汉武帝一定衣冠楚楚 郑重其事地接见 这样的人都敬重仰慕袁昂 袁昂难道会是小人 袁昂 还是一个侠肝义胆的人 他的朋友也多为侠义之事 比如济部的弟弟济心 济部 济心这哥俩 都是为弃任侠的 济部的特点是 一诺千金 济心的特点是 永贯三军 济心做中尉司马时 连他的长官中尉智 都对他都客客气气 制度是景帝和武帝时期 有名的库吏 外号苍蝇 刑法不必权贵 皇亲国妻见了他都侧目而逝 他也不把那些奉子龙孙 放在眼里 却唯独尊敬济心 制度尊敬济心 济心则最为尊敬袁昂 济心住在袁昂家里时 把袁昂当作自己的长辈 把冠夫和吉福当作自己的弟弟 冠夫和吉福也是侠义之人 冠夫的特点是 刚直十九 不好灭鱼 吉福的特点是 左右逢源 善与人谋 这两个也都是侠义之士 此外还有巨梦 巨梦也是大侠 袁昂曾经说过 一个人有了危难 上门求救 不推托说父母尚在 也不装着不在家的 除了祭部的弟弟季心 打约就只有巨梦了 袁昂与季心 巨梦 管夫 吉福等人为伍 可见袁昂的为人 是很慷慨的 正因为袁昂兼有国士和侠士之风 所以他其实是死于国难 也为反对梁王刘武 谋取储君地位 而被刺身亡 而且梁王派来的第一个刺客 还不忍心对他下手 这样的死国之事 难道是小人 其实 不但袁昂不是小人 其他反对朝措的人也不是 比如和丞相陶清 中尉陈家联名尚书 要杀朝措的廷尉张欧 就是忠厚长者 此宫当司法部长兼法院院长时 但凡发现案子有疑点 就一定退回去重审 实在证据确凿 罪无可赦 则流着眼泪向被告宣读判决书 送他们上路 保证要让囚犯死而无害 所以史记和汉书 都说他其爱人如此 这样一个人 如果也主张杀朝措 那么 朝措恐怕就当真有点问题了 朝措其人 朝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史记原昂朝措列传说 朝措是影川人 影川在今河南省境内 早年追随指线人张辉学习身不害 商量的行明之学 搁在现在 就是政法学院或政法专业毕业的 学成之后 参加太常市的博士考试 因为文字功夫好 而当上了太常掌顾 以文学为太常掌顾 太常掌顾 是太常寺里的一个小例 太常也叫凤常 寺就是部 汉代的太常寺 相当于随唐以后的礼部 掌管宗庙祭祀和礼仪 也管教育 负责选是博士 那时的博士不是学位 是官职 战国时期就有 秦汉殷之 职则是掌通古今 也就是掌握古往今来的历史知识 已被皇帝顾问和咨询 太常寺博士考试的结果分为两等 一等的叫贾科 二等的叫乙科 贾科出身的捕狼 乙科出身的捕利 狼 就是宫廷侍卫官 利 就是政府拜事员 一个年轻人 在皇帝身边做几年狼 也很容易生上去 利要升官就难一些 所以狼的出身和出路都比利好 太常掌固 就是乙科出身的小利 级别百弹 汉制 负县级的利元至四百弹 至二百弹 叫掌利 百弹以下的叫少利 太常掌固 就是这样一个 相当于主任科员 科级干部 的少利 这位政科级的少利 时来运转 是因为被朝廷选派出去 学尚书 我们知道 由于秦始皇 焚书坑儒 许多学问几乎失传 以至于孝文帝时 天下无智尚书者 精通尚书的 只剩下一个 济南福生 可是当朝廷发现他时 这位顾秦博士 已经九十多岁了 老不可征 只好照领太常寺 选派可造之才 到老先生家里去学 网寿指 苍天有眼 太常寺选中的年轻人 就是朝措 这下子 朝措的学问大长 名声也大振 说起话来 头头是道 文帝发现了这个人才 便任命他 做太子府的官员 先是做太子社人 以后做门大夫 最后做到太子家令 太子家令的级别 是至八百代 可以算是中层干部了 家令 虽然比不上太子太师 太子太父 或太子太保 朝措对后来的景地 影响却很大 此宫学惯如法 口才又好 经常在太子面前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太子便对他有点崇拜 以其便德姓太子 太子的家人 也都称他为智囊 智囊这个词 最早用在秦桧王的弟弟 出李子的身上 出李子这个人 大约是足智多谋的 故秦人好约智囊 并有立则任笔 智责出李的谚语 可见智囊 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严师谷的解释 是严其一身所有皆是智色 若囊陀之圣物也 显然 朝措也是个有才华的人 朝措还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他和同时代的假意 二人均诞生于公元前二百年 堪称西汉初年最有头脑的政治思想家 他的论守编书 论贵诉书和假意的治安策 过秦论被誉为西汉红文 一个人有了思想 就总想表达出来 如果这思想是关乎政治的 则还会希望实行 所以 朝措在太子府的时候 便屡屡上书严氏 对时政发表意见 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严守编辈赛 劝农立本 当是吉务二世 这篇书文 在收入汉书时被分成两个部分 严守编被塞的那一部分 吉论守编书 收入朝措转 严劝农立本的那一部分 吉论贵诉书 收入实获制 我们现在读这些文章 仍然能感觉到朝措是很了不起的 就说 严守编被塞 所谓守编 其实也就是防御匈奴 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 匈奴一向是中国的大患 用朝措的话说 就是 汉兴以来 葫芦数入边地 小入则小利 大入则大利 这实在让人恼火 所以朝措也是主张对匈奴用兵的 还比较了匈奴与中国的长短优劣 得出 匈奴之长纪三 中国之长纪五的结论 这里要说明一下 就是当时所谓中国 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 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当时的中国 是中央之国的意思 古人认为 天下五方 东西南北中 中央居住华夏民族 四方居住其他民族 其中 住在东方的叫做夷 住在南方的叫做瞒 住在西方的叫做戎 住在北方的叫做敌 华夏民族 既然住在中央 当然是中国 中国之长纪 既然多于匈奴 当然可以战而胜之 因此 朝措主张 用以积十之术 兴数十万之众 以诸数万之匈奴 对于这个纸上谈兵的建议 文帝表示嘉许 但并未当真采纳 于是朝措又提出新的建议 这就是论守编书的内容 朝措认为 秦代的戍编失败 在于决策有误 匈奴的难以对付 在于流动不拘 秦有什么错误呢 第一个错误 是动机不纯 秦始皇的目的 不是为了保卫边疆 救助人民 非以为边地 而救民死也 而是为了满足贪欲 扩大地盘 贪力而欲广大也 结果 公卫力 而天下乱 第二个错误 是方法不对 秦王朝的办法 是调遣内地军民 轮流戍边 内地军民千里迢迢赶到边疆 既不熟悉情况 又不服水土 结果是作战 则被人俘虏 战则为人秦 助手则自取灭亡 屯则足击死 到了边疆的死在边疆 数者死于边 走在路上的倒在路上 输者愤于道 不过突然地 劳民伤财而已 第三个错误 是政策不好 朝措认为 但凡军民人等 甘愿坚守战斗到死 也不投降败退 凡民守战致死 而不降北者 都是有原因的 以记为之也 要么是因为战胜首顾 能获得封赏 要么是因为功成图役 能列得财物 这才赴汤蹈火 誓死如归 蒙使时 赴汤火 誓死如生 可是 秦代的数族 只有千难万贤 有万死之害 没有半点好处 王朱两之暴 一个人战死之后 他的家人 连减免一百二十钱赴税的待遇 都享受不到 死世之后 不得一算之父 谁还肯前赴后继 所以秦代的军民 无故视江场 如刑场 视戍边为送死 秦民践行 如网气势 还没走到半路 就准备叛变了 陈胜就是例子 这是秦人的错误 匈奴的特点 则是流动性强 他们就像野生动物一样 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中 如飞鸟走兽于广野 条件好就停下 煤草干水则止 条件不好就搬走 草尽水节则移 一会儿在这里 一会儿在那里 往来转喜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时至时去 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 此胡人之生业 也是难以对付的原因 试想 匈奴人来了 朝廷派不派兵呢 不派 便民绝望 而有降敌之心 派 派少了不管用 多派一点 则我们的部队还没到 匈奴人就跑得无影无踪 还有 派去的部队 是留下呢 还是撤走呢 留下 朝廷耗资巨大 撤走 匈奴接踵而来 连年如此 中国就又穷又苦 又不安宁了 因此 朝廁主张改革边防军 依岁而更 一年轮换一次 的制度 用免税 赐绝 赎罪等办法 鼓励那些在内地生存 有困难的人 向边疆移民 安营扎寨 囤恳战 这些内地移民 以他乡做故乡 视卫国为保家 必能一礼相救助 富湖不必死 也为国家利益 和他们的个人利益 已连为一体 而且也没有敌情不明 水土不服的问题 移民解决了生计 国家节约了军费 边防得到了巩固 人民得到了安宁 岂非两全其美 这是一个好主意 因此被采纳 尚从其言 牧民喜赛下 严券农历本的主张 也被采纳 其他如薛诸侯氏 及法令和耕定者等 则被拒绝 孝文虽不禁听 不过文帝 还是很欣赏他的才华 齐齐才 调他做了钟大夫 钟大夫也是郎中令的属官 智比八百代 和太子家令级别一样 但职责不同 是长论义 朝措终于如愿以偿 参与朝政了 这也正是他的宿命 他这个人 是不甘寂寞的 而历史选择他来唱 薛帆这场大戏的主角 也绝非偶然 可惜 历史选错了人 历史之错 朝措是一个 有学问的人 有才华的人 有思想的人 不甘寂寞的人 但不等于是一个 适合搞政治的人 他其实只适合做政论家 并不适合当政治家 朝措的第一个问题 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他在太子府的时候 和朝廷大臣的关系就不好 太子擅错计策 原昂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进入中枢以后 就更是关系恶劣 公元前一百五十七年 文帝驾崩 景帝即位 任命朝措为内使 内使的职责是长治京师 相当于京城的市长 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 级别则是治二千丹 朝措一下子 越过治千丹的副部级 长 便成和九卿 部长 平起平坐的 部长级干部 自然春风得意 也认为有了施展 政治暴富的舞台 便不断向景帝提出 各种建议 常述请监严氏 景帝也言听计从 折听 结果是 宠姓卿九卿 法令多索更定 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贵 俗话说 树大招风 朝廷大臣 对这个靠着能言善变 夸夸其谈 一路青云直上的家伙 原本就心怀不满 现在见他今天改革 明天变法 把原来的秩序 搅得一塌糊涂 弄得上上下下不得安宁 便恨透了这根脚屎棍子 第一个被惹毛了的是 丞相申徒家 当时就找了个岔子 要杀他 事情是这样的 朝廁因为那时府的门 朝东开 出入不方便 就在南边开了两个门 把太上皇庙的围墙凿穿了 这当然是胆大妄为 大不敬 申徒家便打算拿这个说事 奏请诸措 朝廁听说以后 连夜进宫向景帝自首 集夜请监 据为上言之 于是第二天上朝 景帝便为朝措开脱 景帝说 朝措凿的墙 不是真的庙墙 非真庙园 而是外面的墙 乃外园园 那个地方 是安置闲散官员的 顾戎官居其中 没什么了不起 再说这事 也是朕让他做的 申徒家碰了一鼻子灰 气得一病不起 吐血而死 申徒家是什么人 是追随高皇帝 打天下的功臣 也是文皇帝任命的 宰府重臣 这样一个人 都搞不定朝措 别人又哪里斗得过 不难想见 这件事以后 朝措自然更加 恃宠教人 这里得顺便说一下 就是申徒家这个人 绝非小人 司马迁称他 刚一守洁 他为人廉职 门不受私业 也就是从不在家里面谈公事 任何人都别想走后门 袁昂从吴国丞相任上回京时 曾到他家里求见 申徒家先是老半天不见 见面以后又冷冰冰地说 大人如果要谈公事 请到办公事找拜师袁谈 老夫也会替你奏名圣上 如果要谈私事 那么对不起 老夫身为丞相 没有私话可说 袁昂好歹也是王国的丞相 申徒家却一点面子都不给 可见其正派清廉 申徒家也从不拍马屁 反倒嫉恶如仇 看文帝有个姓陈 叫邓通 这家伙是个小人 也是恃宠娇人 孝文是中宠臣 世人则邓通 患者则兆通 申徒家却不吃这一套 逮住把柄就问罪 邓通把头磕破了也不顶用 最后还是皇帝出面 赔礼道歉说好话 才算了事 这是让申徒家在朝廷 享有崇高威望 所以 申徒家憎恶朝措 就等于一大批正人君子 都憎恶朝措 朝措得罪了申徒家 则等于得罪了一大批好人 那么 为什么那么多人 和朝措搞不来呢 除了道不同 不相为谋外 性格也是一个原因 朝措的性格是不好的 史记 骇叔都说朝措为人 翘直克身 什么叫翘直克身 翘 就是严厉 直 就是刚直 克 就是苛刻 身 就是心狠 这可不是讨人 喜欢的性格 不难想象 朝措在朝廷上 一定是咄咄逼人 逮住了理 就不依不饶的 朝措的性格中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执着 他是那种 认准了一条刀 跑到黑 不见棺材 不掉泪的人 为了实现自己的 政治抱负 和政治理想 他可以不顾一切 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 看警第二年八月 朝措由内使 晋升御史大夫 极力推行削藩政策 引起舆论哗然 朝父特地从影川赶来 问他说 皇上刚刚即位 大人为政用事 就亲削诸侯 离间人家骨肉 究竟是为什么 朝措说 不如此 天子不尊 宗庙不安 朝措的父亲说 他们留家倒是安全安稳 我们朝家 可就危险了 刘是安矣 而朝是威矣 我走了 你爱怎么着 就怎么着吧 无趣功归矣 遂隐要死 也就是服毒自杀了 这当然证明了 朝措的忠心耿耿 但同时 也证明了他的执着 执着好不好 做一个学问家 执着是好的 做政治家 执着就不好 而且是大忌 政治家需要审时夺势 见机行事 该坚持时坚持 该妥协时妥协 坚持而不失灵活 妥协而不失原则 朝措显然缺乏这种品质 朝措是那种 为了理想 一无反顾 一往无前的人 这样的人 往往受人崇敬 但也往往误人大事 也就是说 这种人 只有美学意义 没有现实意义 作为小说人物 十分好看 担任朝廷大臣 就很可能误国误民 也为他的头脑中 只有该不该做 没有能不能做 而后者 却恰恰是政治家 必须考虑的 政治家 不但要考虑 能不能做 还要考虑 是现在就做 还是将来再做 看文帝 就懂得这个道理 朝措向文帝上书 说 狂夫之言 而民主择焉 文帝回答说 言者不狂 而择者不明 国之大患 故在于此 使不明择于不狂 是以万听 而万不当也 也就是说 作为建议 没有什么狂妄不狂妄的 作为决策 却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 因此 应该道理归道理 事情归事情 建议归建议 决策归决策 不能混为一谈 同样 像朝措这样的书呆子 也只能让他 发议论出主意 不能让他 拜实事 掌实权 文章写得好的 事情不一定做得好 调子唱得高的 手段不一定高 高瞻远瞩的人 可能看不清细节 深谋远虑的人 可能看不见眼前 所谓知人善任 就是要把策划与执行 设计与操作区分开来 让他们各就各位 汉文帝欣赏 却不唯以重任 授以实权 除朝措资历 尚浅外 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可惜汉景帝 没有奶腹那种 政治家眼光 而朝措要做的 又是一件 非同寻常的大事 这就惹出了 天大的麻烦 朝措极力主张 要做的事情 用苏东坡的话说 是最难做的 苏东坡在 《朝措论》 这篇文章中 一开始就讲了 这个道理 他说 一个国家 一个王朝 最难对付的患难 是表面上 看天下太平 实际上潜伏着危机 而且难以预测 天下之患 最不可为者 名为置凭无事 而其实 有不测之忧 这是非常难办的 为什么呢 因为做官其变 静待其时 解决问题的条件 虽然更成熟 就怕那时 政治已彻底糜烂 局面已不可收拾 则恐之于不可救 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 强行着手消除隐患 则成平日久 天下无事 谁又相信 我们说的危机呢 弃而强为之 则天下扭于 置平之安 而不无信 这就两难 这个时候 只有那些 人人君子豪杰之事 才能挺身而出 为天下犯大难 以求成大功 绝非那些 只想一蹴而就 报得大名的人 所能担当 此故非勉强积月之间 而苟以求名之 所能也 要知道 在大家都认为 天下太平 一片祥和的情况下 无缘无故地 挑起一场风波 天下至平 无故而发大难之端 是要担极大的风险 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韦的 除非你能收放自如 还能对天下人 有个交代 无发之 无能收之 然后有词于天下 否则 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薛帆 恰恰就是 苏东坡说的这种事 朝错 却不是苏东坡肯定的人 也就是说 决定薛帆是对的 薛帆其事是其事 启用朝错是错的 朝错其人非其人 汉景帝用朝错 来主持薛帆之事 恐怕确实是一个 历史性的错误 朝错 怎么就不是 适当人选呢 朝错之错 我们首先要肯定 朝错这个人 却有许多优点 最明显也最难得的 是既忠心耿耿 又深谋远虑 唯其如此 这才冒着得罪 四方诸侯的风险 顶着离间天界骨肉的罪名 力排众议 顶风而上 强行削帆 这无疑是尽忠为悍 他的冤死 也让人扼腕叹息 邦顾就说 错虽不忠 事哀其忠 但问题是 难道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一定要用自己的血 来祭奠自己的理想 难道始作俑者 便当真其无后护 事情恐怕并非如此 正如苏东坡所说 人们常常只看到 朝错是因为忠心耿耿 而死于非命的 天下悲错之意中而受祸 不知道他招致非来横祸 也有自身的原因 不知错由已取也 朝错确实深谋远虑 但他的深谋远虑 是对国家的 不是对自己的 他为国家想得很多 很深 很远 对自己的命运前途 则懵懵懂懂 一无所知 甚至盲目乐观 所以汉叔说他是 瑞于为国远虑 而不见深害 看来 即便是朝错这样的智囊 也不是什么问题 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当然 要说朝错对自身的安危 一无所知 一无所虑 恐怕也不是事实 至少 当他的父亲 把问题的严重性 指出来以后 他应该有所反省 但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故也 不如此 天子不遵 宗庙不安 可见 他其实是想清楚了的 而且 正因为想清楚了 这才奋不顾身 亦往无前 这种奋不顾身的品质 常常被人们 视为一种美德 然而 我们在赞不绝口的同时 是不是 也应该多一点思考 奋不顾身 当然很崇高 但奋不顾身的人 往往也很难 为他人着想 而一个连自己 都保不住的人 也未必保得住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国家 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它是由一个个 具体的人组成的 因此 国情其实就是人情 不懂人情的人 其实也不会懂国情 不懂国情 你怎么保卫国家呢 忠心耿耿也如此 忠心耿耿是优点 但往往同时也是缺点 也为忠心耿耿的人 往往固执己见 他们总以为 既然自己是忠 则持不同政见者 一定是奸 既然自己是 一心为公 则持不同政见者 一定是 一心为私 这又哪里听得近 不同意见 如果不能广泛 听取不同意见 又岂能做出 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结果是 一旦他们做出 某种决定 便一定自以为是 而且一意孤行 因为在他们看来 自己的决定 是为公的 不是为私的 除以公心就无所畏惧 无私者无畏吗 这下子麻烦就大了 实际上 作为一个政治家 还是有所畏惧的好 有所畏惧 谋划才周全 形势才周到 纪律才周密 尤其是薛帆这样 风险极大的事 绝非凭着书生义气 就可以进行的 书生义气 只能属于书生 不能属于政治家 政治家最忌讳的 就是义气用事 政治家当然也要做 非常之事 否则就不是政治家了 但是 首先 他事前一定要深思熟虑 要把来龙去脉 和利害关系都想清楚了 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周全 做好最坏的打算 才能下决心 其次 事情发生以后 他一定得临危不惧 镇定自若 不能自乱阵脚 更不能临阵脱逃 第三 对于已然发生的问题 包括种种不测 他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解决 而且是指挥若定的逐一解决 用苏东坡的话说 就是 潜能知其当然 视之不惧 而虚为之徒 可惜的是 这三条 潮错一条也做不到 潮错主张薛翻虽然很早 考虑却不周全 我们只看到他极力鼓吹薛翻 却没看到他做过什么可行性研究 提出什么可操作方案 对于由此而可能导致的风险 他只有薛之一反 不薛一反 薛之其反即或小 不薛之其反直或大一句空话 诸侯反了怎么办 他是没有对策的 显然 他只想到了应该去做 没考虑能不能做 以及如何去做 他对薛翻的困难明显估计不足 对双方的情况明显掌握不够 既不知己也不知彼 也能不败 还有一点也很不好 他太想尽早完成这一伪业了 因此势必急功近利 不讲策略 草率从事 这就既没能做到事先知其当然 又不能做到事后 徐为之徒 更糟糕的是 他也没能做到 事之不惧 七国反汉后 缺乏足够思想准备的汉景帝 方寸打乱 心急如焚 这时他最需要的 是朝措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来帮他解围 可惜 朝措是书呆子 不是政治家 他不但没有什么锦囊妙计 反倒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情急之下 竟然想出了两个馊主义 正是这两个馊主义 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第一个馊主义 是杀袁岸 吴楚七国造反后 朝措就和自己的副手 下属商量 要杀袁岸 朝措是御史大副 御史大副的副手有两个 一个叫御史成 一个叫御史忠成 下属就是御史 朝措说 袁岸这家伙 接受吴王的贿赂 赴袁岸多受吴王金钱 总说吴王不会造反 专为避逆 言不反 现在却果然反了 经过反 我们应该杀了袁岸 就知道他们搞什么鬼了 欲请治岸 一知计谋 朝措的副手和下属 却不赞成 副手和下属说 事情还没发生时 这么整一下 或许还有好处 事未发 置之有绝 现在叛军都打过来了 杀袁岸又有什么用 金兵西乡 治之何意 再说 袁岸身为朝廷大臣 也不应该和吴王有阴谋 且袁岸不宜有谋 朝措听了 犹豫不决 袁岸却得到了消息 通过窦英 求见皇上 提出了方金记 独展朝措 发始设吴楚七国 父其顾薛帝 则兵可无血刃而巨霸的对策 被汉景帝采纳 朝措也就 一朝一展东市 这可真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就连司马迁也批评说 诸侯发难 不及匡就 预报私仇 反以亡曲 朝措这一招 是不是臭旗 第二个搜主意 就是提出要景帝 御驾亲征 自己留守京城 谁都知道 带兵打仗 是最危险的 留守京城 则是最安全的 国难当头之时 任何忠臣 都应该把危险留给自己 安全留给皇上 何况这国难 还是你朝措惹出来的 你惹了祸 你就得有担当 正如苏东坡所说 己欲求其名 安所逃其换 然而朝措却反其道而行之 以自将之至危 与居守至安 己为难守 择其至安 而遣天子以其至危 这就难怪 不但袁岸主张杀的 就连其他大臣 也主张要杀了 此忠臣一事 所以愤怨而不平这也 实际上 像朝措这样 把安全留给自己 危险留给皇上的大臣 恐怕哪个皇帝都不能容忍 所谓烈火见真金 危难见忠臣 朝措的这个馊主义 确实让自己的忠 大大打了折扣 所以苏东坡说 当此之时 虽无缘案 错意未免于祸 相反 如果朝措把危难担当起来 以身任其威 亲自率兵东向营敌 日夜翠璃 东向而代之 不让君王受到威胁和连累 使不至于类其君 皇上 肯定会把他看作 可以有恃无恐 克敌至圣的依靠 则天子将视之 以为无恐 那么 就算有一百个元案 又能怎么样呢 虽有百案 可得而兼在 这就是朝措之措了 他错在急功近利 错在专政善权 错在自以为是 错在得意忘形 错在只有雄心壮志 没有大智大勇 只知一往无钱 不知运筹帷幄 他太想做一个孤胆英雄了 不知道改革会有阵痛 成名要付出代价 再伟大的战士 也是需要后援的 非常遗憾的是 这往往也是历史上 那些改革家的通病 难怪司马迁要说 语曰变古乱长 不死则亡 起措等威胁 我本将心向明月 乃何明月照勾渠 其实明月又何曾照勾渠呢 武侯智俗与宫心莲 怎样看宫心莲 所谓宫心莲 是清人赵藩所传 悬挂于成都武侯慈 诸葛亮殿前的一幅对联 也为他的第一句是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因此后人称之为 攻心莲 也称能攻心莲 成都武侯慈博物馆 便有对这一名联的研究论文集 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于2002年1月出版 书名就叫攻心莲 与赵帆研究 所以 攻心莲这一简称 是研究者们发明的 且以为学界认可 不是谁的硬上 赵帆撰写此联的起因和动机 也没有争议 就是以古论金 对当时的四川总督 陈春宣进行劝谏 问题在于 赵帆的以史为鉴 究竟是以什么史实为鉴 这就正如 攻心莲与赵帆研究一书的叙所言 关系到对蜀汉政权 对诸葛亮的基本认识和评价 而且学术界存在着分歧 为此 我们必须先来看看原文 此联的全文是 能攻心 则反侧自消 从古之兵 非好战 不审视 及宽颜皆悟 后来质属要深思 很明显 这是批评 是告诫 而且 这些批评和告诫 就是针对陈春宣的 因为此人在四川的所作所为 恰恰就是既不能审时夺势 又不能攻心为上 自然是宽颜皆悟 难怪陈春宣看完此联后 脸色难堪 一言不发 赵帆后来也被贬到了永宁 但赵帆这个人 既是陈总督的老师 又是陈大人的幕僚 以这样的身份 并不可以直接批评 只能借古人说是 那么 公心连中所说之古人 究竟是谁 标准答案 只有赵帆能够给出 可惜我们问不到 从这个意讲 任何学者的解释 便都是猜测性意见 任何人也都不能以权威自居 把不同意见说成是错误的 此其一 第二 正因为大家都是猜测 因此不能先定调子 设立禁区 相反必须解放思想 第三 即便是猜测 也不能想当然 必须讲逻辑 怎么讲逻辑呢 先找关键词 再行排除法 公心连的关键词 是什么 有说是公心的 有说是好战的 有说是审视的 有说是宽言的 这些都对 但我认为 最重要的还是智蜀 因为它是写给智蜀者 陈春轩 看的 讲的也是智蜀的事 后来智蜀要深思一句 是结尾 也是点题 落实 所以 智蜀是此连的关键词 公心连 也应该叫做智蜀连才更贴切 找出这个关键词 搜索的范围 也就确定了 赵藩连中的古人 肯定是三国时期的智蜀者 那么 是刘焉 刘善 或者蒋婉 匪衣 姜维等等吗 多半不是 因为拿他们说是 意思不大 有意思的 只可能是 举足轻重的三个人 刘章 刘备 诸葛亮 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地看 是刘章吗 有可能 因为刘章的智蜀 一般认为是 失之于宽的 但刘章只是过宽 并不过严 不能说他宽严皆悟 再说他也不好战 所以 即便公心连里 有刘章的份 那份额也不会太多 那么 是刘备吗 也有可能 因为刘备 毕竟发动过 怡陵之战 硬要扣帽子 可以算是 好战 但刘备发动 这场战争 要达到的目的 夺取荆州 或者为关羽报仇 可不是靠 攻心 就能实现的 所谓 能攻心 则反侧自消 在这里并不适用 至于不能审视 夺事 这个错误 刘备倒是有的 具体表现 还是 一灵之战 但那只能叫 不审视 即进退失据 不能叫不审视 即宽延皆物 宽延皆物的问题 刘备有没有 有一点 但不严重 且能调整 据三国志 简庸传 有一年 天汉无语 一周欠收 刘备为了 节约粮食 下令禁酒 这当然是对的 但下面执法的人 做的 有点过分 在老百姓家里 搜出了酿酒的工具 也要当作违法酿酒 来处分 正好简庸和刘备 一起外出散步 看见一对男女同行 简庸就说 他们要通奸 怎么不抓起来 刘备说 你怎么知道 简庸说 他们身上 长着通奸的器官呀 这和家里 放着酿酒的工具 不是同样的罪过吗 刘备听了 哈哈大笑 立即就放了 家有酿酒工具的人 这总不能说是 宽言皆悟吧 不是刘丈 或主要不是刘丈 不是刘备 或主要不是刘备 被赵藩借来说是的 就只能是诸葛亮 或主要是诸葛亮 这也并不奇怪 工心莲 毕竟悬挂在 武侯祠诸葛亮店前 诸葛亮不唱主角 谁唱 这其实 也没有争议 争议仅仅在于 赵藩对这位主角 或者说 他对武侯的质属 究竟是肯定呢 还是批评 多数人的意见认为 是肯定 而且是全面肯定 具体地说 就是上连肯定 诸葛亮的南征梦霍 是功心为上 下连肯定 诸葛亮对法正宽 对马素颜 均无失误 这当然也讲得通 但总觉得有些别扭 也为赵藩撰写此连的目的 是要委婉地批评 和告诫 陈春轩 通过赞扬 诸葛亮来批评 和告诫 当然也行 但总不如通过 批评某个人 来得有力 何况不审视 即宽言皆悟一句 明白着 就是批评的口气 赵藩是不能 直接批评 陈春轩的 只能指桑骂怀 如果那桑 不是诸葛亮 能是谁 该是谁 辩查熟史 怕是找不到 比这位名相 更大的桑树了 这就迫使我们 不得不重新 审视 诸葛亮的质属 我一再说过 在诸葛亮的领导下 蜀汉是当时 治理的最好的国家 但同时 它又是 最早灭亡的政权 这就说明 治理的最好 并不等于 没有问题 没有教训 找出这些问题 总结这些教训 比一味的欧哥和宋阳 将更有益于 我们今天的发展 这才是我们要讨论 龚新联的真正原因 那么 诸葛亮他有问题吗 制属问题何在 先看诸葛亮 都做了些什么 从渐兴元年 公元223年 受托永安 到渐兴十二年 公元234年 并是军中 诸葛亮在蜀汉执政十一年 此间 他主要做了四件大事 即东河孙吴 南定一月 北伐曹魏 内修法制 这四件事 都在龙中队的规划之中 可谓既定方针 至于结果 则有成有败 有得有失 最成功的是 东河孙吴 直至蜀汉灭亡 两国关系 都相当之好 后来曹魏大军兵临城下 蜀汉朝廷 还有人主张投奔孙吴 最不成功的是北伐 对于诸葛亮的北伐 无人张眼的评价 是四个字 空劳失旅 末迹 金人田于庆先生的评价 也是四个字 积年无成 龙中对在认识 其实此事 岂止徒劳无益 简直就是劳民伤财 用张眼的话说 就是国内受其荒残 稀土苦其异调 末迹 实际上加速了蜀汉的灭亡 所以是最不成功的 这就让我突发奇想 赵藩连忠能攻心 则反侧自消 从古之兵非好战一句 莫非说的就是北伐 此言一出 肯定有不少人嗤之以鼻 也为谁都看得出 赵藩这话说的是内战 无是外战 为什么呢 也为有反侧二字 什么是反侧 就是不安 民不安 就叫反侧之民 心不安 就叫反侧之心 心存反侧 就不是顺民 因此要攻心 让他们安下心来臣服 那么 这里说的反侧 是指曹魏吗 当然不可能 曹魏之于蜀汉 不是反侧 而是敌对 对付曹魏 也只能靠武器的批判 攻心 说服教育 或怀柔政策 是没有用的 那么 诸葛亮 要攻谁的心 通常的解释 是南中的一月 也就是孟霍那些人 他们原本是不肯臣服的 对蜀汉 也是存有二心的 这就是反侧 后来 诸葛亮南征时 采那马肃 攻心为上 攻城为下 心战为上 兵战为下的建议 对孟霍等人 欺勤欺纵 不杀不辱 终于使他们心悦 诚服 宣称不复反议 三国制 诸葛亮传 裴松之著 引汉进春秋 因此 学术界普遍认为 公心连的上连 说的就是这件事 这当然完全讲得通 但也不是没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第一 南定一月在诸葛亮所做的四件大事中 并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 还是东河僧吴 北伐曹魏和内修法治 第二 南府一月的实际效果 也并非如汉进春秋所说的那么好 这也是学术界 早就有人指出过的 比如牟岳先生 在三国制选著的前言中 就说 诸葛亮争南中士 当时传说不免有夸大一美之处 而且明确指出 七秦梦惑 不合情理 男人不反 不合事实 何兹全先生的三国史 也用三国制之李徽传 马中传 张仪传中的大量材料 证明诸葛亮北还后 南中的叛乱 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所以 后来曹魏大兵压境 刘善打算逃往南中 乔州就说去不得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南方远移的臣服 是丞相用武力逼出来的 兵士逼之 并不可靠 而且 他们臣服之后 反倒要多交赴税 就更是心怀不满 甚至充满仇恨 以为仇怨 因此 随时都可能报了 见三国制乔州传 看来诸葛亮的攻心 并没有达到反侧自消的效果 这个未必成功的势力 怎么能用来劝谏 陈春轩 然而诸葛亮进行的战争 除了南征 就是北战 所谓从古之兵非号战 如果不是指南定一跃 也就只能是指北伐曹魏了 其实讲通这一点并不难 只要弄清楚 诸葛亮北伐的真正原因就行了 前面说过 诸葛亮的北伐 其实是不成功的 不成功的原因 也有三条 我在品三国下的 《以公为首》一集中讲过 即 曹魏非肃王之国 以周非进取之地 诸葛非将略之才 这三条 至少前两条 诸葛亮应该是心中有数的 何况隆中对说得很清楚 北定中原 复兴汉士 一要天下有变 二要两路出兵 现在 天下无变 而荆州已失 岂是可以北伐灭魏的时候 于是问题就来了 既然如此 诸葛亮为什么还要 妾而不舍地进行北伐呢 答案就在初诗表 初诗表一开始就说 先帝创业未办 而中道崩俗 金天下三分 一周疲毙 此成危及存亡之秋也 这是实话 也就是说 诸葛亮初诗北伐 是因为蜀汉政权受到了威胁 那么 威胁来自何方 来自孙吴吗 不是 诸葛亮执政后 无蜀蒙好 已经恢复 双方和平共处 相安无事 来自曹魏吗 也不是 赤壁之战后 曹魏从来就没主动攻打过刘蜀 反倒是刘备公汉中 关羽为相反 孔明出奇山 屡屡挑衅 所以 这笔账 也不能算在曹魏头上 曹魏不进攻 孙吴梅威胁 所谓蜀汉政权 处于危机存亡之丘 就只有一种可能 他们内部出了问题 套用孔子的一句话说 就是 无恐诸葛之忧不在曹魏 而在成都成中也 实际上 我在以公为首一集中已经讲过 诸葛亮坚持北伐 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 理想必须实现 二是 小国更要图强 三是 安内必先攘外 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 还是加强凝聚力 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 一个国家 如果处于战争状态 管理和治理起来 就顺手得多 要整治 或者镇压反对派 也方便得多 想当年 执掌鲁国国政的 大夫继孙 就曾经因此 而准备进攻 鲁国的附庸专于 所以孔子才说 吴孔祭孙之忧 不在专于 而在萧强之内也 论语济世 不过诸葛亮和祭孙世的情况 并不相同 祭孙公专于 是以强凌弱 诸葛伐曹魏 是以弱抗强 祭孙之忧在鲁军 故曰萧强之内 诸葛之忧 则不在流善 故曰成都成中 那么 让诸葛亮感到忧心忡忡的 究竟是哪些人呢 谁有反侧之心 要回答这个问题 必须先弄清楚 蜀汉政权的内部结构 我在品三国下多次说过 刘备诸葛亮建立的蜀汉政权 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 第一股是本土势力 包括原是洛阳的 益州官僚 和事于益州的本土豪强 我们统称之为益州集团 第二股是刘章旧部 包括追随刘焉父子入属的 和后来投靠刘章的 我们统称之为东州集团 第三股是刘备亲信 包括刘备的骨干 如关羽 张飞 和后来投靠刘备的 如马超 我们统称之为 荆州集团 这三股力量 由于有先来后到的原因 就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 主客新旧关系 简单来说 益州集团是主是旧 荆州集团是客是新 东州集团家在当中 既是新是客 相对于益州集团 又是旧是主 相对于荆州集团 这就已经够麻烦的了 更麻烦的是 新来的客人 又总是要压制旧有的主人 刘章的东州集团 要压制益州土著 刘备的荆州集团 则不但压制 刘章的东州旧部 更压制益州的土著豪强 结果便形成了一种 鸡尾九式的结构 刘备的荆州集团 在最上层 刘章的东州集团 在中层 益州的土著集团 在最底层 这就是蜀汉政权的 大体状态 这可真是地地道道的 反客为主 后来居上 将心比心 作为过去的主人 此刻的奴仆 益州集团 绝不可能打心眼里 喜欢蜀汉政权 他们的蠢蠢欲动 和图谋不轨 几乎是必然的 再加上刘备在 萧婷和仪陵 一败涂地 就是形势更加严峻 正所谓 刘备建国 基础不牢 仪陵战败 地动山摇 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 罗开玉先生统计 从建安23年 公元218年 到延西13年 公元250年 一周土著豪强 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 竟达九次之多 成都武侯祠 攻心连在研究 蜀汉政权 可以说是坐在了火药桶上 土豪武卫 明氏文公 一些一周明氏 到处散布流言蜚语 猖狂攻击蜀汉政权 扬言只有曹魏 才能一统天下 比如张玉就公开说 天下当一代 刘氏作禁仪 三国治周群传 周书则说 当途高者未也 同上隐 意思是 取代东汉的当是曹魏 杜琼还进一步做出解释 说是民官禁言曹 立言蜀曹 足言世曹 此代天意也 三国治杜琼传 乔州则拿刘备父子的名字 做文章 说备的意思就是足够了 禅的意思就是让出去 如言流以俱矣 当授与人也 同上隐 这些言论都被陈寿记录在案 可见当时议论之多 足以蛊惑人心形成反侧 成为刘备 诸葛亮执政 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一点 诸葛亮显然意识到了 而且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成为蜀汉政权领导核心后 很注意从益州集团中选拔人才 比如杨红 前维俊武洋人 就是诸葛亮一手提拔的 杨红提拔的门下书左和之 几年后也当了广汉太守 所以当时的益州人士 都佩服诸葛亮能人尽其才 是以稀土贤服诸葛亮能尽十人之弃用也 这是记载在三国志杨红传正文中的 不是野史 应该可靠 此外 对诸葛亮信任重用 同时也敬佩诸葛亮的益州人士 也还有一些 比如蜀郡成都人张义 张义对诸葛亮 可谓心悦诚服 推崇备制 赞不绝口 他到处对人说 但凡在诸葛亮领导下的 都会奋不顾身地望我工作 参看三国志张义传 这也都是实话 实际上 就连那些反对派 也不一定反对诸葛亮 比如前面说的那个乔州 就反汉不反亮 诸葛亮并是武藏员 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他 但这并不妨碍他颠覆蜀汉政权 也不妨碍他诱导刘善祥曹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尽管诸葛亮本人威望高 人品好 工作做得多 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州集团 始终是蜀汉朝廷 必须面对的反侧之民 原因也很简单 无论诸葛亮怎样努力做到 一碗水端平 也不能改变刘备既定的组织路线 荆州第一 东州第二 一州第三 我们不妨看看刘备 诸葛亮信任重用的都是什么人 关羽 张飞 马超 黄忠 赵云不算 其他的如庞统 荆州襄阳人 法正 浮丰梅县人 许静 汝南平语人 弥竹 东海渠县人 东河 南郡之江人 魏延 荆州一阳人 阳仪 荆州襄阳人 马素 襄阳夷城人 蒋碗 零零香香人 沸衣 江夏蒙县人 江维 天水济县人 这些人有的属于荆州集团 有的属于东州集团 但都不是益州人 当然 益州土著也有受信任的 比如废诗 潜围南安人 黄泉 巴西浪中人 王平 巴西荡渠人 不过他们的受信任度都要打折扣 或者 先不受信任 如王平 或者后不受信任 如黄泉 或者中间出问题 如废诗 而且 即便被提拔 也到不了最高层 诸葛亮去世后 接班的三个人 蒋碗 匪一 姜维 便都不是益州人 益州市人 不是傻子 这格局 他们还能看不明白 何况他们早就把账算清楚了 蜀汉不过益州之地 政治资源和经济利益都有限 也就是说 蛋糕就这么大 吃的人多了 倒嘴的就少了 何况切蛋糕的 还不是自己人呢 天下太平的时候 他们原本是一等臣民 刘彰时代 降为二等 刘备一来 又变成三等了 怎么会愿意 还不如让曹卫来统治 那么 曹卫来了 益州集团 就不会变成四等臣民吗 不会 因为曹卫要夺取的是天下 不是在益州 占山为王 何况曹丕接班以后 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 也就是由各地名流 担任本郡中正官 负责推荐本籍士人 这对益州士族 是有利的 果然 司马昭灭蜀后 就将原属 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 都调回中原 实施蜀人治蜀 这就更让益州集团觉得 他们反蜀汉 是反对了 所以 尽管并非所有的益州人都反蜀汉 但反蜀汉的却多半是益州人 比如周叔 巴西朗中人 杜琼 蜀郡成都人 乔州 巴西西冲人 被诸葛亮杀掉的彭亚 广汉人 被刘备杀掉的张玉 蜀郡人 刘备时期装聋作哑闭门不出 好不容易被诸葛亮请出山来 有其老病求归的杜威 紫童浮现人 他们清一色的都是益州人 至于那些搞武装叛乱的 怕也都是 这些人或者有权 或者有钱 或者有名 或者有人 势力大得很 不是南中的孟霍等人 可以相提并论的 由此可见 诸葛亮的宫心对象 就该是他们 诸葛亮要消除的 也首先是他们的反侧之心 那么 这和宫心联 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谁宽言皆误 这就要看诸葛亮 怎样解决 益州集团反侧的问题 办法其实就是三个 认人为贤 依法治国 北伐曹魏 这三条 应该说都很好 尤其是前两条 从理论上讲 觉悟问题 认人为贤 能有什么问题呢 难道要认人为亲 当然不是 问题在于 对贤这个字的理解 在这个问题上 诸葛亮和曹操是不同的 曹操的做法 是为财事局 诸葛亮的标准 则首先是 治律忠纯 出师表 这当然是对的 但具体到 蜀汉 就会有些麻烦 比如前面说的 那些反对派 算不算 治律忠纯呢 恐怕不算 其他那些 益州人士 他们的治律 又是否忠纯呢 恐怕需要考验 不要说诸葛亮 就连他们自己 也未必就能担保 没有二新 总之 荆州集团 与益州集团之间 事实上 是有政治隔阂 和心理障碍的 在这种情况下 诸葛亮坚持 政治标准第一 把忠于蜀汉政权 放在首位 客观上 就会妨碍 许多益州人士的 政治前途 所以 这一条 并不能消除 他们的反侧之心 北伐曹魏也不能 战争 虽然能够起到 转移注意力 加强凝聚力 提高执行力的作用 但同时 也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增加人民的 经济负担 打仗 是要用钱的 这些钱 天上掉不下来 地上涨不出来 刘贵他们带不进来 只能像益州人要 而且主要靠益州的 世家大族 和土著豪强出 他们当然不乐意 所以 益州的反对派 几乎同时 也是反战派 比如前面说过的 乔州 便专门发表了一篇 题为 《仇国论》的 反战宣言 明确指出 如果不审时度势 一味穷兵独武 集武独争 势必土崩瓦解 土崩世生 那个时候 可就虽有智者 将不能谋之意 三国治乔州传 这话 实在可以看作 从古之兵 非号战的注脚 剩下的 就是 依法治国了 我一向认为 这是诸葛亮 治属 最精彩 也最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 陈寿的评价 也非常高 他的三国治 诸葛亮 赚平语 几乎通篇 都在讲这个问题 陈寿说 诸葛亮 之为相国也 辅百姓 事已鬼 约官职 从权制 开诚心 不公道 尽忠义使者 虽仇必赏 犯法怠慢者 虽亲必乏 服罪 抒情者 虽重必誓 由此巧试者 虽轻必路 善无威而不赏 恶无仙而不贬 这叫什么 这叫公开 公正 公平 结果是什么 是邦誉之内 贤为而爱之 行政虽俊 而无怨者 这是有旁证的 旁证就在三国治张义传 张义对诸葛亮的 依法治国 也有一个评价 公赏不宜远 罚不阿进 绝不可以无功取 行不可以贵世免 此贤于之所以 千望其身者也 所谓千望其身 就是奋不顾身 所谓赏不宜远 罚不阿进 就是公正 公平 也就是说 正因为诸葛亮 公正公平 所以大家工作起来 都奋不顾身 而且 这里说的远和近 也不只是当事人 与诸葛亮的私人关系 更只是否属于 荆州集团 也就是说 无论你属于荆州集团 还是东州集团 还是益州集团 该赏就赏 该罚就罚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这正是 诸葛亮 能够有崇高 威望的重要原因 张义是属郡成都人 属于益州集团 他这么说 说明诸葛亮 确实尽可能地 做到了公平执法 并没有多么 亏待益州人 遗憾的是 在这个问题上 他还是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过言 诸葛亮的执法之言 也是有记载的 三国志诸葛亮传 裴松之著 引蜀记就说 量刑法俊疾 可保百姓 自君子小人 贤怀怨态 近人元洪的后汉记 也说 刘备克成都 诸葛亮为骨功 乃俊刑法 自君子小人 贤怀怨态 这与陈寿的评语 行政虽俊 而无愿者 似乎矛盾 其事不然 也为诸葛亮 制属 虽然偏严 但基本上 严得公平 公平 正是诸葛亮 大得人心之处 实际上 在行政虽俊 而无愿者的后面 陈寿还有一句话 即 以其用心平 而劝戒明也 平 就是公正 明 就是公开 公正公开 也就公平 正因为如此 所以 而无愿者 但过于严峻 行政虽俊 也是事实 也就是说 民众虽然 不会抱怨不公平 行政虽俊 而无愿者 却仍会抱怨太严峻 自君子小人 贤怀怨态 此其一 第二 五侯执法 也有不够公平的时候 比如他对法证 就很宽 据三国志 法证传 当时有人向诸葛亮报告 说法证这个人 太跋扈 太霸道 不但资诸必较 而且善杀无辜 应该绳之以法 诸葛亮却说 法证功劳太大 没有法证 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怎么能够不让法证 爽一把呢 如何禁止法证时 不得刑其一邪 显然 这就是 以政治 代法治了 作为一位政治家 诸葛亮 不可能不把政治问题 放在首位 然而一旦如此 就很难完全做到 宽言皆不悟 比如对待 益州土著 他的执法 就基本上是 从重从快 甚至制造冤案 比如冤杀益州豪族 长房诸子 就被裴松之认为是 妄杀不辜 此案记载在三国志 后主传裴松之注引 卫视春秋 读者不妨自己查看 第三 即便诸葛亮执法 完全公平 益州集团 也不会满意 因为蜀汉政权的 许多法律 就是针对所谓 蜀土人士 专权自制的情况制定的 是专门用来对付他们 整治他们的 他们怎么会喜欢 恐怕是执法越严 他们越倒霉 越反对 何况执法人 又不是诸葛亮一个 诸葛亮公平 其他人 也能保证公平 要知道 那些人不是 荆州集团的 就是东州集团的 很难说 他们不滥用职权 利用执法之变 打击一州集团 这一点 罗开玉先生的 《成都武侯词》 《公新连》在研究一文 有很清楚的阐述 也请读者自己查看 由此可见 无论任人危险 还是依法治国 都无法消除 一州人士的反侧之心 因为只要不改变 荆州第一 东州第二 一州第三的 鸡尾九政权结构 无论诸葛亮 怎样出以攻心 在一州士族眼里 也都是 宽言皆悟 在这种情况下 唯一的办法 就是发动对外战争 使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 以外战防内战 这就是我要说 北伐曹魏 是安内必先攘外的原因 可惜的是 这一招 不但未能搞定 国内的反对派 反倒加速了蜀汉的灭亡 蜀汉为何而亡 对于蜀汉政权的灭亡 罗开玉先生 曾经发表过一个观点 即蜀汉表面上 是亡于魏 实质上 是亡于当地的土著豪族 成都武侯慈 公新连在研究 这是有道理的 也未可以和孙吴做对比 晚年孙权统治的吴国 情况是很糟糕的 可谓法纪不利 言录不通 君臣猜忌 骨肉相残 与诸葛亮领导下 蜀国的政治清明 刚好相反 然而 治理的最好的 最先灭亡 治理的最差的 国作最长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 就是孙权有计划 有步骤地实施了 无人治无 实现了自己政权的江东化 江东士族 既然已经把自己 和孙氏政权绑在一起 实现了他们利益的一体化 那么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他们也要保卫东吴 蜀汉则相反 刘备 诸葛亮 不但没有实施蜀人治蜀 实现自己政权的益州化 反倒不断将益州 士族底层化 边缘化 在刘备 诸葛亮的统治下 益州士族 政治上受排挤 经济上受盘剥 法律上受制裁 仕途上 看不到希望 与蜀汉政权 不但不是同路人 反倒可能是 对立面 在这种情况下 蜀汉政权的领导人 再优秀 再鞠躬尽瘁 再以身作则 都是没有用的 益州士族 不可能像江东士族那样 保家卫国 只会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 袖手旁观 冷嘲热讽 甚至幸灾乐祸 理应外合 利益 决定了一周 士族的整体取向 这里面 不能说 没有诸葛亮的责任 诸葛亮过高地 估计了 他政治理想的 号召力 他不知道 此刻的曹魏 已非当年的曹魏 兴富汉士 也早就成为 过时的口号 因为对于 士族地主阶级来说 实行了九品观人法的曹魏 比东汉还好 他们为什么 还要兴富汉士 反倒是坚持 汉出制度的蜀汉 完全没有了吸引力 因此 益州士族 不会真正支持 诸葛亮的政治理想 和建国方略 他们要做的事情 只有一件 那就是等待曹魏 来解放他们 以便实现他们的理想 我们知道 那就是 蜀人治蜀 加九品观人 益州士族的这个理想 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这个趋势告诉我们 士族地主 终将登上历史舞台 成为中华帝国的统治阶级 曹丕那里 已经这样做了 孙权那里 也在做 所以 曹丕的魏 已不是曹操的魏 后期的吴 也不是前期的吴 他们都在魏 尽做准备 反潮流的是蜀汉 于是 就有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 司马仕的晋 执行的是 门右曹丕的曹丕路线 儒家士族路线 诸葛亮的蜀 执行的却是 门右曹操的曹操路线 法家韩族路线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法家韩族路线 无法战胜儒家士族路线 因此 三国终将归于晋 晋是不是 就比魏 属无好 未必 在这里 没有个人好物 也不做价值判断 只是说出历史事实 这样一来 我们对攻心联 就可以重新解读了 我的解读是 倘若能够从根本上做通 一周土著集团的思想工作 能攻心 他们的不安之心 就会消除 反侧自消 并不一定要通过对外战争 来解决国内问题 从古之兵非好战 如果不明白 士族地主 终将成为统治阶级的天下大事 不审视 即便公平执法 也会左右为难 宽言皆悟 这是后来制蜀的人 要充分注意的 后来制蜀要深思 显然 这里并无对武侯的不敬之处 相反给予了充分的历史之同情 说得再明确一些 所谓宽言皆悟 并非批评诸葛亮执法不公 而是说 由于他坚持的政治理想计 不合时宜 又不对一周士族的心思 结果 便宽也不是 言也不是 这样一种评价 如果也被说成是 把矛头对准诸葛亮 那就只能理解为 故意找茬了 实际上 作为个人 诸葛亮身上 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我曾总结了他的四种精神 心系天下的国事精神 审时度事的务实精神 鞠躬尽瘁的负责精神 公正联名的法治精神 这难道是贬低 是故意做翻案文章 但是 我们重读历史 不能一味歌功颂德 更应该总结教训 那么 蜀汉政权 有没有历史教训 有其中之一 就是由于连年战争 而人民甚苦 据三国制 薛宗传 裴松之助引 汉进春秋 当时出使蜀国的薛许 回国以后 就对孙修说 我看蜀国是差不多了 为什么呢 走进他们的朝堂 听不到正义的声音 入其朝不闻正言 走进他们的田野 看不见健康的脸色 惊奇野民皆菜色 另一个名叫张涕的人 也在邓爱和中会 刚刚出兵的时候 断定蜀汉必将灭亡 理由之一 就是当局穷兵独武 完荣独武 人民苦不堪言 民疲足弊 他的话 记载在三国制 孙浩传 裴松之助引 襄阳记中 也记载在 资质通鉴中 如果说薛许和张涕是无人 其言不足为训 那么 蜀国自己的统计数字 总能说明问题吧 据三国制 后主传 裴松之助引蜀记 刘善投降时 蜀国有民28万户 94万人 而军队有10万 官吏则有4万 也就是说 平均每9个人 就要养活一个士兵 每7户 就要供奉一个官吏 蜀国人民 实在是负担不起了 这种状况 并不能只由刘善 和姜维来买单 也为他们执行的 正是诸葛亮的政治遗嘱 无疑 诸葛亮坚持北伐 自有他不得已之处 我在以公为首一级中 已经给予充分的 历史之同情 其中之一 便是 小国更要图强 用华阳国制 留后主制的话说 就是 以若为强 有可自保 或如王夫之的 独通见论所说 一方面通过战争 来保存自己 巩固已存 另一方面通过战争 来寻求机会 带失以近 所以 对此 不能简单否定 但因此 造成了人民甚苦的现状 却也是事实 当然 由于诸葛亮 以身作则 蜀汉官员总体上 是比较连接的 由于诸葛亮 依法治国 蜀国的治安 也是相当好的 陈寿为之 道不时宜 强不轻弱 风化肃然 尽诸葛亮几表 但我们要记住 这种状况 是靠战时军事管理的 方法造就的 未必可持续发展 而老百姓更关心的 还是自己 能否吃饱肚子 那么 前面说的这些 是赵帆的意思吗 这就不知道了 赵帆先生 早已做谷 我们没法求证 但我以为 这并不要紧 赵帆写 宫心连 原本就是借骨论金 我写此文 已不过借题发挥 只要事情说清楚了 原意不原意的 也就不再重要 重要的 是如何看待历史 因此 不妨将宫心连 略改数字云 能宫心 则一律自消 从古之书 非好变 不审视 即褒贬皆物 后来治学 要深思 不知诸位 以为然否 小太宗 与大败局 痴呆尔 成了小太宗 江河日下的 晚唐之事 居然冒出个 小李世民来 大约是谁 都没有想到的 他 就是唐宣宗 宣宗李臣 是大唐王朝 道属第五位皇帝 其后 史一宗 西宗昭宗 和哀帝 史家对这位 末世天子 评价相当之高 资质通鉴说 宣宗性明察审断 用法无私 从鉴如流 众习观赏 恭谨节俭 惠爱民物 故大宗之政 其余唐王 仁思永之 未知 小太宗 旧唐书的说法 就更夸张 倒是宣宗执政以后 一之日权豪敛计 二之日奸臣卫法 三之日昏四设计 换句话说 宣宗皇帝登基没几天 就把权贵 奸宁和宦官 全都镇住了 结果 自然是 行政不烂 贤能效用 于是五湖四海 如沐春风 官民朝野 一片赞颂 颂声在路 这 难道还不是 小太宗 然而 这位小李市民 却原本是不可能当皇帝的 宣宗原名李仪 是宣宗皇帝李淳的第十三个儿子 宣宗身强力壮 精力旺盛 生命不息 作爱不止 十六岁生下长载邓王李宁以后 二十七年间 居然生了二十个皇子 十八位公主 李仪 就是其中之一 当皇帝之前 被封为光王 不过这位光王 却是庶出 他的生母正式 原本是官女 据传 还是宣宗平定李以之乱时的战利品 所以 宣宗在宣宗皇帝的二十个皇子中 地位并不高 成绩大位的是 哪里伦得到他 事实上 宣宗皇帝死后 继位的就是他的嫡子李衡 这就是穆宗 穆宗死后 继位的则是他的长子李战 这就是静宗 静宗死后 继位的是他的弟弟李昂 这就是文宗 文宗死后 继位的是他的弟弟李延 这就是武宗 宪宗传穆宗 穆宗传静宗 这叫 父死子祭 静宗传文宗 文宗传武宗 这叫 兄中弟吉 父死子祭最正规 兄中弟吉也对付 然而宣宗 却是静宗文宗 武宗三任皇帝的叔叔 叔叔接替侄子 这算哪门子是 当然 这也不是完全说不过去 毕竟 武宗并威时 皇子还年幼 国赖长君 请出一位皇叔来 成前起后 也在情礼之中 麻烦在于 这位皇叔 是有问题的 什么方面有问题 智利 九堂叔的说法是 幼时宫中 以为不会 新堂叔的说法 委婉一些 加了一个货字 倒是 宫中货以为不会 资质通鉴 却不客气 改货为皆 静云宫中皆以为不会 其实 不会云云 已是春秋笔法 事实可能是 这位光王 被公认为痴呆 智障 至少也是弱智 这就太奇怪了 这样一个人 怎么可能当皇帝 就算当上了 又怎么可能成为 公认的英主 既然是英主 又为什么不能 挽救大唐 众所周知 宣宗辞世后42年 大唐帝国就灭亡了 对此 这位小太宗 究竟是该负责呢 还是不该负责 谜团实在太多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位传奇皇帝 看看他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霹雳手段 菩萨心肠 在朝城门的眼里 宣宗无疑是一个 严厉的君主 这一点 宰相马直 应该深有体会 马直是宣宗皇帝 钦典的宰相 准确地说 是宰相之一 也为唐代宰相 是人数不定的一群人 最多的时候十几个 最少的时候两三个 但凡有资格参加 正式堂会议的 都是宰相 叫做同中书门下三品 或同中书门下平章士 马直 就是在大中元年 公元847年 以本官同平章士 得以参加正式堂会议 成为宰相的 然而三年后 马直却被罢相 原因 是他接受了一件礼物 送礼物的人 叫马元智 是个宦官 官居神策军 左军中尉 礼物 则是宣宗御赐的 一条御代 这当然是 马元智的不是 皇上所赐 岂能随便送人 马直也昏了头 居然佩戴在身 去上朝 结果被宣宗认住 此事让宣宗极为震怒 也为他最忌讳的 就是朝臣 与宦官的勾结 这两人倒好 不但攀附 来往 认同宗 还将御赐之物 私相授授 这还了得 但是 宣宗心里也有数 本朝自得宗 真元年间后 作为天子警卫队 之左右神策军的兵权 实际上就掌握在 由宦官担任的中尉手里 这些人 不但关系到皇上的安危 而且在关键时刻 还可以费力皇帝 宣宗自己 就是被马元智等人 拥戴上台的 如果为了一件小事 就收拾马元智 行吗 不行 皇帝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却也只能拿马智开刀 于是 宣宗在第二天 就下令取消马智的宰相资格 同时立即逮捕其亲信董谋 交于使台 监察部 讯问 结果 自然是 尽得智与元智交通之状 于是皇帝昭告天下 再贬马智为常州四世 杀鸡景侯 敲山镇虎 不动声色 却又迅雷不及掩耳 宣宗皇帝这一系列动作 让朝野看得目瞪口呆 马元智辈固然各自收敛 不敢张狂 朝臣们也都各自谨慎 不敢怠慢 因为谁都看得出 当今圣上 可不是个好糊弄的主 也不是个心词手软的主 宣宗确实很像一个皇帝 也很会当皇帝 他是把帝国的正事 当作神圣的事业来对待的 对于朝政 他的态度 岂止是认真 简直就是虔诚 比方说 接到大臣的奏章 一定要焚香洗手 然后才阅读 每次临朝 无论事物何等繁杂 脸上也永无眷容 结果 尽管在御前会议上 皇帝陛下总是客客气气 彬彬有礼 也虚心那剑 从善如流 非常开明的样子 群臣仍然觉得他 威严不可仰视 宰相灵胡桃甚至说 我在朝廷十年 最受恩宠 但每次在炎英殿奏事 没有一回不是汗流加倍 其实 这恐怕 也是所有臣聊的 共同感受 资质通鉴说 有一次朝会 讲完正事 宣宗忽然轻松愉快地说 哈哈 可以说点闲话了吧 于是 便家长里短地聊起来 等到群臣紧张的心情 刚刚放松 准备君臣同乐事 宣宗忽然正色 严肃地说 众卿好自为之 朕最担心的 就是诸位辜负了朕 那可就再也没有 这么好玩的事 只怕是面都见不着了 说完 便起身退朝回宫 一任殿中 猝不及防的大小陈宫 自己去细细玩味 这样具有戏剧性的事 时有发生 大中十二年 公元八百五十八年 十月 建州刺史 于延龄赴任前 入京必辞 宣宗问他 建州距离京师 有多远呢 于党 八千里 宣宗说 不要以为八千里很远 此刻接前陛下 你我之间 就有一万里 你到任之后 行政是好是坏 朕都清楚 你明白吗 于延龄当时就吓得魂飞魄散 与无伦次 经宣宗好言劝慰 才算恢复正常 但是 这位可以翻脸不认人的 铁外皇帝 却还有内心柔软的另一面 比如前朝有位姓王的才人 皇帝的嫔妃之一 正四品 其实是被武宗逼死的 也为王才人宠冠后庭 还差一点被立为皇后 因宰相李德玉反对而畏国 所以武宗病重的时候 便问他 朕死之后 你打算怎么样 王才人说 远从陛下与九泉 武宗就递给他一条丝巾 王才人在武宗驾崩后 也只好自意 宣宗登基不久 听说此事 十分同情 但人死不能复活 便赠王才人贵妃称号 地位仅次于皇后 葬在了端陵的百城之内 又比如 大中二年 公元八百四十八年 十一月 驸马郑浩的弟弟 郑病重 宣宗派人前去探视 得知公主居然在慈恩寺 关系场 宣宗大怒 立即把公主召回宫中 痛斥说 哪有小叔子生病 做嫂子的不去探望 反倒去看戏的 公主流泪谢罪 然后乖乖地回到政府 再比如 大中八年 公元八百五十四年 九月 宣宗派出宣赵的谋使者 在路过边远贫困地区驿站时 以为贤炳太粗糙 竟把毅力打得出血 宣宗接到地方官员举报 痛斥这个赤使说 深山之中 这样的饭食 有哪里是容易得到的 于是 将此人发配去守灵 这三件事 有一个共同之处 即贫妃之于皇帝 士族之于皇家 屹立之于赤使 都要算是弱势 而宣宗 却站在他们一边 至少 表面上看 是如此 那么 这又是为什么 天子本是苦孩子 同情弱者 可能与宣宗的身世有关 宣宗作为宣宗皇帝的儿子 又被册封为光王 还是穆宗皇帝的弟弟 靖宗文宗 武宗三朝皇帝的叔叔 照例说 应该比现在许多官二代 还要牛 然而 至少在文武两朝 这位王爷和皇叔 却很可能备受欺辱 甚至被人谋害 有一条史料说 武宗曾派人绑架了 他的这个叔叔 扔在厕所粪坑里 被宦官仇宫武救出 另一条史料说 在一次马球游戏中 武宗示意让光叔坠马而死 也被宦官仇室梁遮阳过去 还有一条史料说 在一次血液的游行中 光王莫名其妙地掉下马来 昏倒在雪地里 无人果问 差一点冻死 这几条史料 因为被认为彼望无稽 而不载入资质通鉴 但司马光要在资质通鉴 考议中特别加以说明 则大约因为这些说法 已经流传甚广 影响颇大 何况资质通鉴 也不得不承认两个事实 一个是文宗姓十六宅宴吉 好又其言以为细效 另一个是武宗有所不离 十六宅是当时诸王居住的地方 文宗武宗和宣宗 当皇帝之前都在那里住过 做皇帝之后 也常常回到那里 看来文宗和武宗 回十六宅与诸王聚会时 拿他们那位光王叔叔寻开心 大约是保留节目 态度自然是极为无理 原因则当然是因为光王痴呆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当年的光王 及后来的宣宗 不但不痴呆 简直就英明过人 这就有了一个疑问 既然并不痴呆 为什么要装成弱智 有人说是韬慧 这同样有问题 宗法社会 子已母贵 一个卑贱宫女生的皇子 宫中又皆以为不会 能有什么竞争力 又会有谁 把他看作潜在的威胁 何况他的哥哥穆宗 早就接了他父亲 宪宗皇帝的班 穆宗之后 继位的又是他的侄子 而且一而再 再而三 静宗之后是文宗 文宗之后是武宗 这个时候 他这个早就过了气的王爷 还有什么可争的 既然没有什么可争的 那他还掏什么光 养什么慧 莫非真有神明 在暗中告诉他 你迟早有一天 会当皇帝 更何况 如果韬慧之说成立 那么 武宗的谋害和暗算 就也应该是事实 事实上 如果没人暗算 光王就用不着韬慧 同样 如果不对地位构成威胁 武宗也犯不着谋害 而且 就算武宗有戒心 静宗和文宗的时代 光王为什么也要韬慧 还有 既然武宗已经看穿光王 为什么还要拿他当痴呆耍 如果说 武宗是在试探 为什么又穷追不舍 屡下毒手 莫非是防患于未然 宁可错杀一千 也不放过一个 这些疑团 大约 也只能留给后人去猜测遐想了 但可以肯定 无论是被视为弱智 而备受欺辱 还是被视为掏毁 而遭人谋害 当年的光王 在文宗和武宗的时代 总归是弱者 好在 十年的媳妇 敖成婆 光王终于贵为天子 这是他的幸运 这位熬出头的媳妇 并没有像某些新婆婆那样 用对媳妇的加倍虐待 来找回心理上的平衡 反倒对弱者表示出同情 这是大唐臣民的幸运 是的 幸运 这一点 我们以后还要再说 总之 我们现在无法确切地知道 光王李仪在献宗去世之后 自己登基之前 是怎样度过墓 静闻 五这四朝 共二十七年的艰难岁月 但可以肯定两点 第一 当着朱帝朱王 皇亲国妻的命 他什么话都不说 即便文宗他们 在十六宅的聚会上 千方百计 逗他说话 拿他开涮 他也面无表情 沉默地像个聋哑人 第二 他一定去了很多地方 见了很多人 听到了很多故事 因此深知事态的炎梁 人情的冷暖 民间的疾苦 比方说 他居然知道在边缘贫困地区 有口饭吃就不容易 这就完全不像一个养尊处优的王子或王爷 结果 宣宗在处理事务时 就比他的父兄和侄子高明 既讲政治又讲人情 就说前面讲过的公主与驸马的家事 没错 小叔子病重 做嫂子的却去看戏 是不像话 但弄得圣上龙颜大怒 亲自管教 也似乎小题大做 然而 这事的背后 却有着深刻的原因 我们知道 由于帝国政治的需要 从魏晋到隋唐 皇家都非常重视与士族的联姻 可惜这事 一直就是剃头的担子 只有一头热 皇家积极主动 士族并不热心 万寿公土的驸马正好 就一百个不乐意 所以 宣宗得知公主 居然如此没心没肺 第一反应 就是溃然常叹说 我总怪士大夫 不愿意跟我们家联姻 看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呀 显然 宣宗训斥外寿公主 其实并非同情弱者 而是出于政治的考量 这就是 维持皇家与士族的联姻 但宣宗的做法 却很高明 既然是家务事 那就按照家规处理 做儿媳的 就该孝敬温姑 做嫂子的 就该有爱兄弟 即便金枝玉叶 也不例外 这当然是一种姿态 然而效果很好 从此 其他皇亲国妻 凤子龙孙 也都谨守礼法 夹起尾巴做人 谁都不敢端架子摆谱 可惜 皇帝只管得了自家 管不了士族 驸马郑浩对于自己的婚姻 就一直不满意 而且迁怒于 带皇上择序的宰相 白敏忠 大中五年 公元八百五十一年 三月 白敏忠以宰相身份 出使前线 临行时对宣宗说 郑浩对臣 恨之入骨 臣在政府 郑士堂 他奈何不了臣 臣出使在外 他一定会告臣的刁壮 臣恐怕死定了 宣宗听了 却呵呵一笑 这是 朕早就知道了 爱卿为什么现在才说 然后交给白敏忠一个盒子 里面都是正号告状的文书 宣宗说 这个盒子你拿去吧 朕要是信这个 还能重用你到今天 世事动明 皆学问 人情练达是文章 宣宗是个明白人 苍茫大帝 谁主臣服 然而 宣宗能够当上皇帝 却是因为被认为弱智 本朝自宣宗皇帝被谋杀之日起 谁当天子 就实际上是宦官说了算 比如穆宗 虽然已被立为太子 但如果没有宦官王守成 继位的就可能是他的哥哥李王李运 当然 李运的背后也有宦官之士 只不过是另一帮派 又在内讧中失败了 武宗的情况则相反 是因为仇世良一派宦官得势 废掉了另一派宦官之士的太子 才当上皇帝的 文宗的登基也一样 因为两派宦官争权夺利 王守成这派打败了刘克明那派 皇帝才不是将王李悟 而是他将王李昂 总之穆宗文宗和武宗当了皇帝 其实是宦官与宦官斗争的结果 说来说去 还是宦官当家做主 只有静宗的继位是个例外 不过宦官为了拥立皇帝 自己的损失并不小 何况宦官能够费力 却不能代替 天子还得皇家的人当 这就没谱了 比如文宗居然打算剿灭宦官 这才有了甘露之变 宦官们也只好把他软禁起来 又比如静宗 简直是个魔王 喜怒无常 为非作歹 宦官们动辄得救 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最后只好把他杀掉 仔细想想 这可真不是格式 所以 会昌六年 公元八百四十六年 三月二十三日 武宗弥留之际 宫中那些主室的大宦官 几乎没有片刻犹豫 就选定了十六宅的光王 做接班人 在他们看来 让这样一位傻乎乎的爷们 坐在龙椅上 起码不必再担惊受怕 至于朝臣 尽管惊诧错愕 却也无可奈何 一代英主小太宗 就这样因为他的痴呆 而走到了前台 这可真是帝国的惆怅 事实证明 宦官们这回是既看走了眼 又打错了算盘 宣宗不但不痴呆 反倒很有剿灭宦官的想法 据资质通鉴 宣宗曾以讨论诗歌为名 赵汉林学士 唯傲进攻 平退左右 悄悄地问他 近来朝野的舆论 认为宦官的权势如何 唯傲回答 陛下天威独断 非前朝可比 宣宗闭着眼睛摇头说 片面 片面 危险依然存在 又问 一清之鉴 该怎么办 唯傲说 依靠朝臣和外官 未必保险 甘露之变 文宗联络朝臣和外官剿灭宦官 反被宦官所致 就是 前车之鉴 不如在宦官当中 选择德才兼备者 与之密谋 或许靠得住 宣宗听了摇头说 这是下策 朕太了解他们了 这些人 从不入流 七八品升到四五品 一个个都感恩戴德 一旦升到三品 马上就狼狈为奸 同流合污 跟原先那些人打成一片 怎么靠得住 这话 恐怕只说对了一半 唯傲的办法行不通 哪里只是靠不靠得住的问题 靠得住又怎么样 无非这一伙换成了另一伙 笑面虎替代了野心狼 还是换汤不换药 宣宗要做的事情 是要根本改变宦官干政的局面 这样的事 哪里能靠宦官 于是宣宗要宰相灵狐桃想办法 而灵狐桃的办法是 慢慢来 灵狐桃密奏说 只要有罪不赦免 有缺不地补 天长日久 宦官们的力量 就会越来越小 直至一干二净 显然 唯傲的主意是馊主意 灵狐桃的办法是 没办法 当然 如果宣宗皇帝 能够外寿无疆 这办法 也未必不是办法 可惜 这只是一厢情愿 大中十三年 公元八百五十九年 八月七日 宣宗撒手人寰 而且 跟他前面好几位皇帝一样 也是死于非命 说起来 宛唐的皇帝 也是大成问题 他们一个个 几乎都不得好死 静宗 是被宦官杀死的 文宗 是被宦官弃死的 穆宗和武宗 是欲求长生不老 服药过量毒死的 这几个皇帝的副祖 献宗最糟糕 是因为服用丹药 而变得暴虐 被不堪忍受的宦官杀死的 可以说是 既死于宦官 也死于丹药 这实在是 阴间不远 然而宣宗 却未能免俗 他 也是服药中毒而死 宣宗一死 以王宗时为首的 一派宦官立即动作 又从十六宅里 拖出一位 据说是皇长宅的运王 立为皇帝 这就是一宗 这可是一个 宦官们喜欢的皇帝 他除了吃喝玩乐 什么正经事都不会做 在位的年头 却比宣宗还长 依照侍法 温柔贤善 就叫做一 一宗对谁温柔贤善呢 宦官吧 贤通十四年 公元八百七十三年 七月十六日 一宗病重不省人事 这一回 宦官们的事情 就做得更绝 皇帝几个年长的儿子 都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接班的是个十二岁的娃娃李轩 这就是西宗 这位皇帝也更绝 干脆管宦官田令姿 叫阿富 实际上 西宗也是个可怜宠 他享年不过二十七 流亡在外 倒有两次 一次是广明元年 公元八百八十年 躲避皇朝 往成都跑 一次是光启元年 公元八百八十五年 躲避李克用 往汉中跑 依照释法 小心未计就叫做西 西宗怕谁呢 除了反贼 不知 还有没有宦官 更可怜的 是西宗的弟弟昭宗李业 昭宗其实是想振作一番 有所作为的 最后却落入野心家朱泉中 也就是后来的后梁太祖朱华 守中并被试杀 这是天赋四年 公元九百零四年 但是 离大唐帝国的正式灭亡 只有三年 顺便说一句 昭宗也是宦官所立 毫无疑问 这绝不是宣宗的遗愿 更不是他希望看到的结局 事实上 宣宗原本是看中三子魁王李兹的 可惜 宣宗驾崩之日 支持魁王的一派 在宫廷斗争中举措失当 一败涂地 而宣宗自己 又一命呜呼 鞭长莫及 但这绝不等于宣宗没有责任 如果他早立魁王为太子 事情或许就不会这样 那么 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皇帝也要守王法 宣宗不立太子 与他的执政理念 和执政风格有关 我们知道 对于帝国而言 所谓政治 无非就是秩序和人事 这两条 有相互关联 人用对了 秩序 就得以维持 秩序竟然 则用人 也错不到哪里去 反之 失人则失序 失序亦失人 这是王朝治乱兴亡的 经验教训 这就 一要靠君主英明 二要靠制度保证 相比较而言 制度又更重要 制度健全 君主弱一点 问题也不大 甚至更好 也为君主太强势 往往不愿意受制于制度 也常常会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来 比如汉武帝 就一而再 再而三地破坏制度 所以 法家甚至希望君主无能无趣 无能无趣 才能无为 君无为 则臣自为 人不治 则法来治 国家机器自行运转 帝国才能常治久安 不过 再好的法 也要人来执行 何况帝国之法 原本就是 王法 如果帝王带头乱法或王法 制度再好也没用 臣下和百姓也只能图换奈何 可惜 历朝历代的皇帝 只要不是傀儡 多少有点能耐 都难免乱法或王法 甚至喜欢法外加刑 或者 法外施恩 也为非如此 不足以体现至尊天子的绝对权威 这样看 只要一不乱法 二不王法 就要算是一个好君主了 宣宗 就做到了这一点 其实 宣宗也曾有过法外施恩的想法 大中六年 公元 八百五十二年 三月 宣宗下诏 赐给又位大将军郑光庄园 并免去其赋税 郑光 是宣宗生母郑氏的兄弟 不折不扣的国舅爷 何况郑氏原本只是宣宗皇帝的宫女 宣宗登基前 又是不遭人待见的痴呆儿 郑家应该并不赋予 宣宗希望给他们一点补贴 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 这事却遭到政府的抵制 政府 就是中书 门下两省的联席会议 也就是前面说过的 郑氏堂会议 唐代制度 皇帝的命令 如果不加盖中书门下 就不合法 当然 这个制度 以前也有人破坏 比如武则天 唐中宗 但这终究不对 所以 这一回 政府接到宣宗的赤书 便依法予以驳回 中书门下的回奏说 税议之法 天下皆同 陛下曾屡发得因 遵遵教会臣等 执法一定要公平公正 公中野外 一律平等 此番独免正光赴税 似乎有为陛下此前圣意 事情虽小 关系甚大 这当然是 很不给皇帝面子 然而宣宗却欣然接受 他给政府回话说 朕提此意 无非考虑到正光 以原旧之尊 国欺之贵 总得有些不同寻常的优异待遇 现在看来 倒是朕考虑不周了 何况亲戚之间 瓜田里下 难免逊思嫌疑 也难免招人勿议 清等若非真心爱我 哪里会有如此佳言 凡事如果都能这样 天下 又何仇不至 朕愿与众卿共勉 另行尽职 善事善终 宣宗此举 可谓不乱法 另一件事 则可谓不亡法 这是同样发生在正光身上 时间则是在大中十年 公元八百五十六年 这年五月 宣宗任命汉林学士 公部侍郎 建设部副部长 维奥维经兆尹 首都长安市市长 维奥为人正直 雷厉风行 刚一上任 权贵豪强 都纷纷夹起尾巴 维奥又查得 正光的庄园 多年欠缴税还 管家的态度 还极其蛮横无礼 前面说过 正光免税之意 是被政府驳回的 宣宗也认可 于是维奥 就将正光管家 捉拿归案 正光闻讯 当然要走 正太后的后门 宣宗便在 盐英殿 召见维奥 询问此事 宣宗问 爱卿打算如何处置 维奥的回答 很干脆 法办 宣宗说 可是正光 很喜欢这管家 怎么办呢 维奥说 陛下将臣 从朝廷调到长安 就是为了清理 经济的击毙 使之真正成为 守善之躯 正光的管家 长期偷税漏税 已是国家的杜虫 如果居然逍遥法外 那就是陛下之法 只实行于 弱势群体了 这样的圣旨 臣不敢听命 宣宗说 你说得很对 道理也是这样 可是正光那里 朕也不好交代 要不 爱卿将那罪人 痛打一顿 饶他不死 你开行吗 维奥说 既然如此 臣不敢不奉赵 不过 也请陛下批准 什么时候正光 把欠税补足 臣什么时候放人 宣宗听了 高兴地说 当然可以 朕因为正光 妨碍了你执法 非常惭愧 实话实说 我读史书至此 也不能不畏之 叹服 我不知道正光的管家 在抗税的时候 有没有说过 我爸是李刚之类的话 但维奥肯定知道 他爸是李刚 宣宗就更不用说 他自己就是李刚 是大唐帝国最大的李刚 然而怎么样呢 维奥并不管 那斯的后台是李刚 还是正光 宣宗这个最大的李刚 也只能请求执法官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从轻发落 还要再三道歉 表示 输以为愧 想想现在 就真不知道 是谁该惭愧了 当然 传统社会 毕竟是一个人情社会 情面也不能完全不讲 尤其是宣宗与正太后 原本都是苦命人 那份特殊的情感 岂能去怀 因此 宣宗登基后 对他的母亲十分孝敬 竟不居别宫 朝夕奉养 对舅舅郑光 也尽量给予照顾 可惜郑光不争气 宣宗跟他讨论政事 他却应对笔钱 宣宗只好给待遇 不给职权 安排他一个贤职 甚至 哪怕太后不断唠叨说 郑光佳贫 宣宗也宁肯私下里 给他钱财 却绝不唯以重任 执法如山 从箭如流 坚持原则 又适当照顾 宣宗确实是难得的好皇帝 危险的政治 不过 皇帝太好 也麻烦 大中九年 公元八百五十五年 淮州四史 一直空缺 宣宗给政府写了张条子 上面有个人名 李军氏 宰相们看了一头雾水 不知这李军氏 是何方神圣 如何进入圣上法眼 李军氏本人 也障而合上 摸不着头脑 不知自己为什么 莫名其妙升了官 直到李军氏进宫 念圣词行 谜底才揭穿 原来 李军氏本是 李全宪令 宣宗打猎的时候 看见父老乡亲们 在寺庙里烧香磕头 求佛祖保佑李军氏 留任李全 因此知道他是好官 这才有了钦点之事 京阳县令李行严 也是被宣宗在打猎时发现 从而晋升为海州刺史的 而且 李行严升官比李军氏还早 是在大中八年 公元八百五十四年 只不过那次宣宗遇到的 是一个乔夫 宣宗问那乔夫是哪里人 打约京阳 又问县令是谁 打约李行严 再问为政如何 打约死心严 乔夫说 县令抓了几个强盗 神策军的人来要 李县令居然不给 还把他们都杀了 宣宗马上就记住了李行严 回宫以后 又把他的名字写下来 贴在寝殿的柱子上 等到李行严升任海州刺史时 宣宗又赐他金鱼带 和紫色官服 李行严谢恩帝 宣宗问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李行严答约不知 宣宗就让左右 把殿柱上的纸条拿给他看 这才恍然大悟 李全和京阳 都属于京兆 京兆的县令 级别是正六品 刺史 正四品 唐代官服 七品浅绿 六品深绿 五品浅飞 四品深飞 三品以上 才能依子 从县令升到刺史 由绿变飞 这就成了红人 如果还要刺子依 岂非红的发子 一个基层官员 因为偶然的机缘 被至尊天子发现赏识 就脱颖而出 扶摇直上 甚至享受高干待遇 这就不能算是正常 只能叫做侥幸 对此 朝臣们自然会有看法 大中十二年 公元八百五十八年 十一月 兵部侍郎 国防部副部长 郑四品 蒋申跟宣宗单独谈话时 就在不经意间冒出了一句 最近大家都觉得 官位好像很容易得到 因此上上下下 都心存侥幸 宣宗吓了一跳 是这样吗 那可就乱了 蒋申赶快打圆场 乱倒没乱 只是侥幸之人多了 就算乱 也不是难 宣宗大为赞赏 称赞不宜 蒋申起身告辞 宣宗又再三挽留 爱卿再做做吧 以后你我君臣 怕是不能再单独见面了 蒋申听了 不得其解 其实宣宗的意思很清楚 就是打算拜蒋申为相 也为唐代的规矩 宰相 国务委员 只能在阎英殿一世时 集体面见皇上 反倒是兵部侍郎 这样的次对官 可以单独跟皇帝见面 果然没过多久 蒋申同屏章式 哈 这实在太具有戏剧性 简直就是小说 电视剧的情节 为其如此 才有问题 治国毕竟不是演戏 朝廷也不是剧场 国事倘若渐渐如此 政治也就成了儿戏 事实上 平淡无奇 才是太平之事 波澜不惊 才能长治久安 政局 还是不要太戏剧化的好 何况由皇帝来过问 安排人士 也未必就靠得住 那个被宣宗亲自敲打 调教的剑州刺史 于延龄 最后还不是因为不称职 又被贬为富州司马 再说了 事无巨细 都是皇帝公亲 大小官员 都由皇帝指定 要宰相干什么 要六部干什么 但宣宗就好这一口 他甚至想把帝国 所有的官员都管起来 大中二年 公元八百四十八年 二月 宣宗曾为此事 咨询汉林学士 灵胡桃 灵胡桃说 六品以下的人数太多 宰相都管不过来 只能由吏不管 宣宗就让宰相 开出五品以上官员名单 放在书案上经常查阅 看来宣宗是恨不得 亲自担任组织部长了 实在当不了 就退而求其次 盯住五品以上的 他规定 所有周刺史在复任之前 都要跟他面谈 聆听胜讯 大中十二年 公元八百五十八年 有个刺史转任他周时 没有进京面胜 宣宗问宰相 灵胡桃是怎么回事 灵胡桃说 也为两周相邻 进京要绕路 就没让他来 宣宗说 朕要求新任刺史 必须面君 是因为害怕 用飞骑人 危害百姓 这才不厌其烦 一一见面 问清他们的施政纲领 考察他们的品质优劣 何况诏令既已颁布 就该另行禁止 怎么能不当回事 讲完这些道理 宣宗又话里有话地 说了一句 你们宰相 可真有权呢 我们不知道宣宗说这话时的语气 是声色俱利 还是半开玩笑 但任何官员听了 都会觉得五雷轰顶 据说 当时虽是鼠酒寒天 灵胡桃却大汗淋漓 重重求医都湿透了 由此可见 宣宗虽然赞成法治 却更喜欢人质 尤其喜欢大权独揽 前纲独断的一人政治 这其实距离独裁 只有一步之遥 当然宣宗还算开明 但是再开明 其权威也不容挑战 权力 就更是不容分享 难怪大中二年 公元八百四十八年 五月周辞拜相 向维傲征求意见 维傲给出的建议 竟是远向公无权 这就把帝国的前途命运 都维系在一个人身上了 无疑 这种维系是脆弱的 事实上 在世袭的皇帝中 出现一两个所谓民主 只不过是帝国臣民的幸运 这样的幸运 历史不可能一再赋予我们 相反 严重后果倒可能有两个 一是人亡正习 二是后继无人 历史证明 这两条在宣宗去世后 都得到了应验 显然 这其实是一种危险的政治 至于为什么不立太子 宣宗在大中十年 公元八百五十六年 一月回答宰相裴修的敦促时 便已经一语道破天机 若见太子 则朕遂为贤人 没错 执掌朝政这十三年 宣宗是没贤着 但他应该知道 自己总会有贤下来的时候 而且会永远贤下去 也许 他不会这样想 一个不顾前车之鉴 坚持要吃长生不老药的人 怎么会想到那一天呢 变法帮了腐败的忙 读宋史 变法破在眉睫 公元1067年 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 这一年正月 36岁的宋英宗病逝 法定的接班人 皇太子赵虚成事大统当了皇帝 视为宋神宗 当然 神宗是他的妙号 死了以后才叫的 在世的时候 我们大约只能唤他一生 当今圣上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 前面五任是太祖赵匡印 太宗赵光义 真宗赵衡 人宗赵真和英宗赵蜀 此后 则还有三任皇帝 即哲宗赵旭 徽宗赵旗和亲宗赵还 这时 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 算是步入中年 而新皇帝却很年轻 庆历八年 公元1048年 出生的赵旭 此刻正好20岁 年轻人血气方刚 总是想做些事情的 宋神宗也不例外 于是 便有了著名的 西宁变法 变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 三把火的头一把 因为它是从赵旭登基的 第二年 即西宁元年 公元1068年 开始的 因此叫 西宁变法 后面的两把火 则是元丰年间的 逮制 改革官制和兵制 和用兵 进攻西夏 看来赵旭这哥们 确实是一个 很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 只不过他的作为 似乎效果都不怎么好 变法是一再受阻 节节败退 对西夏用兵 更是次次惨败 因此赵旭死后 得到的妙号 竟是神宗 据释法 民无能名曰神 也就是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意思 历史上叫做神宗的 还有一位明代的 万历皇帝朱义军 但万历皇帝 是在位四十多年 不理朝政 什么事情都不做的 竟然和这位 独断专任 大刀阔斧的赵旭 享用同一个妙号 这也真是让人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不过话又说回来 宋神宗的变法 倒也不是自寻烦恼 无是生非 为政绩而政绩 变法是有道理的 甚至可以说是 有远见着实的 我们知道 一个成熟的王朝 如果顺顺当当地 延续了上百年 那就几乎一定会出问题 因为历代王朝 实行的政治制度 及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 其合理性 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 社会成员 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 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 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 而且需要一个 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 朝廷或权力象征 皇帝 一旦富裕起来 不贫穷 强盛起来 不落后 或贫富拉开差距 贫穷落后不普遍 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 突破规模 麻烦也就接踵而至 宋史实获志说 长平忌久 户口遂增 兵级亦广 利元亦重 佛老外国 好度中土 县官之费 数倍于西 百姓亦烧纵止 而上下使困于裁矣 也就是说 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 人口就会大幅度增长 开支也会大幅度增加 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 二是官场越来越臃肿 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 这些都要增加费用 何况富裕起来以后 要求也不同于钱 不但官员的排场越来越大 就连民众的生活也渐渐奢侈 财政岂能不成问题 与此相反 行政的效率则越来越低 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弱 也为长平日久 忧患全无 朝野上下 慵懒疲软 得过且过 不思进取 悉宁年间的情况 便正是如此 五个宰相副宰相 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 曾公亮老气横丘 复辟称定求退 唐界不久辞世 召变教苦连天 使人讽刺说 这五个人刚好是生老病死苦 这种暮气沉沉的状况 并非大宋特有 其实也是所有百年老殿的通病 因此 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 动乱的风烟 便已悄然升起 帝国的丧钟 也已悄然响起 只是 大家看不见 也听不见 他们看见听见的 是形式大好 是歌舞升平 是云里地成双凤雀 雨中春树万人家 是 锦城司馆日纷纷 半入江峰半入云 但等到霓裳一曲千锋上 舞破中原始下来时 就后悔莫及了 大唐便是这样 宋神宗显然不愿意 看到这种结局 事实上 当时的情况 也不容乐观 据清人赵义念二史 炸记引卢策所言 宋仁宗黄佑年间 国家财政收入3900万 支出1300万 占收入的三分之一 宋英宗至平年间 国家财政收入4400万 支出880万 占收入的五分之一 而到了神宗的悉宁年间 收入虽达5060万 但支出也是5060万 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 如此说来 赵虚的国库 岂不等于是空的 支出增长的原因很多 按照宋史实货制的说法 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辽夏威胁 长期作战 岁费弥家 这一条其实包括两项 即军费和岁费 所谓岁费 就是大宋每年送给辽国和西夏 用来购买和平的钱 这些钱不但年年要给 而且不断增加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除非能把辽国和西夏灭了 不过宋王朝显然没有这个能耐 不被他们灭掉就是万幸 但买来的和平并不可靠 所以军费和岁费一样 也是有增无减 二是募兵易广 宗是翻眼 利元岁增 这同样是没有办法的事 因为你不可能不让人口增长 更不能不让皇亲国妻 凤子龙孙们生儿育女 于是 只好相应增加管理的人员和机构 增加职务和官位 结果 陆里奉刺 从而增广 其三就是 制度问题了 宋代实行的 是中书 书密 三司 各自为政的制度 中书就是中书省 管行政 书密就是书密院 管军事 三司就是户部 度支 掩铁 管财政 据宋史石货制记载 早在宋仁宗制和年间 建官范震 就看出了这个制度的问题 范震上书说 中书主民 书密主兵 三司主裁 各不相知 结果 国库早已空虚 书密院却还在招兵买马 财义会 而书密院 义兵不已 人民早已贫穷 财政部 还在横征暴敛 民已困 而三司 取财不已 中书省知道民众的情况 却无法制止 书密院的征兵 和财政部的聚敛 当然没有办法的 因为这种制度 原本就是为了削减项权 加强皇权 哪个皇帝肯改 实际上 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 本身就有问题 从黄佑到西宁 不过二十年光景 财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 在当时的条件下 经济增长 哪有这样的速度 显而易见 是加重人民负担所致 支出的增长速度 就更成问题 净达百分之三十八以上 如此入不敷出 王朝哪里还能支持得住 何况神宗 还是个志向非凡的人 他自幼便痛心于 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 交信于国家的财政紧促 和朝廷的萎靡不振 恨不得一夜之间 就让自己的王朝 振作强大起来 他多次对陈辽说 天下必是至多 不可不格 又说 国之要者 理财为先 人财为本 问题是 到哪里去找 既敢于改革 又善于理财的人呢 他想到了王安石 王安石 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 王安石 天资聪慧 博学多才 读书过目不忘 作文动笔如飞 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 和满腹经纶 他在二十二岁那年 即庆历二年 公元一零四二年 考中进士第四名 从此踏上仕途 与众不同的是 少年得志的他 既没有得意忘形 也没有飞黄腾达 更没有上蹿下跳 结交权贵 为自己谋取高位 从宋仁宗庆历二年 到宋英宗置平四年 二十五年间 王安石 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 国家的命运与前途 宋使王安石传说 他果于自用 凯然有脚势变俗之志 这个志向和这些思考 曾促使他给仁宗皇帝 上过万言书 史家认为 这份万言书 其实就是他后来 实施变法的 纲领性文件 后安石当国 其所注措 大抵皆足此书 万言书交上去以后 就没有了下文 王安石明白 改革时机未到 于是 他一次次谢绝了 朝廷的任命 继续在地方官刃上 韬光养晦 并种他的试验田 王安石谢绝这些任命 也并不容易 因为当时的舆论 是以金陵 即王安石 不做执政委屈 朝廷也屡屡欲比以美观 只怕他不肯接受 为换其不就也 有一次 官府派人 将委任状送上门去 王安石照例不肯接受 宋信人只好跪下来求的 王安石躲进厕所里 宋信人则将委任状 放在桌上就走 却又被王安石追上退还 在王安石看来 做不做官 以及做什么官都并不要紧 要紧的是能不能做事 如果在朝廷做大官 而不能做事 那就宁肯在地方上 做一个能做事的小官 在宋神宗成绩大统之前 王安石确实更愿意做地方官 他考中晋士以后 曾分配到淮南当判官 照规矩 任期期满后 可以通过提交论文的方式 在京师谋一个体面的官职 许宪文求是管职 王安石却不这样做 安石独佛 又调任银县当县长 在银县任上 他起地宴 绝碑堂 为水陆之力 实实在在地为民败事 更重要的是 他还代鼓与民出息一场 比心臣相逸 一人变之 这其实就是他后来 变法的预言了 这样一来 当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 王安石就已经有了 足够的思想 理论和实践准备 正因为如此 当王安石与宋神宗 君臣相遇时 他就能胸有成竹地 侃侃而谈了 西宁元年四月 神宗问王安石 要治国何为先 王答 则述为先 神宗又问 你看唐太宗怎么样 这时 身为汉林学士的王安石 居然回答说 要做就做姚舜 做什么唐太宗呢 这当然很对神宗的胃口 不过这时 神宗还很犹豫 他还要继续考察 看看这个口出狂言的中年人 究竟是不是自己 寻觅已久的人选 直到王安石 已认参之正式 副宰相 的西宁二年 在君臣双方一次金殿对策后 宋神宗才下定决心 锐意革新 例行变法 并由王安石 来主持这项工作 神宗的决策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道理之一 就是 王安石 至虽大而财不输 在这次金殿对策时 神宗曾问王安石 说大家都说你只懂理论 胆知经术 不懂实践 不小事物 是不是这样 王安石回答说 理论原本就是指导实践的 经术正所以经事物 只因为后世所谓理论家 都是庸人 这才弄得大家都以为 理论不能用于实践了 这很在理 也是实情 但神宗仍不放心 又问 然则倾所施设以何先 王安石打 贬风俗 立法度 正方金之所及也 至此 君臣二人的思想 完全取得了一致 宋神宗圣意已定 改革变法 非君莫属 王安石也当仁不让 当今之事 舍我其谁也 王安石没有说假话 只要不带任何 先入为主的偏见 就不难看出 他的心法不但有道理 而且也是可行的 王安石的心法 可分为四类 一是救济农村的 如清苗法 水利法 二是智力财政的 如方田法 君税法 三是二者兼顾的 如免疫法 世易法 军书法 四是整治军备的 如治将法 保甲法 保麻法 这些心法 如果不走样地得到实行 神宗皇帝 昭斯木响的富国强兵 重振朝纲 就不再是梦想 就说免疫法 免疫法是针对 差役法的改革 差役也叫利益 姚役 公役 其实就是义务劳动 这是税收 钱粮 以外的征收 本疫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 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 便以其劳力代支 但这样一来 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 老百姓 就不但要出钱 付税 还要出力 姚役 实在是不堪重负 事实上 宋代的利益 种类 也实在太多 有保管公务之意 有都收赋税之意 有追捕盗贼之意 有传递命令之意 不胜美举 人民群众自然也就不胜其烦 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 麻烦在于 正如宋史石祸志所说 亦有轻重劳逸之不齐 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 因此成平日久 便坚伪滋生 有钱有势的 进身人家 服轻易或不服役 沉重的负担 全部落在 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 这些人平时 都有中日忙碌的 生产劳动 服役太多 则生计无拙 于是 为了规避众议 一般民众 土地不敢多耕 而避户等 怕被评为大户人家 骨肉不敢一聚 而但人丁 怕被评为人多之户 他们 或双母改嫁 亲族分居 或弃田与人 以免上等 或非命求死 依旧丹丁 丹丁免疫 甚至铤而走险 不得已而为盗贼 这对于农业生产 和社会安定 当然都十分不利 王安时的办法 是改派议为故意 即民众将其应付之意 折合成免疫前交给官府 由官府雇人服役 这样做有三个好处 第一 农民出钱不出力 不耽误生产 第二 所有人一律出钱 原来不服役的官户 四贯出一半 叫注意钱 比较公道 第三 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 社会上的闲散人员 则多了一条生路 两全其美 所以 后来废除免疫法 恢复差异法时 就连所谓救党中人也不以为然 苏氏就说 免疫 差异 各有利弊 咒罢免疫 而行差异 怕不容易 范淳人也说 差异一事 应当缓刑 可见此法是得人心的 其实免疫法 是当时所能想出的最好办法 当然 治本之法 是彻底免除利益 但这并不可能做到 而能够想到 以故意代派疫 以免疫前代付劳疫 我们已经不得不惊叹 王安石观念的超前了 也为这种办法 用现代语言来表述 就是 货币化福疫 类似于今天的货币化分房 只不过两者的目的不同而已 但思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看来 王安石的变法方案 并非一时冲动 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他相当科学 而且至少在理论上 是可行的 最高当局的决心也很大 并为此专门设立了 类似于国家提改委的 变法领导机构 制制三司条立司 为己 军书清苗 水利 免疫 事役 方田 军税 保甲 宝马诸法 相继出台 一场关乎国运兴衰 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 在全国铺开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 都没有想到 这次改革 不但阻力重重 而且一败涂地 针锋相对 反对变法的头号人物 是司马光 司马光 也不是等贤人物 他的文章道德 都足以和王安石 相抗衡 王安石生活简朴 司马光不喜奢迷 文喜燕独不带花 王安石才高八斗 司马光学赴武车 驻有资质通鉴 王安石忠心耿耿 司马光忧国忧民 王安石勇于认识 司马光敢于直演 王安石上过万言书 司马光也上过三杂子 一论君德 二论玉晨 三论简君 可见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 也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 还有一点也很相同 即他们都不是空头理论家 也都不是书呆子 在处理具体政治事务时 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来 宋仁宗保元年间 枢密副使旁集出之兵州 任司马光为通派 当时河西粮田常常为西夏财士 并构成对河东的威胁 司马光便建议在临州 珠宝防御 同时招募农民耕种这些粮田 这样 不但无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 国家的边防也得到了加强 种地的农民多了 粮价就会下跌 这又能平抑河东的物价 也免得要从远处运送军粮 正可谓一箭四雕 这样一种屯肯戍边的方案 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 某些心法相比美的 所以 司马光和王安石 都是国家的动粮之财 他们两个相对抗 那可真是其逢对手 降与粮财 但这只是就所谓 新旧粮党的领袖人物而言 要说他们的党羽 就不成比例了 王安石这边多为小人 比如他的得力干将 吕慧卿就是 吕慧卿是王安石 着力培养提拔的人 变法一史就在制制三司条理司 担任实际工作 是这个国家提改委的常委 甚至常务副主任 以后又和另一个新党重要人物 韩将并为王安石的 坑卡二将 史人称韩将为心法的传法杀门 称吕慧卿为心法的护法善神 但就是这个吕慧卿 为了自己能够大权独揽 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烦时 落井下石 诬陷王安石 参与谋反 可惜这个罪名实在太过荒谬 因此王安石罢相以后 又恢复了相位 吕慧卿贼心不死 又将王安石写给自己的一些 私人信件抛出 写这些信的时候 王安石处于对吕慧卿的信任 写了不要让皇上知道 无始上知 的字样 这是有欺君嫌疑的 比胡锋的那些私人信件性质 还严重 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待不下去了 于是辞去官职 并从此告别政坛 这个吕慧卿 难道不是小人 旧党这边 却是人才济济 司马光 欧阳修 苏东坡 各个都是重量级人物 其余如文彦博 韩琪 范纯仁 以军为一时之选 更重要的是 他们原本也都是改革派 比如书密使文彦博 就曾与司马光的恩师旁级一起 貌似进行过军事制度的改革 韩琪则和范纯仁的父亲 范仲淹一起 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实行过新政 而且 从某种意义上说 范仲淹的新政 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 事实上 正如南宋陈亮所言 那个时期的明士们 常唤法治不变 没有什么人是保守派 只不过 王安石一当政 他们就做不成改革派了 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么 原本同为改革派 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旧两党 他们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在动机与效果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 在他看来 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 并坚持不屑 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因此 面对朝中大臣 一次又一次的劫难 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 天便不足位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序 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 王安石甚至扬言 当世人不知我 后世人当谢我 由此信念 他理直气壮 他信心百倍 他无所畏惧 的确 王安石的变法 具有独断专行 不计后果的特征 西宁四年 公元1071年 开封之府韩维报告说 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 竟有截止断腕者 宋神宗问王安石 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 这是靠不住 就算靠得住 也没什么了不起 那些士大夫 尚且不能理解新法 何况老百姓 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 便委婉地说 民言和而听之则胜 亦不可不畏也 但王安石显然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 就连士大夫的意见 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 什么民意民心之类 就更加无足挂齿 即便民众的利益 受到一些损失 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 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 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 弄得他重判亲离 朝中那些大臣 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 如韩伟 女公柱 有的原本是他的建筑 如文彦博 欧阳修 有的原本是他的领导 如富碧 韩琪 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 如范振 司马光 但因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 便被他全部赶出朝廷 吸排斥不一力 司马光处于朋友情分 三次写信予以劝谏 希望他能听听不同意见 王安石则是看见一条薄一条 如此执迷不悟 司马光只好和他分道扬镳 前面说过 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 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 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 实际上北宋时期的旧党 和晚清时期的徐童 刚毅之流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 后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 前者却是明白人 正因为是明白人 就不能只图一时痛快 不考虑实际效果 可以肯定地说 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 司马光比王安石 看得更清楚 更透彻 这是他主张 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 不要以为变法就好 有好的变法 有不好的变法 前者催生国富民强 后者导致国破家亡 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 也不能看动机 只能看效果 然而王安石变法的效果 实在是不佳 甚至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 新法的本意 是民赴国强 结果却是民怨沸腾 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 一千多人 集体进京上访 在王安石住宅前 闹市的事情 就连一个被王安石 讲业提拔的 看守城门的小官郑霞 也在西宁七年 公元1074年 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 进城天子御览 郑霞同时还附了一道奏书 说微臣在城门上 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 拂邪塞道 至妻玉子 斩桑拆屋 横死街头 实在是忍无可忍 因此恳请皇上 罢费害民之法 严万幸垂死之命 而且郑霞还诅咒发誓 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 十日之内不下雨 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 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事件 让神宗大为震惊 据说他官徒以后心如刀脚 一夜不眠 两宫太后 太皇太后和皇太后 甚至声泪俱下地说 安时乱天下 这不能不让皇帝动心 毕竟天下大汉 已整整十个月 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 于是下诏暂停清苗 免税 方田 保甲八项新法 照下三日之后 天降大雨 看情历解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 因此只能视为小说家言 孤望听之 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 却是事实 最后背着扰民和剧脸的恶名 走向惨败也是必然 但这种结果 又实在未免太具悲剧性 不但宋神宗和王安石想不通 我们也想不通 那么 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 难道他的心法真有问题 并非如此 事与愿违 西宁变法的失败 宋神宗和王安石无疑都有责任 宋神宗太急功近利 急于求成 王安石则太固执己见 一意孤行 但就事论事 就法论法 这些心法本身却并无大错 他们无意不是出自良好的愿望 甚至是狠替农民作响的 这次变法 不该是这个结果 就说 清苗法 平心而论 清苗法应该是心法中 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 我们知道 一年当中 农民最苦的是春天 那时 秋粮已经吃完 夏粮尚未收获 正所谓清皇不皆 但换一个角度看 这时农民 有其实是有钱有粮的 这个钱粮 就是地里的清苗 只是不能兑现而已 于是那些 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 就在这个时候 借钱借粮给农民 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 加息偿还 利息当然是很高的 是一种高利贷 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 因为有地里的清苗作为担保 是一种抵押贷款 当然 如果遇到自然灾害 颗粒无收 农民就只好卖地了 土地的兼并 便由死而生 所谓清苗法 说白了 就是由国家替代富户 来发放这种抵押贷款 即在每年清皇不皆时 由官府向农民提供贷款 秋后再连本代息一并归还 锁定的利息 自然叫富户为低 这样做的好处 是可以催肩并 既贫乏 既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 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这当然是两全其美的事 至少 在王安石他们看来 农民向官府借贷 总比向地主借好 靠得住 也少受剥削 农民向官府还贷 也总比还给地主好 还给地主 肥了私人 还给官府 付了国家 农民没有增加负担 国家却增加了收入 这难道不是好办法 实行清苗法所需的经费 也不成问题 因为各地都有长平仓和广汇仓 我们知道 农业帝国以农为本 以粮为刚 而农业生产靠天吃饭 每年的收成并不一样 封年古建商农 灾年古贵商民 这就要靠政府来平易物价 也就是说 封年古建 政府必须拿一笔钱出来 平价收购粮食 储存于官方粮库 等到灾年古贵时 再平价卖给百姓 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兼商 囤积居旗投机倒把 做到物价长平 公私两立 这个办法 就叫长平法 专门用来储存平易物价制粮食的仓库 就叫长平仓 在现代 是属于粮食部门和物价部门主管的事情 至于广汇仓 则是用于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 始建于宋仁宗家幼二年 公元1057年 当时 由于地主死亡 无人继承等原因 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 这些土地 历来由官府自行出售 书密使韩琪却建议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 所得田租专款专用 专门用来救济境内老弱病残和救灾 这就是广汇仓 在现代 是属于民政部门主管的事情 王安时的办法 是变长平法为清苗法 即将长平仓和广汇仓卖出沉迷的钱 用来做青黄不结实的抵押贷款 这也是一箭多雕的 青黄不结实 粮价非涨 买出仓内沉股 可以平易物价 此其一 买粮所得之资 可以用于贷款 此其二 平价粮食和抵押贷款 都能救济农民 此其三 国家凭此贷款 可以获得利息 此其四 当然 建商富豪受到抑制 农民负担得以减轻 也是好处之一 总之 青苗贷款利息较低 农民负担得起 所卖原本是 库中尘粮 国家负担不重 何况官府借出余粮 可解农民燃眉之急 秋后收回利息 可增王朝国库之资 这难道不是公私两立 难怪王安石会夸下海口 我不用增加付税 也能增加国库收入 民不加付 而国用足 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 却极其可怕 首先利息并不低 王安石定的标准 是年息二分 即贷款一万 借其一年 利息二千 这其实已经很高了 而各地还要加码 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 春季发放一次贷款 半年后就收回 取利二分 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 半年后又收回 再取利二分 结果贷款一万 借其一年 利息四千 原本应该充分考虑 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 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 而且由于执行不一 有些地方利息之高 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 利息高不说 手续还麻烦 过去 农民向地主贷款 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 现在向官府贷款 先要申请 后要审批 最后要还贷 道道手续 都要求人脱情 给虚利牙役交好处费 每过一道程序 就被贪官污吏 敲诈勒索 从中盘剥一回 这还是手续简便的 如果繁琐一点 则不知要交费几何 农民身上有多少毛 惊得起他们这样拔 更可怕的是 为了推行新政 王安石给全国各地 都下达了贷款指标 规定各州各县 每年必须贷出多少 这样一来 地方官就只好硬性贪派了 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 还照例有层层加码 于是不但贫下中农 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 地主也得奉旨贷款 不贷是不行的 因为贷款已然立法 你不贷款就是犯法 结果 老百姓增加了负担 地方官增加了收入 而且他们的寻租 又多了一个旗号 可以假改革之名 行腐败之实了 改革帮了腐败的忙 这恐怕是王安石 始料所未及的吧 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 害怕改革 不 他们不害怕改革 也不害怕不改革 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 什么事情都不做 无为而至 如果无为而至 他们就没有理由 也没有办法捞钱了 相反 只要朝廷有动作 他们就有办法 倒不在乎这动作是改革 还是别的什么 比方说 朝廷要征兵 他们就收征兵费 要扫黄 他们就收扫黄费 要办学 他们就收办学费 要剿匪 他们就收剿匪费 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 他们就趁机燕过拔毛 何况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 原本就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这样一种改革 说得好听叫理财 说得不好听就只能叫聚脸 我们知道 在当时的条件下 国民生产总值 基本上是一个常数 财富不藏于国 即藏于民 国库里的钱多了 老百姓手里的钱就少了 变法以后 神宗新建的32座内殿库房堆满卷段 只好再造库房 但这些财富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 显然不是 正如司马光所言 不取诸民 将焉取之 也许 这便正是所谓保守派 主张渐进式改革 甚至暂不改革的原因之一 据宋史石祸志记载 在变法之初 司马光就对神宗皇帝明确指出 国用不足 再用度太奢 赏赐不洁 宗室繁多 官职容烂 军律不经 显然 这都是政治问题 不是经济问题 更不是技术问题 因此 改革必定是一个系统工程 当然只能从长计议 甚至在我们看来 这些问题 根本就解决不了 难怪司马光要说 必须陛下与梁府大臣 及三思官吏 深思旧币之术 摩以岁月 书记有效 非于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剪 像王安石那样蛮干 岂有不失败的道理 成败与道德无关 变法的失败 是王安石万万没有想到的 平心而论 王安石确实是中国历史上 为数不多的几个 既有热情 又有头脑的改革者之一 为了改革 他担经节律刻进职守 不但弄得身心交瘁重判亲离 而且搭上了爱子的性命 因吕慧卿故发病而死 何况如前所述 他的心法都是身思熟虑 且立国立民的 保守派执政以后 心法接连被废 此官在家的王安石文讯 均漠然无语 直到宋哲宗元又元年 公元1086年3月 废除免疫法的消息传到江宁 他才愕然说道 也罢到这个吗 创立此法 我和先帝 此时神宗已去世 讨乐了两年之久 实在是已经考虑得很完善了呀 然而大事已去 无可挽回 谁也帮不上他的忙 一个月后 王安石忧病而死 一代伟人暴汗而终 但他的影响 却并不因此而消失 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 更加显得耐人寻味 王安石 不可避免地成了后世 议论最多 也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 这说明改革 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 其中就包括改革者 自己的身家性命 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 身后是非 争论起先 赵立停留在道德的层面上 道德的谴责 在变法之初就开始了 早在司马光之前 御史忠诚 相当于部长及国家监察部副部长 吕慧就曾上书弹劾王安石说的 大奸四中 大宁四县 外是蒲野 中藏巧诈 网上欺下 闻言是非 误天下苍生 御史 监察部干部 刘奇等人 则只是负责实行新法的薛相等人 是小人 这种谴责 甚至发展为 人身攻击 比如苏寻就专门写了 变监论一文 指桑骂怀的说现在有的人 实指王安石 嘴上讲着孔子老子的话 口颂孔老之言 好像做着薄一书奇的事 身履一旗之事 为人处事却不尽人情 穿醉人衣 衣尘鲁之衣 吃猪狗饭 使犬至之时 把自己弄得像个囚犯 囚首丧面 居然还恬不知耻地高谈阔论 而谈诗书 这样的人 难道不是大奸逆 尽管这篇文章 未必就是苏寻所作 但它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 对王安石的厌恶 却是事实 当然 诸如此类的道德攻击 从来就不会只是单方面的 王安石同样攻击司马光 是 外托魔上 直言见证 知名 内怀附下 收买人心 知识 所言尽害政之事 所语尽害政之人 这就无异于说司马光两面三刀 是朝廷的害群之马了 因此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事实上 王安石固然被说成大奸大恶 而且人神共愤 和他合作主持改革的新党 韩将 吕慧清等 则被称作西风小人 西宁和原封都是王安石当朝时的年号 但司马光等人在失事以后 也被说成是 袁佑兼党 袁佑是折宗于太后听政时的年号 而且人数多达120人 以后又扩大到309人 他们的姓名被镌刻在石碑上 遍布全国周县 以便军民人等名辩中邪 至于先前被骂的狗血喷头的王安石 则配祥孔庙 成为孔孟以外的第三个圣人 其实王安石和司马光 都既不是奸命 也不是小人 他们的个人品质 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 应该说都是过硬的 王安石 质朴 节俭 博学 多才 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 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做教子不纳妾 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 为了推行新政 王安石当然要打击 排斥 倾其反对派 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 从不罗知罪名陷害对手 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 甚至 当屋台失案发生时 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 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 直言 岂有盛事 而杀财是乎 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 但两人毕竟长期政见不合 苏东坡也毕竟是因攻击新政而离获的 王安石 却能摒弃私见 主持公道 这岂是小人之所作为 更何况当时不但苏氏本人已驱打成招 就连他的许多亲朋好友也都浸入寒蝉 而王安石这时 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 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 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 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在家乡舔尸伤口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能为苏氏说话 就不仅不是小人 而且是高风亮节了 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 和正派人的品格 他只反对王安石的政策 不否定王安石的为人 反倒说 借府文章结议 过人处甚多 王安石去世后 卧病在床的司马光 更建议朝廷后家赠序 司马光说 借府无他 但执拗而 赠序之典 以后大在 这应该说是 实事求是的 苏东坡则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 写诗给他 说 从公已决十年迟 而且在戴宋哲宗所拟的赤书中 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 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 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 西式之义人 秉称他 名高一时 学贯千载 志足以达其道 便足以行其言 归伪之文 足以早是万物 卓觉之行 足以风动四方 这又岂是小人之所作为 事实上 在我看来 敌对双方如此相处 不仅是道德高尚 而且是政治文明 在我读书不多的印象中 似乎只有宋 才能做到这一点 东汉的党固 晚唐的党争 明末燕党 与东林党人的斗争 可都是刀光剑影 血雨腥风的 这无疑与宋代的政策有关 大宋王朝自建国之日起 便实行优代士大夫的基本国策 官奉之高 又居历代之首 因此士大夫们的日子 大都过得十分滋润 无论在朝在野 在京师在周县 都幽容贤士 自得其乐 否则欧阳修 岂能写得出罪翁廷记 左官之余 还能从事学术研究 和文学创作 学而优则是 事而优则学 做学问有闲暇 或有余便去做官 做官有闲暇 或有余便做学问 的说法 用在宋人身上 是很合适的 由此便形成了一个 堪称精神贵族的 士大夫阶层 既然是精神贵族 自然废恶泼赖 同样 既然是 学而优则事 事而优则学 则不难人才辈出 并惺惺相惜 因敬畏学术而敬重对方 因此 一个有着自己 独特道德规范 和行为规范 相对独立于 政治的知识分子阶层 是政治文明的 重要前提 一旦知识分子 丧失独立人格 不再是精神贵族 并由此产生 道德的堕落 政治文明 就会成为稀有之物 可惜当时的体制 未能为这种政治文明 提供一个制度平台 正如王同龄先生 《中国史》 第三篇第七章所言 彼时之精师 又非如今是 立宪国之有国会 荣多是以驰骋之余地也 的确 大宋王朝 如果实行的是 共和制度 王安石上台 司马光再也相助 司马光执政 王安石善意监督 那么变法也好 或者别的什么政策也好 又岂能是 前面所说的那种结果 实际上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 既非如反对派所说 是因为小人乱政 也非如改革派所说 是因为小人坏法 而是因为缺少相应的 制度平台和文化环境 为了说明这一点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 王安石的新法 教训所在 前面说过 王安石许多新法的本意 是要公私两利的 轻描法如此 示意法和军书法也一样 西宁五年 公元1072年 一个名叫魏继宗的平民尚书说 经师百货所居 事无常驾 富户奸商便趁机进行控制 谋取暴利 吃亏的自然是老百姓 因此他建议设置 长平示意司来管理市场 物价低时增价收购 物价高时减价出售 则商旅已通 国用已足 这就是 示意法的起因 具体办法 是由朝廷设立示意司 拨款100万贯为本 控制商业贸易 这个办法 和长平法一样 也是动用国家力量 来平抑物价 当然示意司 也不是专做亏本生意 也是要盈利的 只不过并不谋取暴利而已 比方说 富户奸商一文钱买进 二文钱卖出 示意司 则一文钱买进 一文半买出 盈利虽不算多 也能充盈国库 再加上官府财大气粗 控制了市场 物价的波动就不会太大 军书法的用意也是好的 我们知道 在王朝时代 地方上每年都要向中央运送财物 以供国家必要之需 这就是所谓书 书送的品种和数量 当然也都有一定之规 这就有弊病 比如同一个地方 有时年成好 有时不好 同一种东西 有的地方贵 有的地方不贵 这原本是很正常的 但如果按照老办法 则不管封年灾年 价贵价件 输送的品种和数量 都不准改变 当然并不合理 王安时的办法 是便发运为军书 即拨款五百万贯 另加三百万弹米 为本 由朝廷任命的发运使 来统筹上贡之事 以便喜贵旧贱 用尽一元 也就是哪里的东西便宜 就在哪里购买 国库里面剩余的物资 则由发运使 卖到物价高的地区去 这样两头都有差价 多出来的钱 就成为国家财政的 又一项收入 这个办法 也可以说就是 便地方供奉为中央采购 观念也够超前的 但这样一来 所谓发运使衙门 就变成了一家 最大的国营企业 而且是垄断企业了 其实青苗 事业两法的问题 也正在于此 青苗法是 衙门做银行 事业法则是 衙门做商店 兼做银行 因为事业司 不但做买卖 还兼做贷款 商人以产业为抵押 五人互保 和一项事业司借钱 或奢务 年系二份 于是事业司 和发运使衙门 还有发放 青苗贷款的 周府县府 便都既是衙门 又是企业 公司 或银行 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 政府部门办企业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何况王安石的办法 还不是政府部门办企业 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 结果自然只能是为腐败 大开方便之门 当时代理开封府推官的苏氏 就说军书法必端甚多 不书领路 唯费以后 此其一 非粮不受 非会不行 此其二 于是官买之价 必贵于民 集其卖也 必负如钱 因此他断言 朝廷只怕连本钱都收不回 就算保有所获 也不会比向商人征税来得多 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 官岛的是怎么回事 也都知道官方 政府或国企 采购是怎么回事 那可真是不买对的 只买贵的 不是品牌不要 非粮不受 没有回扣不买 非会不行 所以官方采购 贵于民间采购 也就不足为奇 至于官方经商 就更是有百币无一利 事实上 所谓示意司 后来就变成了 最大的投机倒把商 他们的任务 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 但实际上 却专门抢购紧俏物资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完成 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 也才能从中余力 中保私囊 显然 在这一点上 所谓保守派的意见 其实是对的 商业贸易 只能是民间的事 官方经商 必定祸国殃民 清淼法的问题 同样如此 清淼法不是办法不好 而是不该由官方贷款 不难设想 当时如果有多家 可以竞争的商业银行 来发放贷款 又有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 来解决经济纠纷 朝廷不过进行宏观控制 比如规定利息 不得超过二分 则清淼法的实施 就绝不会弄得天下汹汹 民怨沸腾 贪官污吏 也就无法将改革 变成腐败的良机 其实 不但贷款 税收 也可以照此办理 中国历代王朝 即便实行低税制度 但因人口众多 集业成求 也很可观 这些税收 有银钱 也有实物 但取之于民 却未必能够用之于民 甚至未必能够用之于朝廷 西汉景帝末年 朝廷所藏的铜钱 积累到几百万万 串钱的绳子腐烂 散钱遍地 无人收拾 朝廷所藏的粮食 心就累积 无处堆放 只好任其没变 宋神宗靠王安石 新法复国强兵 三十二座内殿库房堆满卷段 又再造库房堆积 如此之多的货币 如果交给银行打理 岂不是更可复国 如此之多的粮券 如果投放市场流通 岂不是更可复民 一旦出现问题 即交由法庭审理 岂不是更有效率 更加省心 但这完全不可能 因为多家竞争的商业银行 和独立司法的民事法庭 都只能是商业社会的产物 农业帝国是闻所未闻的 也是不可想象的 这就像朝野两党轮流坐庄 互相监督的共和制度 不可想象一样 因此 原本是好朋友的 王安石和司马光 便只好变成 你死我活 势不两立的死对头 在既无休止 又无效益的争论中 同归于尽 一个戴上西风小人的帽子 被千夫所指 一个背上 原有奸党的罪名 被后世妥骂 和王安石 司马光一起同归于尽的 还有大宋王朝 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 公元1085年和1086年 没多久 就发生了靖康之难 公元1127年初 正所谓 宋人议论未定 金人兵已过河 从西宁变法 到北宋王国 前前后后 也不过五六十年光景 宋神宗和王安石 不但未能挽回王朝的颓势 反倒加速了他的灭亡 其实 更具悲剧性的 可能还是司马光 因为王安石 虽然出师未竭 身先死 毕竟还能尝试英雄类满金 司马光 却只能背上保守派 和顽固派的骂名 甚至被骂做 最没有头脑的人 不错 司马光的资质通鉴 和司马迁的史迹 却是不可同日而语 此司马也不是比司马 但司马光 绝非没有头脑 甚至也未必就是 保守派和顽固派 就算是吧 如果能让他作为 在野党和反对派 在台下对王安石 进行批评和监督 不也可以纠正 王安石的一些错误吗 实际上 王安石的改革 如果能够稳健一些 无事也不至于弄得 那样民怨沸腾吗 杜牧的阿旁功夫 最后说 秦人不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见之 亦是后人 而父哀后人也 同样 如果我们今天 仍然只知道 以政治态度 改革与否 跨线 对历史和历史人物 进行道德层面上的批评 却不知道将九百多年前 那次改革的成败得失 引以为戒 那才真是哀莫大烟呢 荒唐的正义 独名史奸臣传 奸臣颜松 家境四十三年 公元一五六四年 十一月 是一代民间 颜松伤心难过的日子 就在这个月 他的儿子 颜世帆被人告发 以通窝谋反的罪名 逮捕下狱 这个罪名 如果成立 等待他的 将是身败名裂 家破人亡 颜松是 有名一代的艺术 一个不可多得的奸臣 明代的奸臣不多 新唐书做奸臣传 上下两卷 另有叛臣传 上下两卷 逆臣传 上中下三卷 宋史做奸臣传 多达四卷 另有叛臣传 上中下三卷 宁兴传一卷 明史的奸臣传 却只有一卷 当然 这并不等于说 大明的奸臣 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 因为明史 还有宁兴传 和燕党传 入此二传的 在一般人看来 也是奸臣 比如五宗朝的交方 身为阁臣 却与宦官刘瑾 狼狈为奸 沆瀣一气 怎么不是奸臣 然而入燕党传 又比如成祖朝的纪刚 专一刺探官民隐私 打小报告陷害他人 被残杀者不可胜数 又怎么不是奸臣 然而入宁兴传 明史认为 不能把小人都明之为奸 只有那些怯弄威饼 构结霍乱 动摇宗石 涂害忠良 心计巨恶 终身阴贼的 才是奸臣 像交方和纪刚那样的 便只好算作燕党和宁兴 这也并非没有道理 正如宠臣不等于权臣 小人也不等于奸人 小人是从来就有的 是所横有 奸臣就比较罕见 一代民奸更是珍稀动物 沈珠唐宋元明世代 堪称民间的唐代 只有一个礼林府 宋代多一点 蔡京 秦桂 贾四道 元代六大奸臣 一个都不知名 明的民间恐怕就是阎松 不屑随便找个人问问 问他明代最坏的人都有谁 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贤 就是这位阎阁老 当时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 要不就是两个人都榜上有名 要知道 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 阎松从来就是大白脸 当然 舞台上的事并不一定靠得住 曹操的大白脸就很冤枉 曹操不是奸臣 即便站在汉帝国的立场上看 也不是 在那个东汉王朝气数已尽 中央政权王刚截扭 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时代 如果不是曹操顶住 真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 那位末代皇帝 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场 所以曹操不是奸臣 至多是奸雄 甚至是英雄 阎松却不冤 也没人替他翻案 据名是奸臣转云 阎松其实并没有什么执政能力 无他才略 却很懂得怎样做一个奸臣 唯一一魅上 窃权枉利 他踏入官场以后 实际上 只做了四件事情 一是魅主 一是魅主 二是整人 三是弄权 四是索惠 早在他入阁拜相之前 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贿赂 成为当朝宰相后 更是结党营私 卖官欲绝 敲诈勒索 贪得无厌 嘉靖四十四年 公元一五六五年 八月 阎松家产被超 共超的黄金三万多两 白亿二百万两 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 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 房屋六千多间 以及无数的珍稀古丸 名人自画 阎松出身原本贫寒 这些财产是从哪里来的 当然是他窃权二十年间 父子二人搜刮来的 所以张居正说 阎松当国 其实是商骨在位 被阎松整垮整死的人 也很是不少 名史坚存 赚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 其中最有名的是 沈恋和杨继胜 这两个人 都是因为弹劾阎松 而被害死的 沈恋上书时 官职是锦衣卫经历 经历是个管文书档案的 七品之贸官 锦衣卫则是 明代著名的特务组织 相当于宪兵队 沈恋虽然在特务机关工作 却很正派 明史说他 为人刚直 饥饿如仇 沈恋的长官锦衣卫帅路饼 和阎松父子 关系很好 对沈恋也不错 善欲知 常常带他到 阎氏翻家去喝酒 然而沈恋 却不吃这一套 他痛恨阎松父子 为非作歹 祸国殃民 十十恶万 中至忍无可忍 在嘉靖三十年 共元一五五一年 尚书弹劾 痛斥严嵩 贪婪之性 急入高荒 于比之心 丸于铁石 欺上瞒下 以权谋私 排挤忠良 忠谋 则多方举之 任用奸拟 于产 则趋意隐之 以至于人皆似 严氏之爱物 而不知朝廷之恩威 这当然是捅了马蜂窝 于是严嵩勾结死党 捏造了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 将审恋杀害 可惜审恋杀不完 一个审恋倒下了 又一个审恋站起来 嘉靖三十二年 公元一五五三年 杨继胜 再次上书弹劾严嵩 杨继胜的官职 是兵部员外郎 和审恋一样 也是一个七品之马官 而且 杨继胜的攻势 比审恋还猛 审恋的奏书 列举了严嵩十大罪状 杨继胜则指出 严嵩不但有十罪 还有五奸 这五奸是 由于严嵩的奸诈狡猾 蒙蔽盛听 以至于陛下之左右 皆贼嵩之间谍 陛下之喉舌 乃贼嵩之鹰犬 陛下之爪牙 皆贼嵩之瓜葛 陛下之耳目 皆贼嵩之奴隶 陛下之陈公 皆贼嵩之心腹 这当然 又捅了马蜂窝 于是严嵩在 杨继胜的奏章里 找了个岔子 怂恿嘉靖下令 将其逮捕 不过嘉靖皇帝 虽然将杨继胜下狱问罪 却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 严嵩就又搞鬼 在另一件死刑案的 上报文件中 塞进杨继胜的名字 将其谋杀 严嵩是不是大奸臣 不过严嵩的有名 除最大恶极外 还以为他这个奸臣 当得有点不合时宜 名时所列奸臣 其时代不是在开国之初 如胡为庸 陈英 就是在亡国之际 如周延如 温体人 马是英 唯独严嵩不三不四 是在嘉靖一朝 嘉靖朝是个什么概念呢 明代十七朝十六帝 享过二百七十六年 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 登基的时候 一五二一年 上聚开国一百五十三年 下聚王国一百二十三年 正好在王朝的中间偏后一段 开国之初出现奸臣 是不奇怪的 因为那时制度还是草创 时局也不稳定 王国之际出现奸臣 也不奇怪 因为那时气数已尽 弊端丛生 然而嘉靖一朝 即便从他老人家驾崩那年算起 距离王国也还有七十八年 照理说 这可应该是天下无事 安享太平的时代 怎么会冷不丁地冒出个大奸臣来呢 何况明代的朝臣当中 也不该出奸臣 事实上 有明一代的特点 是皇帝多混账 而朝臣无大鳄 明代的皇帝 和历朝历代相比 是最差劲的 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 心狠手辣 杀人如麻 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 几乎被他赶尽杀绝 成祖永乐皇帝朱棣 残忍暴力 也是草菅人命 杀人如麻 还动不动下令将人犯 拖出去啄狗子吃了 或者下令将女犯轮奸 简直就是心理变态 仁宗洪熙皇帝朱高士 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 这两个算是不错 因此有所谓仁宣之志 可惜仁宗在位只有一年 宣宗在位也只有十年 况且宣宗还因为喜欢斗蟋蟀 而被称为促之天子 接下来 英宗朱祁镇 他有两个年号 正统和天顺 就开始出问题了 最大的问题 还不是做了俘虏 搞了复辟 杀了忠臣 而是开了宦官专政的先例 为大明王朝留下无穷后患 英宗的儿子 宪宗成化皇帝朱建身也很够呛 此宫宠信太监 迷恋福道 热衷于房中术 朝政颇为会乱 正说明朝十六帝一书 总结为三句话 一个贵妃 万娘娘 两个宦官 王侄梁芳 三庄毕正 西厂 黄庄 船奉官 不过 宪宗的儿子 孝宗洪智皇帝朱又棠 却是难得的明君 被认为可以和汉文帝 宋仁宗相提并论 可惜天不又大明 这个最温良恭敬让的皇帝 却有一个最韧性顽皮的儿子 他这个儿子 武宗正德皇帝朱后赵 堪称亘古第一婉主 而且 正是因为他的荒唐胡闹 害得孝宗这一戏段子绝孙 世宗家境皇帝 朱后总和奸臣严松 才得以粉末登场 以后便是一代不如一代 穆宗龙庆皇帝朱宰后 唯一的爱好是女人 最大的优点是无能 神宗万里皇帝朱义军 九色财忌 最生梦死 最擅长的是耍赖和霸潮 光宗太昌皇帝朱长洛 在位只有一个月 惹出的案子倒有三个 挺基案 红丸案 宜公案 此籍所谓明末三案 西宗天启皇帝朱游孝 其实是个文盲 他在位七年 完了七年积木 斗了七年西蟀 朝政全部交给另一个文盲 太监魏忠贤 等到他的弟弟 崇祯皇帝朱游简来收拾局面时 局面其实已不可收拾 只好亡国 当然 亡国也不能都怪前人 崇祯自己也有责任 崇祯的勤政自律固然超过前人 他的刚愎自用 极贤度能 喝喝猜忌 怕也史无前例 这里且不说他 明代皇帝如此差劲 国座为何还能延续如此之久呢 这是因为 自隋唐而宋元 经过七百多年探索 文官制度已经完善 官僚政治已经成熟 帝国的政权 其实是由士大夫阶层来支持的 这些人耕读为本 诗书传家 满脑子中军报国 一肚皮 修其置评 一旦进入官场 大都能各安其位 各司其职 尽心尽责 因此 国家机器 甚至在君主缺位的情况下 也能运转自如 也因此 尽管皇帝多混账 然而朝臣无大鳄 正如明史坚臣传所说 明代作恶多端的主要是太监 有名一代 巨坚大鳄 多出于四人内数 奸臣的出现 竟成为异术 求之外庭诸臣 盖意嫌疑 唯独家境一朝是个例外 唯士宗朝 燕焕连济 而严嵩父子继恶 贪得无厌 于是 就有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唯独家境一朝 燕焕连济 而奸臣崛起 或者说 为什么燕焕连济以后 奸臣就要崛起 这当然与家境其人有关 那么 家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依我看 是个混蛋 混蛋家境 家境是明代一个绕不过去的皇帝 在位时间很长 45年 仅次于他的孙子万历 神宗朱义军 在中国历史上排名也很靠前 历代皇帝在位的年头 康熙最长 61年 乾隆次之 60年 第三汉武帝 54年 第四名万历 48年 家境排在第五名 不过 家境在位时间虽长 政绩却乏善可陈 家境45年 公元1566年 2月 时任户部云南司主事的海瑞 向家境皇帝呈上了轰动朝野的直言天下第一世书 户部主事官阶正六品 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 在当时则是一个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职位 明代官制 户部有上书一人 正二品 相当于部长 侍郎二人 正三品 相当于副部长 这三个都叫唐官 由皇帝直接领导 部以下 设司 户部有十三个司 司的官员 有郎中 正五品 员外郎 从五品 和主事 正六品 都叫司官 再下面 则有一大群八品九品的拜师员 比如赵摩 简教之类 视为丽员 部里的工作 大事有唐官做主 小事有丽员张罗 司官的任务并不重 何况自名校宗洪志 家境的伯父 以来 智力私物的只有郎中一人 园外郎和主事 只在授官之日出席而已 实际上是闲拆 然而海瑞虽然级别不高 责任不重 事情不多 却未卑未敢忘忧国 对国家的命运前途 充满担忧 他在户部无所事事 就琢磨朝政 这一琢磨不要紧 海瑞发现 家境一朝的政治 竟然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 利贪官横 民不聊生 水汉无石 盗贼滋事 堪称一塌糊涂 而且天下的臣民 对家境皇帝也极其不满 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 甚至用他的年号来挖苦他 说什么家境家境 家家接境 堪称民怨沸腾 那么 事情为什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 究其所以 就因为家境这个皇帝不好 怎么个不好 昏贵多疑 心祸 刚毕残忍 磕断 自私虚荣 情篇 随便举个例子 家境四十四年 公元一五六五年 老头子病重 太医徐伟奉旨前往诊治 当时家境坐在小床上 龙袍垂地 徐伟迟疑不敢前进 家境问他为什么不走过来 徐伟说 皇上的龙袍在地上 臣不敢进 诊室完毕 家境就下了一道手照给内阁 表扬徐伟 家境说 徐伟的话 最能体现他对君父的钟爱之情 因为他说的是 皇上的龙袍在地上 而不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下 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家境说 区别很大 地上 人也 地下 鬼也 徐伟听到传达 当时就下出一身冷汗 地上地下 这在一般人那里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我们平时说话 也是地上地下不分 哪有那么多讲究 按照家境的逻辑 臣下一言不慎 岂不是就要招来灭顶之灾 家境要求臣下极其苛刻 对待自己却极其放纵 他这个皇帝 在位四十五年 到有半数以上年头 是不上朝的 他从家境十八年 公元一五三九年 岂就不是朝 从家境二十一年 公元一五四二年 岂就不进宫 干什么呢 躲在西院 修斋建教 整天和道士鬼混 而且他听信道士的鬼话 也不和皇后太子见面 也为据说 他们父子二人命相相克 所以海日认为 家境不但从政治的角度看 不是好皇帝 从伦理的角度看 也不是好父亲 好丈夫 如果拿君臣 父子 夫妇这三纲来衡量一下 就会发现 原本应该成为 全体臣民道德楷模的皇上 居然一纲都谈不上 任意怀疑 骂骂 屠杀臣辽 士不君 以猜疑诽谤 陆汝臣下 人以为薄于君臣 对亲生儿子 毫无教会养育 连面都不见 士不父 二王不相见 人以为薄于父子 与皇后分居 躲在西院炼丹 士不夫 乐西院而不反攻 人以为薄于夫妇 这样一个人 能把国家治理好 那才是多多怪事 实际上 嘉靖也无心治国 他最关心的 只有两件事情 或者说两个问题 一是怎样才能 最大限度地活够岁数 二是怎样才能 最大限度地玩够女人 只要能够实现 这两个目标 即便把整个帝国 都压上去 他也在所不惜 道士们 据说就能够帮助 嘉靖实现自己的理想 也为道教主张的 正是长生不老 甚至肉体非生 而且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更加妙不可言的是 道教养身之道的 有机组成部分 和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便正是所谓防中术 按照嘉靖宠信的 道士少元杰 陶仲文等人的理论 养生是不必节育的 相反 如果掌握了防中秘术 多次与童真处女性交 还能起到采阴补阳 延年易寿的作用 这实在是太对嘉靖的胃口了 对于他来说 长寿固然是重要的 但如果必须禁欲 活那么长 又有什么意思 现在好了 纵欲和养生 竟可以并行不备相得益彰 这真让皇帝陛下心花怒放 然而 这种以少女身体 为炼丹顶炉的采阴补阳 对于女性而言 无异于身心摧残 何况宫女们 还要黎明及其 在日出时分采集甘露 供嘉靖也用 还要向嘉靖提供出巢的精血 供她炼丹 这种由少女精血 中草药和矿物质炼成的红千丸 其实是一种壮阳药 内中含有从人尿 当然是同男同女的尿液 中体取的性激素 嘉靖服用以后 便要在这些少女身上 发泄受欲 这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终于在嘉靖21年 公元1542年 发生了人吟宫变 10月20日晚上 以杨金英行翠莲为首 十余名宫女决定谋杀嘉靖 而且差一点 就用黄陵布 把她在床上活活勒死 我们知道 谋反是要灭九族的 弑君也是要判寡刑的 所以许多宫卿将相 即便大权在握 也不敢轻易动此念头 何况手无寸铁的弱女子 不难想象 如果不是嘉靖太过荒淫暴力 他们断然不会铤而走险 谋杀皇帝的宫女 都被灵池处死 嘉靖却也有了一个借口 从此不回大内 皇上不住在宫里 自然也不上朝 于是 他便在西院外寿宫 安营扎寨 修斋建教 做起道士来 修斋建教也叫斋教 什么是斋教呢 就是建立道坛 斋戒沐浴 向神仙祈福 这时 必须向皇天上帝 乘奉奏奏章祝词 这个奏章祝词 通常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 叫青瓷 也叫绿章 这事道士是干不来的 得靠辞臣 最好的辞臣 自然是内阁大学士 我们知道 明清两代 是没有宰相的 皇帝一人身兼国家元首 和政府首脑 直接领导六部 这当然忙不过来 得有人写礼 写礼的部门就叫内阁 其实是秘书处 写礼的人就叫大学士 其实是高级秘书 不过 久而久之 六部离皇帝越来越远 内阁离皇帝越来越近 但有大事 皇帝往往向内阁捶寻 教六部执行 大学士就从制度上的秘书 变成了实际上的成像 因此 也可以打一个引号 称为宰相 这是我在好制度 坏制度一文中 已有说明 请参看 内阁大学士 既然原本是秘书 主要工作是替皇帝 批阅奏章起草文件 文字功夫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既然能够替皇帝 草拟诏书 自然也能够替皇帝 撰写清词 于是 以嘉靖的人生目标为中心 道士和阁臣开始分工合作 道士炮制春药 阁臣炮制清词 道士 煽风点火 阁臣武文弄墨 如此这般 嘉靖一朝的政治 岂能不乌烟瘴气 然而 内阁大学士们心甘情愿 这些家伙比谁都清楚 要想青云直上 就得讨好皇帝 要想荣华富贵 也得讨好皇帝 要想永保平安 还得讨好皇帝 皇上既然就好这一口 咱们又有的是时间精力聪明才智 何不奉献一点 所以嘉靖一朝的阁臣 不少都是写清词的好手 甚至除了撰写清词 其实不会别的 比如元伟 李春芳 后来还被称作清词宰相 总之 在嘉靖志向 要想出将入相 位及人臣 就必须是清词写手 阎松当然也不例外 阎松的清词 也是写得极好的 曾经一度无人能够望其向背 清词并不好写 那是一种附体的文章 要求能够以极其华丽的文字 表达出皇帝 对上天神灵的敬意和诚心 嘉靖求仙心切 性子又极 所以清词总是供不应求 常常能把那些阁臣憋死 然而阎松却有求必应 得心应手 这并不奇怪 阎松原本就是颇付盛名的诗人 文学修养很高 自然长袖善武 阎松又尽心 使出浑身解数 担惊结律 揣摩铺张 结果一来二去 竟然只有阎松一个人写的清词 能让嘉靖满意 教此清词 非松无当地一者 于是阎松入阁拜相 在嘉靖二十一年 公元一五四二年 八月 也就是人银宫殿前两个月 拜武英殿大学士 入职文渊阁 成了宰相 这时阎松已经六十多岁 却精爽一发 不易少壮 入阁以后的阎松 当然还要撰写清词 但更重要的 还是揣摩圣意 嘉靖虽然是个混蛋 却不是昏君 虽然躲在西院 却没有大权旁落 虽然整天求先问要 却一刻也没有放松 对朝廷的控制 许多重大政治问题 嘉靖都是自己 已有成见 才去咨询阁臣的 因此 阁臣的本事 就在于 能够摸清 嘉靖的心思 说出皇帝想说的话 甚至皇帝想说 而不方便说的话 阎松正好 就有这样的本事 他和他的儿子 阎氏翻两个 差不多每次 都能把嘉靖的心思 猜个八九不离十 所奏自然甚何振意 这在家境看来 是阎松父子忠心耿耿 勤于王室 在别人看来 则认为皇上 对阎松言听计从 至于阎松 当然不会说穿 其中的秘密 他们父子 正好趁机 欺上瞒下 已受其奸 但是 智者千律 必有一失 奸者千律 打约也难免一失 阎松做梦 也没有想到 他这一生 是成也轻辞 败也轻辞 成也揣摩 败也揣摩 当然 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遇到 一个更厉害的对手 一个能够 急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用他对付别人的办法 来对付他 最后置他于死地的人 这个人 就是徐杰 滑头徐杰 徐杰也是会写清词的 而且写得比阎松还好 徐杰是松江华庭人 金属上海 从小就命大福大 一岁的时候 他掉进井里 三天以后 居然活了过来 五岁的时候 又掉到山下 居然挂在树上不死 嘉靖二年 公元1523年 他中了进士 一甲第三名 是探花郎 名使说他这个人的特征 是个子小 皮肤白 短小白皙 注重仪表 善容指 聪明过人 性隐敏 能谋善断 有权略 诚服很深 阴重不屑 似乎天生就是 严松的克星 和严松一样 徐杰得宠 也是因为会写清词 所传清词读称职 他在嘉靖三十一年 公元1552年 以礼部尚书的身份 兼东阁大学士 成为宰相 排在严松 首辅 和李本 赐辅 的后面 徐杰的入阁 使严松本能地感到威胁 便多次加以侵害 重伤之百方 然而 徐杰每次都能从容对付 化险为夷 这里面的原因 固然有徐杰的权术谋略 也有嘉靖的偏袒庇护 嘉靖实在是太喜欢 徐杰写的清词了 简直就是爱不释手 严松当然奈何他不得 等到嘉靖四十年 公元1561年 五月离本离职 徐杰升任赐辅 严松 就更是扳他不倒了 何况严松这时 也力不从心 自身难保 原来 严松揣摩圣意 能够百发百中 到有一半以上 要归功于他的宝贝儿子 严世帆 严世帆的长相 是脖子短 身体胖 短向肥体 还少了一只眼睛 鸟一目 是个独眼龙 不过 他这一只眼睛 比两只眼睛 还厉害 嘉靖吓得手照 常常语焉不详 不知所云 语多不可晓 唯独严世帆 一看就懂 一览了然 一答就对 答语无不中 真可谓一目了然 可是就在这个月 严松的夫人欧阳氏去世 一礼严世帆 要在家居丧 再也不能跟着严松 去上班了 那时 嘉靖不住大内住西院 为了办公方便 也为了便于写清词 就在西院为阁臣 设立办公室 叫植卢 严世帆不能跟到植卢 严松就没了主心骨 只好一接到嘉靖手照 就派人送回家 征求严世帆的意见 这严世帆也真不是东西 居然当真不问国事 整天在家和女人鬼会 严松派人来问对策 也不按时回答 只管自己淫乐 全然不顾老爸心急如焚 前面讲过 嘉靖是个性急的人 哪里能容忍严松 磨磨蹭蹭 严松又不能说 以前都是严世帆参谋 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对答 不得以自为之 自然是答非所问 往往失职 让嘉靖大为不满 严松的清词 也越写越差 这时的严松 毕竟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了 日薄西山 江郎才进 哪里还能写得出好文章 也只能请人代笔 质量可想而知 嘉靖便越来越不喜欢他 积师帝欢 等到半年以后 外寿公一场大火 就把严松的圣券 烧了个金光 外寿公这场大火 倒不是严松放的 是嘉靖皇帝 自己和公鸡在雕杖里玩火灶的孽 但不管怎么说 万寿公没了 万岁爷却不能没有地方住 一个办法 是重修万寿公 这是嘉靖的想法 但严松认为不可能 因为这时正在修建奉天 华盖 仅身三大殿 国库早已掏空 哪来的人力物力 第二个办法是搬回大内 这是群臣的想法 严松认为 也不可能 因为大内是皇上 差一点被害的地方 至今心有余悸 怎么可能回去 严松的主张是 既不回大内 也不住西院 而是一架重华宫 重华宫修饰完整 比现在临时居住的 玉西殿舒服多了 严松这一番谋划 自以为得意 却没想到 犯了更大的忌讳 重华宫是什么 是当年景帝 软禁英宗的地方 因此 嘉靖一听 便大为恼火 这不是 要把朕关起来吗 也是何该严松倒霉 此宫可是一向 善于揣摩圣意的 这回 却把马屁 拍到了嘉靖的痛脚上 这时 四府徐杰说话了 徐杰说 奉天 华盖 紧身三大殿 却是功成浩大 但正因为 三大殿 功成浩大 所以能够修复外寿宫 为什么呢 三大殿 工程 有余料呀 工程越大 余料就越多 所以 修建三大殿 和修复外寿宫 不但不矛盾 不冲突 反倒相得益彰 嘉靖一听 就高兴了 问那要多长时间 徐杰的回答是 可继阅而就 于是 嘉靖龙岩大悦 准其所奏 还亲命徐杰的儿子 徐凡承包工程 徐凡也不负所望 百日之后 就如期完工 嘉靖将其改名 外寿宫 原本叫永寿宫 给徐杰加拐少师 徐凡也由上宝成 正六品 破格晋升为 太常少清 正四品 这下子 严松知道自己 不是徐杰的对手了 于是 白酒设宴 缓代徐杰 席间 严松令子孙团团 拜倒在徐杰脚下 举杯脱孤道 严某日薄西山 这些小子 就全账徐公康顾了 松旦夕死矣 此曹为公如补之 徐杰立即避袭 连连说不敢当 不敢敢当 徐杰虽然一副 受宠若惊的样子 心里却在磨刀祸祸 暗暗盘算 怎样才能彻底 整倒严松 出多年所受的窝囊气 也未对自己 有之欲之恩 又被严松害死的 下颜报一件之仇 他的办法 是请神仙帮忙 徐杰知道 嘉靖身边 是不能没有道士的 他最宠信的道士 先是邵元杰 后是陶仲文 但邵元杰早在 嘉靖十八年 公元一五三九年 先是陶仲文 也在嘉靖三十九年 公元一五六零年 升天 于是徐杰便向嘉靖 推荐蓝道行 蓝道行 是山东道士 本事是会将子姑伏击 子姑 是何方神圣呢 是管厕所的 大家不要小看这厕所 内急的时候 找不到厕所 比肚子饿了 找不到饭馆还严重 所以子姑的机遇 最灵 蓝道行会想子姑 自然本事不小 其实蓝道行 哪有什么本事 他的本事 是和太监合伙作弊 伏击的过程 是这样的 先由皇帝 把要问的问题 写在纸上 然后由太监 带到伏击的地方焚烧 请神仙用机遇回答 如果不灵 就要怪太监 污秽不洁 神仙不肯降临 太监当然不愿意 背这个罪名 就在焚烧之前 先偷看皇帝的问题 然后告诉蓝道行 这样自然就灵了 蓝道行的机遇一灵 徐阶就可以做手脚 比方说 徐阶知道严嵩 有秘折承奏 就让蓝道行伏击说 今有奸臣奏事 家境问天下 何以不治 机遇就说 贤臣没有得到重用 小人把持朝廷 再问谁是贤臣 谁是小人 答案也是不难想象的 自然说徐阶是贤臣 严嵩是小人 不过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 上不了台面 他只能让家境动心 不能让家境动手 堂堂大明天子 总不能公然下诏 说机遇如何 因此必须如何吧 这就需要有机会 比如严嵩正好犯了什么事 或者正好有人弹劾的 机会也是说来就来 家境四十一年 公元一五六二年 五月某日 天降大雨 一个名叫周应龙的御史 监察部处长 也为避雨躲进一位太监家 听到了神仙说 严嵩是小人的事 周应龙一听就明白 严嵩的好日子到头了 帝卷已潜移 于是连夜修成 贪横阴臣七军渡国书 上奏朝廷 书文指控严世帆 贪赃亡法 祸国殃民 应除死刑 严嵩溺爱恶子 受贿弄权 应与赤退 家境也很快做出批复 严嵩给米百代 退休回家 严世帆发配雷州冲军 去年一场大火 烧掉了严嵩的胜券 今年一阵大雨 又浇灭了严嵩的权势 这可真是水火无情 严嵩倒了 但没有死 严世帆也活得很滋润 他并没有到雷州为服刑 只在广东南雄住了两个月 就溜回家了 回家以后 也不韬光养晦 反倒大兴土木 修建私宅 这就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 更糟糕的是 地方官注意严府 严世帆却不注意 气焰十分嚣张 有一次 袁州府推官 专管刑狱的官员 郑七品 郭建臣到严府公干 严府加奴非常无礼 公然不把他这个朝廷命官 放在眼里 郭推官咽不下这口气 一状告到寻江御史 监察部特派员 林润那里 林润也是一个想把严家置于死地的 正好手上也抓住了严世帆的把柄 与罗龙文过从甚密 罗龙文是什么人 是倭寇王直的亲戚 而且和严世帆一样 也是从刘放帝私自逃回的 于是林润上奏朝廷 状告严世帆和罗龙文网罗江阳巨道 私用围制车幅 日夜诽谤朝廷 巨众四千余人 道路皆严 两人通窝 便且不测 这就是谋反了 于是 嘉靖四十三年 公元一五六四年 十一月 朝廷下令将严世帆捉拿归案 那时 严世帆的儿子 严少廷 还在北京当锦衣卫指挥 立马派人通风报信 严世帆文讯本想逃回雷州 谁知早在林润的监视之下 刚一出门 就被逮了个正着 结果 严世帆被押界进京 交由三法司审理 三法司 就是刑部 公安部 督察院 监察部 和大理寺 最高法院 其长官分别是刑部尚书 督御使和大理寺卿 像严世帆这样涉嫌谋反的大案 照例是要三思会审的 严世帆二进宫的消息 轰动了京城 许多人恶首称庆 都认为审恋和杨继胜的冤案 这回总算可以平反了 林润和郭建臣是这么认为的 三法司 长官黄光升 张永明 张首等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因此他们在判决书里 便大将严松父子如何迫害忠良 而且重提审恋 阳继胜案 草稿送到徐杰那里 徐杰问 诸位的意思 不是想救严公子一条性命吧 黄光升几个都说 当然不是 恨不得立马就杀了他 于是徐杰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稿子 上面一五一十列举了严士藩的反计 什么住宅私逆王府了 什么招募亡命之徒了 什么谋为外投日本了 什么串通倭寇利应外合了 不翼而足 而且说的有鼻子有眼 蛊惑严士藩在南昌称王的 是彭孔 挑唆严士藩勾结黑社会的 是典养 煽动严士藩理通外国的 是罗龙文 协助严士藩又指外兵的是牛信 黄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 立即照抄上奏 结果 皇帝在嘉靖四十四年 公元一五六五年 三月二十四日下诏 以交通窝鲁 前谋叛逆的罪名 判处严士藩死刑 而且 根据徐杰的意见 并没有秋后处决 而是急证典型 沈恋和杨继胜可以明目了 历史也终于实现了实质正义 尽管方式是如此荒唐 谁是霍根 严士藩之死 当时就有人认为是冤案 当然是冤案了 这严士藩恶贯满盈不假 聚众谋反却是冤枉 林润的奏折 其实说得很清楚 道路皆严 两人通窝 便且不测 什么叫道路皆严 就是路上的人都这么说 实际上是捕风捉影 连匿名举报都算不上 嘉靖皇帝也不相信 曾下令三法司 从公居训 据以实文 然而徐杰却上奏说 事已开始 具有险证 也不容严士藩身殿 更没有什么取证对治 硬是手忙脚乱的 就把他的脑袋砍掉了 这当然让很多人不以为然 张居正在主修 失踪实录时就说 严士藩是该杀的 但罪名应该定为奸党 而不是反贼 像林润的奏折那样 只为谋逆 或者像三四的判决那样 你以谋判 都惜非正法 这也是后来 一些人的观点 比如谭谦就说 徐杰他们的判决是 舍奸党之政条 作不轨之苟论 知大伦更是质问 内阁已指 法官为诺 刑罚不忠 依谁之救 是啊 这种以冤案平反 冤案的荒唐 究竟应该由谁负责 恐怕不该是徐杰 在我看来 沈烈和杨继胜的死 是冤枉的 严士藩背上 谋反的罪名 也是冤枉的 但要说罪魁祸首 就是徐杰 同样冤枉 徐杰不是糊涂虫 也不是迫害狂 他何尝不知道 以兼党之名 定事番之罪 才是正论 正法 正条 他又何尝不想 光明正大的 为沈烈和杨继胜 平反昭雪 但是不行啊 因为这些冤假错案 都是皇上钦定的 如果把沈烈和杨继胜案 翻出来 就是和当今圣上过不去了 是张上过也 当然 皇帝做错的事 也不是不可以批评 纠正 但前提是 那皇帝肯听才行 家境恰恰就是一个 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的人 明史坚臣传说 帝应查自信 过行路 颇护极短 松以顾得因事 积帝怒 枪害人 以成其私 也就是说 家境这个人 是刚愎自用 自以为是的 别人的性命 一钱不值 自己的面子比天还大 所以 颜松要想害人 非常容易 只要抓住 家境 护短的心理 煽风点火就行 难怪 颜世帆听说 三法司 把沈烈和杨继胜的 旧案翻了出来 竟然在狱中高兴地 手舞足蹈 因为他知道 这必然引起 家境的猜忌 怀疑和愤怒 保不住的 就不是自己的脑袋 而是三法司的乌杀了 所以徐阶对黄光生 几个说 按照你们这种写法 阎公子明天就可以出门了 诸位反倒可能被关了进去 显然 不冤枉颜世帆 审恋 杨继胜 还有许多人的冤情 就无法招雪 张居正说 定为奸党 也可以杀颜世帆 这当然不错 但你要定得了才行呀 显然 徐阶制造新的冤假错案 以莫须有的罪名 除恶除奸 实在是家境逼出来的 其实 就连阎松这个奸臣 也是家境培养出来的 阎松是江西分仪县人 所以又称阎分仪 明史说他身材高大 眉目清朗 声音红亮 才华横溢 名重一时 他在红至十八年 公元1505年 重进士 做过数级士 编修之类的小官 就因病回家了 阎松在家乡又读了十年书 写作诗文 破续清语 回到官场时 也还正派 能和其他大臣一起 反对家境的胡作非为 但是 阎松很快就被 家境的雷霆之怒 吓破了胆 静改前说 从此踏上了妹上 妖宠 弄拳 谋私的不归之路 然而阎松的道路 并不平坦 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 家境其实是最懂得 怎样做皇帝的人 正因为精通帝王之术 所以家境不像高祖朱元璋那样日夜操劳 也不像玄孙朱游孝那样大权旁落 他在位四十五年 二十七年不是朝 但朝廷里哪怕飞过一只苍蝇 他都知道 更不要说国家大事了 也就是说 大明帝国这四十五年 其实是他当家的 尽管他每天的功课 不过是炼丹 祈福 独青子 泡女人 一般来说 一个皇帝 倘若如此 不务正业 恐怕是要丧权辱国的 但是家境并不 他甚至不能说是 一个完全不合格的皇帝 事实上帝国制度 对后世君主的要求不高 只要守住祖宗基业 江山社稷就行 从这个角度看 家境至少称职 可以说 他是治国 玩乐两不悟 结果 作为男人 他玩得尽兴 作为皇帝 他还算尽职 他是尽职 而不累 轻松自如 尽兴而不废 大权在握 这实在聪明 家境的聪明 就在于他明白 所谓国家大事 其实是要分析的 国家的事 并不都是大事 也有小事 不但鸡毛蒜皮是小事 就连财政赋税 军事 工程刑律 总之 一切可以交由 成功去处理的事情 对于皇帝来说 都是小事 因为他们不是刚 而是木 木 是可以 也应该交给臣下的 皇帝要抓的是刚 而且 皇帝也只应该抓刚 只要皇帝抓住了刚 所有的木就带起来了 刚举木章了 什么是刚 刚就是权力 就是任命与罢免 提拔与处分 奖赏与惩罚官员的权力 国家的事物 是由大小官员来打理的 而官员最想的是升官 最怕的是罢官 所以 抓住了官员的任免权 就抓住了官员的命根子 而抓住了官员 就抓住了天下 所以 只要抓住这个纲 就可以垂衣而至 将天下 孕于鼓掌 皇帝 自然有这个权利 因为从理论上讲 官员是皇帝的儿子 因此叫臣子 奴仆 因此叫臣仆 打工仔 因此叫臣工 作为父亲 君父 主子 君主 老板 君王 皇帝在制度上 拥有对官员的 生杀与夺之权 但是 有没有这个权力 是一回事 会不会用 又是另一回事 家境就是会用的 他甚至不必动用 升迁奖成的大权 只要假以颜色 就能收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比方说 严嵩刚刚被重用时 曾经遭到官场的 普遍攻击 明代是实行两经制的 南京和北京 都有中央政府 而南京和北京的 几世中 六部监察官员 何玉使 监察部官员 弹劾贪官污吏 第一个提到的 就是颜松 因为颜松实在太不像话 居然向宗室诸侯勒索贿赂 他的儿子也四处活动 大走后门 然而家境为了包庇颜松 便故意向他咨询国事 而且故意表示欣赏 碧谷称赏 哪怕颜松的回答 实在不怎么样 平无奇 这样连续多次以后 对颜松的攻击 也就烟消云散 正所谓 谈笑间强弩 灰飞烟灭 可以说 正是由于家境的纵容 颜松才有恃无恐 日益骄横 终于成为天字第一号的大奸臣 颜松对于家境 也堪称肝脑徒弟 马屁拍足 家境是喜欢做道士的 只有一种道士带的香叶观 赐给阁臣美人一顶 其他阁臣 比如夏颜 认为这不是正式朝服 不肯带 颜松却不但带了 还龙以轻杀 已是虔诚 让家境大感欣慰 家境又常常把自己 炼的仙丹赐给沉下 其他人知道那碗也有毒 内含千拱化合物 不吃 颜松却不但吃了 还要报告服用效果 比如变身造痒异常 不可一人 或者 智东发为至极 痛下淤血二碗 正是千拱中毒的症状 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 心甘情愿充当实验室小白鼠 要说他对皇帝 不是忠心耿耿 还真是冤枉了他 然而家境对颜松却既不放心 也不放手 时不时要敲打他 敲打也很容易 比方说 在朝野上下都认为 皇帝对颜松言听计从事 故意不问意见 钱刚独断 或者故意当众表示反对 让颜松碰一鼻子灰 又比方说 在颜松值班时 故意多次不召见他 把他晾在那里 有一次颜松久等不得召见 却见李本和徐杰往西苑走 便也跟着走 走到西华门 李本和徐杰进去了 颜松却被拦在外面 这时颜松在名义上 还是首府 四府 李本 和三府 徐杰 昂首而入 首府却吃了闭门羹 颜松无论如何 也想不通 回到家里 父子二人 竟抱头痛哭 实际上 颜松终其一生 都只是宠臣 而非全臣 他推荐的人选 并不一定能保住官位 力不上书缺 宋立员欧阳必尽为之 赴三月及赤去 他的心腹获罪 也不一定能够救援 赵文华 五指或浅 松义不能救 在家境心目中 颜松其实是自己手中一个 可以任意把玩拿捏的玩意 一条八尔狗 和一只小白鼠 高兴时揽在怀里 不高兴 就一脚踢开 事情都让他去做 责任 却不替他担 今天让他青云直上 明天就把他打入冷宫 最后 宁垂轻使的是 家境 也为奸臣 是他除掉的 背上骂名的是 颜松 也为坏事都是他干的 这难道公平 难道不荒唐 颜氏翻符诸后 颜松也被抄家 一无所有的颜松 只好即使墓设已死 也就是寄居在 守墓人的房子里 到处要饭吃 这离他最风光的时候 也不过三四年光景 想当初 颜松是何等的得宠啊 也为年纪大 家境特许他 成奸于出入子院 见他的直颅简陋 家境撤小殿才为迎式 植花木其中 每天赐御膳 赐罚酒 现在呢 即使墓设已死 看来 颜松甚至连宠物都不如 也为养宠物的人 是很少会让自己的小狗 变成丧家犬的 独使至此 感慨良多 遂田德采桑子 一阙云 翻飞柳絮风中舞 上也荒唐 下也荒唐 四十年来梦一场 伴君如伴南山虎 喜也无常 怒也无常 混账专横是帝王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读夏坚勇淹没的辉煌 小人物不小 前两天重读了夏坚勇先生 淹没的辉煌一书 我一直认为 夏先生的历史大散文 无论气度还是实践 都在某先生的文化大散文之上 然而 影响和销量 却不可同日而语 这不公平 但正如夏坚勇先生 自己所说 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 叹息也没用 还是言归正传 先说说 为什么会有写这篇文章的冲动 夏坚勇先生书中的第一篇文章 叫《寂寞的小石弯》 讲的是清顺治二年 及公元1645年的事 那时清军已然入关 铁马金戈长驱直入所向披靡 自清口 金镇江 以南一月间下明城大县以百计 那些守城之将和守土之力 则或降或走 正所谓兵败如山倒 降降如云集 就连大学士领兵部上书贤 相当于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石河法领导的扬州军民 实际上也只战斗了一天 石河法本人则以身殉国 古城扬州的尸山血海 不是由于惨烈的两军决斗 而是由于八旗将士野蛮而潇洒的杀人表演 然而这支战无不胜的铁骑在江阴城下 却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 六万亿民面对二十四万清军 孤城困守八十一天 使清军连折三亡十八将 死七万五千人 长破之日 一民无意想者 幸存者仅老幼五十三口 这真是何等的惊心动魄 气壮山河 而领导这次抵抗的 竟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前任江阴县典史 政科级公安局长 闫英元 闫英元 是被俘后英勇就义的 而且 因为不肯向清廷贝勒 亲王 郡王之下 贝子之上的第三等贵族 下跪 被刺穿禁骨 血永费而仆 却始终没有弯下膝盖 另一位无中义军领袖 孙兆奎的表现 则令人拍案叫绝 他差点没把二臣 红城仇活活修死 红城仇是早期 详亲官员中职位最高 也名气最大的 他在嵩山被俘投降后 崇祯皇帝以为他死了 曾下令为他建昭忠祠 没想到他根本就没有成人 孙兆奎被俘后 红城仇来审问他 说 你从军中来 可知在扬州守城的石壳法 是真的死了 还是活着 当时谣传 石壳法未死 孙兆奎的回答是 你从北方来 可知在嵩山殉难的红城仇 是真的死了 还是活着 红城仇恼羞成怒 急忙将孙兆奎推出援门问斩 严英元 不过卸任碟使 竟是青人折三王损十八将 孙兆奎 不过被俘义军 却是手握生杀 羽夺之权的都帅 如行尸走肉 这真是许多人想不到的事 同样出乎满洲亲贵们 意料之外的事 在胜利者屠刀面前 宁死不屈宁折不安的 除了严英元 孙兆奎这样的蒸蒸铁汉 还有许多手无腹鸡之力 操住吴农阮宇的文弱书生 如绝世而死的浙江绍兴人 刘宗舟 赵木一兵的浙江渝瑶人 黄宗熙 起抗清的江苏 昆山人顾延武 还有以龙武朝 武英殿大学士身份 在江西抗战被俘的 福建漳州人 黄道舟 黄道舟对付 红城仇的办法更绝 根本就不给红城仇 开口劝详的机会 他在求是门外 手输一连 道是 使笔流芳 虽未成名中可法 红恩浩荡 不能报国反城仇 这是谐音 欠字连 中谐音中 成仇 谐音成仇 上下连第一个字 和最后三个字连起来 就是始终可法 红反城仇 谐音始终可法 红反城仇 意味 始终可法中 红城仇反 同时也表明 始终可法中 究是可以 而且应该学习的 始终可法 不像红城仇这样 不能报国反城仇 红反城仇 按照当时的道德观念 一个士大父 不能报国 亦是启齿大辱 岂能反目成仇 视故土为敌国 简直就是 妄恩负义 认贼做父 被骂作红城仇的 红城仇 无地自容 只得将黄道舟处死 黄道舟摇拜孝陵 然后端坐红毡之上 神色自若 从容就义 这又是何等的 让人震撼 在我看来 自称日月双旋的明 乃是中国历史上 最黑暗和最沉闷的朝代 明代的皇帝 也没有几个是好的 不是残忍 如红武 就是暴力 如永乐 不是荒言 如正德 就是迷信 如嘉靖 最后一个皇帝 崇真 算是秦政 却刚愎自用 滥杀无辜 抗清名将袁崇焕 即被他所冤杀 南宁小朝廷 更是昏庸腐败的 一塌糊涂 比如红光帝 最关心的事情 就是发动群众抓蛤蟆 来给自己配置春药 被称作蛤蟆天子 那么 大明的子民们 又凭什么 要为他们卖命 事实上 这里面 并没有多少 报恩的成分 正如夏监勇先生所说 要说这些人 受了诸明王朝 多少恩责 实在没有根据 在此之前 他们大多处江湖之远 郁郁不得志 相反 倒是那些 旧王朝的既得利益者 屁股转得比谁都快 这话是意味深长的 但夏先生做出的解释 却为我 所不能完全同意 为谁死结 夏监勇先生的解释是 之所以权贵者纷纷倒戈 而刘宗舟 黄宗熙 顾延武这些文弱书生 却奋起反抗 就因为后者是文化人 他们捍卫和祭奠的 不仅仅是一个 张三或李氏的王朝 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 而江南 又一向是文化人 成堆的地方 当此旧王朝覆灭之际 江南的文化人 自然成了宋葬队伍中 最为痛心疾首的一群 这其实 也是相当流行的一种看法 比如王国为的死 便也被解释为训文化 而非训清廷 在这些文化人看来 中华文化 或者说汉文化 是极其伟大并赋予魅力的 不但本民族的人 钟情真爱 他民族的人 也仰慕崇拜 正所谓 引无数英雄净折腰 为了证明这一点 他们往往不约而同地 举出康熙为例 说明 微微荡荡的汉文化 是如何使一个征服者 被征服 夏建勇寂寞的小石湾 和于秋宇 一个王朝的背影 都异口同声地这么说 夏建勇说 当康熙皇帝 津津有味地批阅江宁奏折时 那种对汉文化 难以抑制的热情 也流泻得相当充分 于秋宇则说 康熙亲政时 大清朝廷 奇怪地流泻出一种 压抑不住的 对汉文化的热忱 这真是何其相似难 一个说流泻 一个说流泻 一个说热情 一个说热忱 一个说难以抑制 一个说压抑不住 简直如出一辙 中华文化 既然如此灿烂辉煌 举世无双 那么为之倾倒 为之献身 为之迅捷 甚至因之而改变 对一个政权的态度 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能说这种说法 没有道理 更不能说 它没有根据 事实根据是 当康熙皇帝 对汉文化那种 难以抑制 或压抑不住的热情 或热忱 被文化人 真切地感受到时 他们当中的一部分 开始放弃了对抗 曾经与清廷 不共戴天的黄宗熙 甚至还让自己的儿子 黄百家 进了皇家修饰局 参加康熙布置的 编修明史工作 这就反过来证明 黄宗熙他们当初反清 正是为了捍卫汉文化 现在汉文化 已安然无恙 而且康熙们 对汉文化的热爱 甚至还超过了汉人自己 那又反他作甚 理论根据 则在孔子那里 孔子是认为文化高于种族 也高于政权的 比如孔子的两个学生 子禄和子贡 都认为管仲不仁 因为管仲辅佐的公子 就被杀后 管仲非但不像 另一位师父赵乎那样 殉杰而死 反倒投靠了有着 杀军之仇的公子小白 后来的桓公 怎么能算是人呢 孔子却说 要是没有管仲 我们这些人 只怕都早就披着头发 衣襟向左边开了 可见在孔子这里 衣襟向哪边开 文化 至少比谁当国君 政权 重要一些 总之 文化是第一位的 王朝是第二位的 王朝的灭亡 没什么要紧 只要文化不亡就好 但我对这种 似是而非的说法 向来就很怀疑 如果当真如此 那么当汉民族政权交替的时候 是不是就没有死结之事了呢 我看未必 想想方孝如就知道 他可是因为反对朱棣篡位 而被诸灭十足的 还有陈底 齐太 皇子成 毛大方 景青 莲盈 这两个甚至身藏利刃 和朱棣以死相拼 多了 说起来 这还只是皇族内部自相残杀 不管谁胜谁负 做皇帝的都姓朱 用朱棣的话说 就是此镇家事 并非江山一主 也不关文化什么事 然而照样有人以身相训 宫廷政变尚且如此 改朝换代那还得了 其次 刘宗周 黄宗熙 顾延武他们热爱自己的文化 难道红城仇就不热爱 是忍心看着这文化灭亡的 恐怕也说不通 红城仇被俘后 一开始也是拒不投降的 还曾经以绝食相抗争 但后来终于想了 我想这里面 应该没文化什么事 实际上 那时抗清的文化人不少 详清的同样多 比如钱千亿就是 说红城仇不中爱汉文化 亦是不通 说钱千亿这样 吃文化饭的人也无所谓 只怕是更不通了 再次 你说刘宗周 黄宗熙 顾延武他们 是为汉卫和祭奠中华文化 而抗争和死劫的 那么延英元 孙兆奎他们呢 难道也是 不像吧 延英元 其实没有多少文化 就连夏间勇先生自己 也认为他的四壁提师 很可能是后人的假托或杜撰 就像我们的记者 总喜欢为英雄人物 编辑句豪言壮语一样 他也不是应文化人之情 而是应一民之妖 回江音主持大局的 在我看来 延英元 孙兆奎他们起兵抗清 其直接原因 恐怕更多的是 不愿意看见大好河山 落入一族之手 看见故乡被践踏 家园被蹂躏 亲人被荼毒 没文化什么事 再说了 倘若他们果真为文化而死 而后来事实又证明 清人其实是尊重 并弘扬中华文化的 那他们岂不是死的冤枉 是死于自己的偏见 或历史的误会 文化当然是重要的 但不是根本 为文化而死的人也有 刘宗舟可以算一个 但不是全部 文化并不决定一个人 是战是降 就说法兰西 不也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吗 然而怎么样呢 法国作家皮埃尔米盖尔 在法国史中 对此有相当坦率的记载 二战初期 两名骑摩托车的 德国国防军士兵 就足以使一座城市投降 而法国士兵向德国人开枪 群众却报以责骂 不久前电视台播出的一段资料片 也有一个场面 诺曼底登陆 被俘的盟军士兵 被赫枪实弹的德国人 压着游街示众 当地民众则对来解放他们的 被俘者报以谩骂 唾磨 拳脚相向 扑上去撕打的 还有几个妇女 这个时候 伟大的法兰西文化 到哪里去了呢 实际上 文化远非如文化人 说的那么重要 一个民族 并不因为有了灿烂辉煌的文化 就能保证 大家都为捍卫这种文化 而捍卫这个国家 伊拉克如此 法兰西如此 我们也一样 这就需要挖掘 更为深层的东西 认死里的人 还是回到夏坚勇 那寂寞的小石弯 我相信 当夏坚勇先生 写下这样一个标题时 他的心情一定是沉重 甚至有些悲愤的 因为对那场 惊天地气鬼神的 僵硬抗战 杨阳大官的名史和青史稿 竟不着一字 典史闫英元的焚影 自然也是无处可寻 正所谓 得被西风吹尽 了无沉寂 官修史书 总难免势力 像闫英元这样的政科级干部 命中注定只能深厚寂寞 似乎山河破碎 民族威王 大人物能以气节相许 便相当难能可贵 而小人物 则何当提着脑袋去冲杀 然而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国难当头使 挺身而出 并以身殉国的 往往不是那些 享受了这个国家 种种好处的人 而是平时并不得志的 民间人士 是那些 处江湖之远的 寻常百姓 和文弱书生 夏坚勇 不无愤慨地说 太平盛世 天下是达官贵人的天下 可到了国将不国的时候 天下变成老百姓的了 这话说得真好 我以为 这才是所谓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最好助脚 国家兴盛可以分红时 匹夫无分 国家危急 需要救难时 匹夫有责 说清这一现象的成因 无疑是太匪商量的事 但有一点 似乎可以肯定 吉达官贵人们 多半是从利害关系 去考虑问题的 林泽徐说 苟利国家生死已 其因祸福必屈之 但这只有林泽徐这样 高风亮节的官员可以做到 其他人呢 对不起 恐怕是利则屈之 祸则必之 这前提 则是官员与国家之间 原本有利害 有祸福 匹夫们却没有 匹夫们既然原本就无利可图 那么 到了紧要关头 所能考虑的 如果他们真能考虑的话 也就只有一个字 义 义 按照庞浦先生的解释 就是义 也就是 理该如此 或理所当然 因此也是理 合起来就叫义理 实际上 前面说的那些民间人士 那些庄稼汉和读书人 之所以比某些大人物 如虹成仇 更有气节 就因为他们认死理 庄稼汉认的是这样一个死理 脑袋可以不要 但膝盖是不能弯的 读书人认的死理 则是黄道州临行时 咬破食指血书的八个字 刚长千古 节翼千秋 正因为认死理 他们不但和外族军队斗 也和本朝皇帝争 比如明万历年间 朝中大臣 主要是那些坚持儒家正统观念的方正之士 就为立处一世 和神宗皇帝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斗 坚决不许他立爱不立长 乌纱丢掉了 屁股打烂了 仍前仆后继不依不饶 直到最后策立 皇长仔 朱长骆为储君才罢休 现在看来 这种争论实在无谓 甚至无聊 长仔当又怎样 四子当又怎样 凭什么就非得 有敌立敌 无敌立长 长仔就一定聪明人厚 立国立民吗 四子就一定昏庸暴力 祸国殃民吗 没道理吗 所以是死理 但认死理之所以可贵 就因为认的是死理 如果是活理 比如食食物者为俊杰之类 就没什么了不起 再说 当时他们可以认的 也只有这一条死理 所以我们对于上述书呆子们 也包括同样呆妾的其他人 得认死理 要有一个辩证的看法 刚常 结义之类的东西 是必须评判和抛弃的 但在他们被认为是天理的时代 对这种非理之理的坚持本身 却是一种应该肯定的精神 也就是说 他们所认之理是不是真理 是一回事 他们该不该坚持 则是另一回事 这和服从真理 修正错误并不矛盾 服从真理的前提是服 然后才是从 即心悦成服 然后从善如流 明知是错 仍不承认 是闻过是非 不叫认死理 明知正确 却不坚持 也不是服从真理 叫随风倒 我们推崇的认死理 有一个本质特征 就是那理 必须是坚持者本人认定的 包括别人怪书 而他本人又真诚地接受 比如刚常伦理 至于这些东西 是否合理 则另当别论 重要的是精神 不要小看这种精神的力量 实际上 我们这个民族 之所以历尽苦难 却又屹立不倒 我们民族的文化 之所以屡遭毁坏 却又严绵不绝 原因之一 就是几千年来 总有人认死理 丙比直书的太史公事 执法如山的强项令事 倔头倔脑 不肯投降的庄稼汉事 待理待气 据理力争的读书人士 宁可得罪人 也要讨个说法的农妇秋菊 也是 其共同特点 是认准了的是 撞到南墙也不回头 这是一种 使任何正派人 都会肃然起敬的精神 也是一种 使侵略者和专制者 最后都不能不却步的精神 因为你这边刀上的鞋 还没有开去 他那边又把脖子迎上来了 你总不能无休止地杀下去吧 结果 强权政治 虽能惩凶惩快于一时 最终却只能被定在 历史的耻辱柱上 或垂下自己手中 滴血的屠刀 的确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也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伊拉克 之所以败得那么惨 原因之一 就因为国家和军队的精神垮了 而所向披靡的清军之所以在江南受阻 则因为那里民气尚在 精神未夸 当然 大江南北最后终于全部落入清军之手 这是因为批判的武器 终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但清廷对待南方世人态度的戏剧性转变 难道仅仅只是因为康熙皇帝对汉文化有一种难以抑制的热情 恐怕这热情当中也有对前述精神的敬重吧 星星惜星星 英雄惜英雄 康熙既然是一个有精神的人 他就不会不尊重这种精神 于是有对前明忠义的表彰 典史闫英元也尽了江音的忠义词 这是大度的 也是聪明的 作为一种抽象的精神 闫英元 黄道周们坚持的东西 既然可以用于大明 自然也可以用于大清 自掘坟墓是乾隆 康熙的明智 使中国历史上这个最后的王朝 很快就进入了他的全盛时期 按照这个势头 他似乎是可以长治久安的 然而大清最后还是亡了 灭亡的原因 有外因 有内因 而在我看来 其内因之始 急诏于乾隆的文字玉 也就是说 当乾隆爷用文字玉来屠灭书生们的义气时 大清王朝的丧钟 也就悄然响起了 这个结论 当然需要论证 前面说过 在那个风云变换的年代 支撑着许多民间人士 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的 乃是一种不问恩怨 是否受了朱明王朝恩泽 只认死礼 忠孝结义和华夷之变的精神 这才拼了命来维护 那其实并不怎么样的南明小朝廷 所以 大清王朝如果也想拥有这样一批忠贞之事 就先得保住那认死礼的精神 可惜 乾隆他们却只要死礼 忠孝结义 不要认死礼 结果 不到一百年 忧国忧民的有志之事 就认准了另一个道理 只有推翻清王朝 才能救中国 乾隆的文字玉 并没有能够扼杀中华民族的精神 反倒为自己挖好了坟墓 可见 只要死礼 不要认死礼 那就连死礼也保不住 认死礼是什么 首先是认 即本人认可 其次是死 即始终兼职 第三是礼 即自圆其说 自己认可 就不能强迫 始终兼职 就不能压迫 自圆其说 就不能逼迫 这就要求社会有相对自由的空间 以保证读书人有相对独立的人格 为什么这里要说读书人呢 也为读书人最有可能认死礼 是认死礼的代表人物和带头人 读书人的特征是 知书达礼 知书就有了认 达礼 就有了礼 而且 由于读了点书 知道些故事 明白些事理 便总认为自己是对的 虽然事实上并不一定 这就有了坚持 所以读书人多半有些呆气 叫书呆子 而呆气也叫书生气 书呆子者 因读书而傻呆之位也 不过啊 补呆的人 是不会认死礼的 读书人又叫书呆子 说明他们最爱认死礼 读书人呆气的表现之一 就是喜欢关心政治 议论朝政 以为这天下兴亡 他们这些匹夫当真 有则 这也是有原因和传统的 第一 读书人原本是诗 而诗人至少自春秋战国起 也以天下为己任 第二 在实行文官制度的朝代 做官的基本上 都是读过书的人 这就是读书人认为 他们关心国家大事 不但理所当然 而且责无旁贷 所以 但凡国家有事 他们就要出来插一嘴 严重一点的 如东林党人 还要定期组织了沙龙 每月一次 每次三日 来说三到四 这着实让人讨厌 但并不可怕 其实读书人除了认死礼以外 也没别的能耐 你让他认就是 他说的不对 你可以不听 何必不让他说 这个道理 很容易想明白 因此 在那些实行 开明专制的朝代 只要不指名道姓的骂皇帝 言论还有相对的自由 书生义气 也就一脉相承 不曾断了香火 到了国家威王的时候 这些呆子 还会本着不问恩怨 只认死里的精神 挺身而出 共赴国难 即便抵挡不住 那武器的批判 至少也能振奋人心 不至于消灭了事迹 然而乾隆却容不得这些 他要让所有的人都闭嘴 这倒也做到了 于是清代便只有钱家学派 没有东林党人 但同时也就没有了 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 读书人有什么呢 不就是读和说 以及与读和说相关的想吗 你现在不让他说 他的魂就去了一半 不能说 极等于不能想 他的魂就又去了一半 剩下的便只有死读书 读死书 读书死了 所以我说 文字欲兴 读书人亡 乾隆皇帝外寿无疆 书生义气 命若犹斯 没有了又怎么样呢 直接结果是 东林书院被毁后不到二十年 大明王朝就乌乎挨哉了 不过明王朝的政策 还只是消灭肉体 乾隆爷的政策 却是要阉割灵魂 因此 有名一代 尽管自太祖洪武年间起 就有毁灭书院残害世人的记录 就连张居正都干过此事 读书人的那股书呆自弃 却没有被消灭 非但没有被消灭 反倒越来越猖狂 因为书生义气的特点就是认死理 自然是你越打他的屁股 他越降 这才有拿鸡蛋往石头上撞的 反清一举 这也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 清末则不然 革命党起义 袁世凯逼宫的时候 有没有施可法 有没有黄道州 有没有严因缘呢 好像没有 这一点都不奇怪 当整个社会都万马其音 所有人都进入寒蝉 大家都不再议论朝政时 这个政权的兴亡 也就没有人上心了 到时候 你想有人出来帮一把 对不起 没门 何况想帮也帮不上 因为魂没有了 不计后果 只死里的精神没有了 事实上 没有了独立思考 就只有人云亦云 没有了书生义气 就只有奴言魅骨 所有人都不敢讲真话 就只好说假话 鸦片战争期间 清军前方将帅 几乎没有一个不撒谎 没有一个不谎报军情 导光皇帝 就在一片谎言之中 进行决策 请参看 捉转鸦片的战争 与战争的鸦片 这样的军队 岂有不败之理 这样的国家 又岂有不亡之理 更何况乾隆皇帝 可以不让人们说话 却没法不让人们读书 有人读书 就有人认理 还会有人认死理 如果这个认死理的是曾国藩 就算他运气 如果是孙中山 那他可就倒了霉 当然 宣统 龙玉们的不幸 恰是我们民族的大幸 那个专制王朝 终于垮台了 那个维持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 也终于垮台了 李诗求诸也 说到曾国藩 就觉得话还可以再说下去 曾国藩 是清王朝的救星 我们知道 今天起义以后 太平军一路高歌猛进 所向披靡 打得清军几乎没有怀手之力 直到他们碰上 曾国藩这个钉子 可以这么说 没有曾国藩 清王朝和中国的历史 真不知会如何改写 不过可以肯定 红秀全如果成功 那一定是第二个朱元璋 曾国藩之于清 其功劳和贡献 均远胜于十何法之于名 这就奇怪 按照前面的说法 这个时候 不是应该没有什么读书人 来帮忙了吗 怎么又冒出了一个曾国藩呢 也只能用孔子的话来解释 李诗求诸也 曾国藩是湖南人 湖南这地方 古时属于京蛮 又叫三苗 历来就是一片蛮荒之地 清代以前 除东汉出了个蔡伦 李扬 唐代出了个欧阳巡 长沙 北宋出了个周敦仪 道县 以外 文化方面几乎乏善可陈 隋唐开科取士三百年 湖南举人进京赶考美部吉地 被称作天荒节 后来好不容易 有个名叫刘退的长沙人 在唐大中四年 公元八百五十年 考中进士 才算破了天荒 以后几百年 湖南人物 罕见史传 直到明末清初 出了王传山 王夫之 滕阳人王夫之 和浙江渔瑶人 黄宗熙 江苏昆山人 顾延武一样 也曾起抗清 兵败之后 浮处深山 潜心至学 勤奋住树垂四十年 最后玩法已终 始终没有剃掉头发 改着清人服饰 荒僻满野的湖南 开始挺起我们民族的脊梁 但湖南真正让人刮目相看 却是在晚清咸丰 同志之后 从此 中国就进入了一个 湖南人的时代 桃树 安华 魏元 邵阳 是第一波 曾国藩 香香 左宗棠 湘音 胡林义 义仰 郭松涛 湘音 是第二波 谭四桶 刘阳 唐财厂 刘阳 又是一波 黄兴 长沙 蔡厄 邵阳 宋教人 桃园 陈天华 新化 又是一波 然后是毛泽东 湘潭 刘少奇 宁湘 彭德怀 湘潭 克龙 桑植 罗荣桓 横东 任碧石 湘音 李立三 李灵 正所谓 湘省侍丰 云星雷震 贤同一环 人才辈出 为各省所难能 古来所未有 杨昌几先生语 这些影响了 中国历史的 湖南人 观念不同 主张不同 归属也不同 但都有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就叫 罢蛮 曾国藩一介如生 却领兵出征 屡败屡战 是罢蛮 谭四同 本可流亡海外 却宁愿选择牺牲自己 以唤醒国人 是罢蛮 蔡松坡已若抗墙 率两千子弟兵 和十万援军死战 是罢蛮 毛泽东带领红军 爬雪山过草地 深入不毛 扭转乾坤 也是罢蛮 就连王船山居 窑洞四十余年 写成等身著作 没有罢蛮的精神 怕也不行 总之 湖南人的精神 就是罢蛮 听听湖南人的口号 就知道 若到中华国国王 除非湖南人尽死 是罢蛮 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击三千里 也是 什么是罢蛮 就是一件事 大家都说不能做 或不可能 他偏要做 而且把他做成 可见罢蛮 也就是认死礼 或以认死礼为前提 只不过不光是认 还要做 这也是相省 世人的一大特点 不仅作而论道 还要身体力行 但前提却是认 曾国藩 如果不认 刚常名教这个死礼 就不会在正规军 都打不赢的时候 带着杂牌军去拼命 也不会极力维护 那既非汉族政权 又已经并不怎么样了的 清王朝 同样 毛泽东如果不是认准了 只有社会主义 能够救中国 也不会再连林彪都怀疑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时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 实际上 曾国藩 非常看重 精神的作用 他在招募兵勇时 曾特别强调 年轻力壮 朴实而有农夫士气者为上 其由头画面 有士警气者 有衙门气者 该不收用 毛泽东的思想更明确 正是他 留下了人士 要有一点精神的 这句名言 可见 在国难当头民族威王 风云突变的历史时期 曾国藩 谭四同 宋教人 毛泽东等人 虽然选择了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救国道路 表现出来的却是同样的精神 而这种精神之所以在湖南尤为彰显 则部分的因为这曾经是一片远离中央朝廷的蛮荒之地 鸦片战争以前 湖南是较少有大官僚和大商骨的 有的只是老十八交的庄稼汉和呆器木论的读书人 他们较少受到官场和商界的熏染 乾隆皇帝的板子也较少打到他们的屁股上 这就为后来的旧王图存留下了一批种子 一批读书种子和革命火种 所以正如明末清初时 深受国恩的那些达官贵人纷纷转向 平时郁郁不得其志的在野人士却起而抗清 同样 当八旗兵勇溃不成军 满洲清贵一筹莫窄时 远在乡省一口土化的曾国藩却救了他们一把 这大约又是乾隆爷所始料不及的 毫无疑问 曾国藩能够带领一批乡勇挺身而出 最后打出无乡不成军的局面来 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土则蛮蛮蛮蛮蛮则罢 是为罢蛮 但更重要的 还在于 他是士 曾国藩士士 他身边和手下的将领 左宗棠 胡林义 彭玉林等也都是士 或以国事自诩 据罗尔刚先生统计 乡军高级将领中 书生出身的要占到六成以上 其中如罗泽南 竟能创造出一种 上马杀敌 下马讲学的风范 也就是说 乡军 是一支 由文人士大夫率领的地方武装 这是乡军不同于其他军队的紧要之处 也是他们比清王朝的陆营兵和红袖拳的太平军更有战斗力的根本原因 当然 这也是所谓 湖南人的精神形成的原因 土气与士气 的确 是乡人在近现代 异军突起的 正是土气和士气 这并不奇怪 礼师求诸也吗 求之于也 则土 求之者理 则士 因此 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时 能够挺身而出 担负起天下兴亡的 便多半是些 以国士自诩的人 他们可能是黄道州那样的大儒 也可能是 严英元那样的典史 还可能是 孙兆奎那样的义军 但无不具有凛然之气 是或有土气 或有士气 甚至 既有土气 又有士气的人 所谓士气 就是士人之气 也就是 书生义气 这是自增身 孟科以来 充盈于天地之间的 浩然正气 也是自增国藩 左宗棠 蔡松坡 黄克强以来 回荡于三乡大地的 霸蛮之气 毛泽东说 乌虎 湖南 玉雄开国 烧起其风 藏 左 吴之先民 蔡 黄 帮之模范 可见其心仪 事实上 当毛泽东写下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奋土当年万户侯的诗句时 他的心中是充满这种 士气的 毕竟 只有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才可能书生义气 挥施方求 同样 士气 也只可能存在于 万山洪遍 苍林浸染 满江壁透 白个蒸馏 这样没有污染的土地 在灯红酒历 宫愁交错 满风熏的游人醉 隔江游唱后亭花的地方 是没有的 故士气与土气并存 士气的内海士 自强 弘义 求士 妥心 周一说 天行见 君子以自强不息 曾子则说 士不可以不弘义 任重而道远 论语太薄 可见自强与弘义 是士人必有的品质 要自强 要弘义 就非得有一股气不可 这股气 就是士气 所以 真正的士 必有气 如果是无双国士 则气贯长弘 自强和弘义 是士的历史传统 求士和拓心 是士的现代精神 这一精神 在前述乡省士人身上 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毛泽东不必说 蔡松坡和黄克强 也不必说 就连曾国藩 左宗棠 也不是守旧人物 曾国藩如果是守旧人物 就不会有一个后来成为 洋务派领袖的学生 李鸿章 实际上 在当时的情况下 他们都是与时俱进的 拓心 是近现代士人的精神 不过 最重要的还是求士 求士 即时事求士 所谓时事求士 并非实话实说 而是通过实践去追求真理 即以实事 实践 来求 追求 是 真理 实事 就非空谈 求士 就有理想 既有理想 又无实际 是近代相省世人的 共同特征 实事求士 在家自强红翼 也就是罢蛮 就是他们成为 影响中国近现代 历史进程的 重要人物 无疑 曾国藩 左宗棠 谭四同 宋教人 蔡松坡 黄克强 他们所求的事 是不是事 真理 是可以讨论的 包括曾国藩 该不该打太平军 旧清王朝 谭四同 该不该罢蛮去送死 宋教人 该不该罢蛮搞宪政 都可以讨论 但罢蛮作为一种精神 却应该肯定 尤其是 当这种罢蛮 红翼 是为了追求真理时 就更应该肯定 也就是说 你可以反对 他们主张的事 但不能反对 他们的求 更不该反对 他们求是 过程中的坚韧和执着 诚然 一个人罢蛮去做的事 并不一定正确 但如果没有这种精神 那他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或做不好 或不能做到底 同样 读书人 或知识分子 对意见不一定就对 正如民间的声音 并不一定就有价值 但书生义气的可贵 并不在于掌握了知识 更不在于掌握了真理 而在于坚持 包括坚持和你不同的意见 这些意见可能是错误的 可能是谬误 却并不因此 而没有存在的权利 事实上 真善美是和假恶丑 相对立而存在 相斗争而发展的 这就需要 正物两方面的坚持 没有这种坚持 最后也就不会有真理 真理并不是 将死不变的东西 它只能存在于 不断地探索 追求和坚持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 探索追求和坚持 本身就是真理 因此 要提倡坚持真理 也要允许坚持谬误 谬误 怎么也要允许坚持呢 因为没有对谬误的坚持 也就不会有对真理的掌握 谬误 当它已被实践证明是谬误 只会带来祸害 不会带来效益的时候 是不会有人硬要坚持的 死要面子 是另一回事 倘若有人坚持 则或者说明谬误 尚未被证明是谬误 或者说明真理尚未深入人心 如果是后一种情况 除了耐心说服 没有别的办法 这就要允许对方坚持 你不准人家说话 人家心里不服 对你坚持的真理 有什么好处 如果是前一种情况 就更应该允许坚持了 因为一种观点 倘若没有或不能被证明是谬误 则很可能不是谬误 实际上 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 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拿不准是对是错 而且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这是 如果没有相对宽松的环境 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 尚未被多数人认识 和接受的真理 便可能被扼杀 甚至就算坚持错了 也没有关系 事实上 没有前人的试错 就没有后人的成功 所以 允许坚持谬误 是我们获得真理 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那么 如果有人利用这一点 兴风作浪 妖言祸重 怎么办 办法也是有的 一是 要相信真理自身的力量 二是 要划清思想 言论和行为的界限 也就是说 思想和言论可以自由 行为不能自由 说的再白一点 就是 你可以胡思乱想 可以胡说八道 不能胡作非为 行为 是要受法律制约的 如果这个人掌握了公共权力 则不但要受法律的制约 还要受民主的监督 民主和法治 才是防止动乱和霍乱的保证 但这已是题外话了 鸦片的战争 与战争的鸦片 独毛海建天朝的崩溃 谈官相庆的战败者 鸦片战争 是中国人的追心之痛 不过 认真说来 痛 是后来的事 当时好像不怎么痛 不但不痛 相反 1841年的那个夏天 战败后的广州 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 而是上上下下 都喜气洋洋地护和升迁 首席指挥官一扇 被亲命 交部优续 赏白玉领馆 其他官兵人等 则优续的优续 升官的升官 捕缺的捕缺 换顶带的换顶带 正所谓谈官相庆 共募天恩 因为负责这次战役的义山 在奏报战功的同时 还一口气保举了 有功之臣 共554人 几乎囊括广州所有官员 这可真是 胜利者的欢艳 然而 事实又如何呢 事实是 义山和他的同僚 既打了败仗 又公然为止 义山的直贤 是静逆将军 静逆将军 不是服远将军 他只能缴 消灭英军 不能服 停战言和 道光皇帝 给他下达的命令 也是 打兵都缴 勤货一求 勿使该一片番不反 为此 皇帝下令 调集乡 按 恶 贵 点钱 蜀七省大军 攻其驱使 还慷慨地一次性 拨款三百万两 充作军费 这次战役的前敌 指挥部 也阵容强大 领侍卫内大臣 御前大臣一山 军机大臣 兼户部上书龙文 湖南提督杨芳 四川提督齐甚 原刑部上书 现任梁广总督起 一共五位大员 道光皇帝 决心之大 期望之高 可见一斑 可惜事与愿违 英仪不但没有被一股荡平 清军反倒一败涂地 以求不但没有束手就擒 反倒指明道姓的 要一山亲自出面谈判 而且开出的驾马中 竟然要求一山等人率兵出城 驻扎在广州城外两百里处 最后的结果是 一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开条件 还提前两天缴清了六百万元的使费 总算是从英军的炮口下赎回了广州城 至于两国之间恢复通商 自然更是不在华下 停战是为止的 谈判是为止的 同意通商也是为止的 赔款就更是丧权辱国 然而却获得了嘉奖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荒唐势体 又哪有这样的糊涂皇帝 直接的原因当然是 一山向皇帝撒了谎 就在广州城将棋高挂的5月26日 一山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 隶属清军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战功 宣称击沉 焚毁英军轮船 兵船各一搜 6月4日 集停战协定达成9天 英军退离广州之后 一山等人又上一辙 声称英军头目 一目 在城下免官做礼 恳请大皇帝开恩 追歪商欠 扶准通商 只要给他们这两项恩典 英姨们就立即退出虎门 交还个炮台 不敢滋事 其实所谓商欠 就是那600万元的熟成费 一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 通商则早是事实 一山和先妻到达的参赞大臣杨芳等人 早就默许 不闻不问 只不过道光皇帝还蒙在鼓里而已 于是 这个冤大头皇帝便在上狱中 宽宏大量地说 那些野蛮人 该疑 原本性等犬阳 不止与之计较 现在 天朝已略势驳成 应移又坐离起恩 你们拜事也不容易 朕量如等不得已知苦衷 那就恩准通商赏还商欠吧 一山一看谎言生效 又在7月14日出奏 声称应一听宣 感恩戴德 恶请欢便 免官赶福 生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 这个结果 虽然离片番不返 一股荡庭相去甚远 但永不滋事 还是皇帝愿意听的 一山等人 岂有不加官进爵之礼 同样 谎言既然如此有效 大清帝国的官员们 又岂有不敬相撒谎之礼 事实上 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 我们很难找到 完全不撒谎的 清廷官员和将领 梁广总督邓廷真撒谎 两江总督 屹立不撒谎 钦差大臣齐善撒谎 参赞大臣杨芳也撒谎 杨芳官居从一品 绝封国永侯 是战功赫赫的清代名将 然而一到广州就撒谎 而且 对英军作战 毫无国勇之处 对皇帝撒谎 却国勇得惊人 一支送赵惠的小船 被手下发炮击毁 纯属误会 竟被他夸张为 击尘英三板船两支 击断英大兵船主为一根 击毙英军多名的大胜长 当然 杨芳的撒谎 和一山相比 还是小巫见大巫 结果 罪感撒谎 也罪孽最重的一山 胶部优秀 赏白玉领馆 撒谎水平 次于一山的杨芳 何之留任 原因在于 多少讲了点真话 相对诚实的林泽徐 基本不撒谎 和其善 后来才撒谎 处分罪重 林泽徐浅述一离 其善判斩监后 死缓 这可真是谁不撒谎 谁倒霉 当然 也有因撒谎 而倒霉的 伊礼部就是 不过伊礼部的倒霉 并不是因为谎言被戳穿 反倒是因为谎言被相信 1841年2月24日 英军主动撤离周山 伊礼部不费一兵一卒 就收复了定海县城 而且 接收这座空城的 其实只有三个人 伊礼部的家仆张喜和两个下级军官 然而 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 伊礼部却自吹自雷 大表其功 甚至不惜编造情节 伊礼部说 我兵钉于初四日 即二十四日 五刻起底定海 其实是直到二十六日 才会和吉祺开赴周山 该仪伴在城内 伴在船中 是我兵道笔 包祖 英军指挥官 吉脚那城池 城那个仪 立即纷纷退出 我兵整重入城 灯皮开手 并将到头地方 该仪所盖草房全行拆毁 其实是二十六日进城后 就先为征公而吵架 郑国弘等传宣恩玉 将一幅艳势打刺打离 及安突的 等势令领回 其实是早就被英军救回 并是赶紧启定 其实城中并无一人 包祖等免官府里 声称伊等将城池交线后 急于初五日全数撤退 其实早就走了 这可真是弥天大谎 但编得很圆 有时间 还精确到时辰 有地点 有人物 有故事 有情节 还有细节 其中 我最欣赏的是 该一半在城内 半在船中一句 它给人的感觉 是成非身临其境者 不能写出 简直就跟真的一样 伊犁布如果改行写小说 水平一定不差 这当然不由人不信 但这真实的谎言 却激起了道光皇帝的 雷霆大怒 伊犁布这隔去协办大学 是拔去双眼花灵 暂留两江总督之任 仍待隔职留任处分 八年无过 方准开赋 以观后效 奇怪 伊犁布虽然一派谎言 但好歹总算是收复了师弟 伊犁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还倒贴六百万元的 赎成费 然而两人却一个升官 一个罢官 这又是为什么 这就必须首先弄清楚 他们为什么要撒谎 逼出来的谎话 伊犁布原本是可以不撒谎的 伊犁布不是等贤之辈 他血统高贵 其家事可追溯到 努尔哈赤的父亲 他可是 出身正途 是嘉庆六年的二甲进士 满族官员中少有的科班出身 官运亨通 四年间升迁七次 圣卷正龙 是道光皇帝 最为看重的世大总督之一 其余三人是两江总督陶树 直立总督齐善和胡广总督林则徐 并已由云贵总督签任两江总督 且被看作善于政府编务之才 在云南对付蛮夷很是得心应手 更重要的是 他的想法一开始和道光皇帝一样 也是主角的 君臣一心 他用不着做手脚 相反 在他看来 以钦差大臣的身份 由两江而至这民主持军务 正是他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然而一到浙江前线 伊犁部就发现情况不对 不但此时非比时 此地非比地 而且此夷非比夷 斜肩船力炮渡海东来的鹰夷 和本国的蛮夷 云南少数民族 根本不是一回事 完全不是他连哄待下就能镇得住的 渡海舟山 收复定海 更是谈何容易 作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封疆大吏 伊犁部 以其聪明狡黠 很快就意识到 浙江战士绝无可为 万岁爷交给他的任务 根本就完不成 可是这些话他不能说 不但不能对皇上说 也不能对满朝文武说 但又不能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做 也就只能打马虎眼 做小动作 天朝的崩溃一书 详尽地记述了 已离谱的这些煞费苦心的小动作 他一方面对皇帝须以伟仪 一方面和英军讨价还价 甚至不惜放下天朝大吏的身份 把敌方当作同朝官僚来讲价钱 我们败事 必令你们下得去 亦必令你们回德国 付的命 你们败事 须教我们下得去 教我们奏的大皇帝 教我们大皇帝下得去 这就简直等于说 你也不要打了 我也不要打了 我们两个私下里讲个价钱 大家都让点步 也都得点好处 个人回去糊弄自家皇帝好了 这就使我想起广州战役中 大皇教炮台守军将领 战前和英军的奖价 你也不要放炮 我也不要放炮 谁都不要放炮 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 给皇帝留面子 然后走掉 可惜羊鬼子不吃这一套 万岁爷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好糊弄 其他官员更并非都是吃素的 浙江巡抚刘运科 江苏巡抚御迁 敏着总督 严伯涛等人纷纷上奏严兵 京城里的阎官更是奏章不断 终于 1841年2月10日 道光皇帝下诏 免去伊礼部钦差大臣差事 任命主战最厉的江苏巡抚 御迁接任 专办公角事宜 这下子 伊礼部方寸打乱 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宠 急于亲手收复定海 以为不救 碰巧 天上掉下来一个大县饼 英军居然主动同意撤兵 这样的大功 岂有让给御迁之礼 于是 伊礼部就立即由司令员 变成了小说家 也就有了前面的那个故事 按照伊礼部的想法 万岁爷听到 启盼已久的捷报 佳音 总应该是 龙心大悦吧 谁知 这个自以为是的小动作 却反倒激怒了 道光皇帝 朕早就要你进脚 早就要你进脚 你他妈的 却迟迟按兵不动 总说实际未到 准备不足 现在好吗 让这一小谷 本可尽数全歼的 你一逃之夭夭 你伊礼部不是混蛋是什么 对此 毛海健先生总结说 在其开始 伊礼部还是诚实的 后来奏报与英方交涉 虽不乏天朝的大话 但大体情节仍为可靠 随着道光帝 一道道攻克周山的颜值 他的奏折越来越严不由衷 而获知 其已被免拆后 竟瞒之谎言 伊礼部自然有 伊礼部自己的账 但那种 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 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 和君主作风 难道不正是 谎言的催化剂吗 从这个意义上 也可以说 伊礼部的撒谎 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杨芳和义山也一样 杨芳和义山 被派到广州之前 齐善已被罢免 这当然是杨芳和义山的 前车之鉴 何况同时 还有一道明发上玉 在这道玉址中 道光皇帝痛斥齐善的 孤恩复国 和丧失天良 道光皇帝说 齐善 被人恐吓 奏报月圣情况 网称地利无药可遏 军械无利可适 兵力不顾 民情不坚 摘举数端 威严妖邪 更不知 是何肺腑 事情很清楚 既然如实陈词是 威严妖邪 实事求是 孤恩复国 实话实说是 丧失天良 那么 杨芳和义山 除了撒谎 编谎 捏谎 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因此 杨芳和义山 几乎是一到前线 就撒谎 不像一离谱 摆到最后 才撒起谎来 效果当然不好 杨芳和义山的撒谎 可以说是 有计划 有步骤 有预谋的 至少 也做到了 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事实上 杨芳刚到广州 清军就打了一个败仗 扒州 列德 二沙尾炮台沦陷 然而杨芳 却在奏折里 只字不提 仅须笔带过 倒是英军前哨 探知省城 相聚十余里游翼 然后笔锋一转 大谈自己如何不防 宣称可以养位圣锦 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 哪里知道省城相聚十余里 是什么概念 又哪里知道游翼 是什么意思 只是感觉情况尚好 于是在上狱中称 揽奏稍疏忧念 这是1841年3月6日的事 3月12日和3月17日 杨芳又再次上奏 谎称清军大劫 杀敌无数 弄得道光皇帝兴奋莫名 御令正在途中的 敬逆将军一山 疑似大兵齐吉 即设法断旗归路 痛加搅洗 道光皇帝的上狱 是4月2日发出的 而事实是 早在3月18日 英军便肆虐于省河 广州城岌岌可危 于是 杨芳便只好在3月22日 和广州将军阿金案 广东巡抚一凉联名上奏 请求道光皇帝 批准恢复通商 理由是你在我痛击之下 金军不敢妄图 只不过西冀照常贸易 而已 因此不妨将计就计 既其堕入术中 与搅拌或有把握 4月3日 等得新交的杨芳 宜良再次上奏 请求批准通商 赞作机密 以便从容不止 可期祭出万全 在杨芳等人看来 我军既然打了那么多胜仗 万岁爷该给个面子了 谁知道光皇帝 揽奏勃然大怒 他的愤怒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若冒一了事 又何必将帅兵族 如此争调 又何必歹问其善 是啊 何必呢 杨芳等人 没有话说 因为他们不能说 我们根本就打不赢 不同意通商 别无出路 于是只好接受处分 革职留任 以观后效 一片到底 相比较而言 一山的运气 要好得多 当然 他撒谎的本事 也大得多 一山 也是一到广州 就撒谎的 而且 论胆量 比杨芳还大 论水平 比伊利布还高 一山和伊利布一样 也会编故事 但内容更丰富 情节更生动 文学性和可读性 也更强 和一山相比 伊利布 已不能算是作家 只能叫作携手 一山的代表作 是他6月4日的奏折 这道奏折的背景 前面已经讲过 是5月24日 英军进攻广州 25日 全部登陆完毕 当日即占领 岳秀山炮台 至广州城 与其野战军炮口之下 26日 一山向英军求和 27日达成停战协定 31日 父亲全部赔款 现在要做的 是如何又使道光皇帝 批准已成事实的 赔款与通商 于是 一山编了一个故事 一山说 据守城士兵报告 城外有一人 向城内招手 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参将熊瑞探头一看 见有一人头目数人 用手又指天又指心的 熊瑞不懂 叫来翻译询问 这才知道 这些疑人 要求见大将军 说是 有苦情上诉 总兵 段永福听了 便大喝一声道 我天朝 堂堂大将军 岂肯见你 奉命而来 为之有战 盖一幕一听 就摘取军帽 平退左右 把所有的武器 都扔在地上 望着城墙 就行礼 我方翻译官 就下城去问他 说你们这些家伙 抗拒中华 屡次猖獗 到底有什么冤意 原来 应一是靠通商过日子的 如果不准贸易 货物不能流通 资本折号 付欠无偿 那就没法活了 只因 两边炮火轰击 不能传话 只好跑到此地来 求大将军 转肯大皇帝开恩 追完商欠 扶准通商 一等保证 立即退出虎门 交还个炮台 再也不敢惹是生非 这当然是无中生有 信口雌黄 颠倒黑白 胜败战和的关系 完全反过来了 赔款求和的败将 成了白普端架子的 而且奉命而来 为之有战 手持戾气 咄咄逼人的强盗 反倒成了苦苦求情的冤民 而且可怜兮兮 这可真是从何说起 但那细节 却又真实的 不能再真实 又是指天指心 又是免官作礼 又是平起左右 又是禁将兵杖投地 其间还夹杂着诸儒 向城内招手 似有所言 何雄瑞不解 急换通事 翻译 寻知的情境 不由人不相信 当然 一山的成功 主要还不在他的谎 撒得有多圆 伊犁布和杨芳的谎 撒得也很圆 而在于道光皇帝的心思 发生了变化 道光是一个资质平平 匈无大志 只想得过且过 即所谓守城 的人 他对这场战争 既无必胜的信念 其实也无必胜的要求 他最关心的 是战争何时结束 信端何时可迷 最担心的 是不要没完没了 因为那样太费钱 他曾对伊犁布说 是问内地之兵民 国家之财富 由此消耗之礼户 所以 他原本是打算 以通商为条件 来结束这场战争的 在同一段诸批中 他还对伊犁布说 好在比志在通商 又称宿冤 是我办理得手之机 岂非骗言骗止 远胜十万雄师业 从这个意义上讲 除了不该赔款外 一删他们 还真没什么错 那么 同样是设法机谜 同样是恳请通商 伊犁布和杨芳 怎么就错了呢 原来 道光皇帝的底线 除了志在通商以外 还有又称宿冤一条 然而 英姨的表现 却让皇帝陛下失望 不但没有苦苦求情 反倒十分嚣张 简直就是 桀骜不驯 如此 不识好歹 岂能不狠狠教训 迎头痛脚 所以 伊犁布收复失地 他不惜反怒 扬方奏请 以通商换和平 他不依不饶 但等到一山签订 城下之盟时 他似乎心会意冷 不再在意脚的痛快 不痛快了 只要脚过一回的 也就对付 何况一山的谎 撒得多么好啊 万岁爷不是很在意 又称宿冤吗 那就让该姨好好 宿一回冤就是 反正那些逆姨 也看不到自己的奏折 可见 撒谎也不容易 一要有技巧 二要碰运气 一山运气好 对上了皇帝的心思 所以他成功了 然而 谎言毕竟是谎言 英仪既然并非是来深渊诉苦的 当然不会因此就像一山说的那样 安分守己 不敢自恃 相反 他们更加嚣张猖狂 趾高气扬 1841年4月30日 原先一直代表英国政府和中方打交道的 驻华商务总监督 一律被内阁免职 8月8日接到通知 8月10日 英国新任全权公使大臣蒲鼎查到达广东 驻卸澳门 同船到达的还有新任远征军海军司令八家 当日急发出召会 要求重开谈判 并声称在英方感到满意之前 英军将不停止进攻 8月21日 英军主力果然向北开进 蒲鼎查本人也于22日登上战舰 由越北上 一副战争不但没有结束 而且刚刚开始的架势 这就离一山所奏 永不滋事相差太远了 一山的办法是继续撒谎 一山等人说 一律之所以获罪 是因为连年勾兵 事实正好相反 一律被免职 是因为英国外相把埋子认为 他过于软弱和谦卑 一律心怀不满 便故意不把我大清皇帝 以恩准通商之事告诉普鼎查 徒鼎查不明真相 又不等待我方的副照 便匆忙出阳北使 这是上了义律的当 义律的鬼心掩饰 徒鼎查倘若北上恳求码头 很可能开炮起信 战争一旦打起来 他就犯了和义律相同的错误 义律也就正好为己卸职 好在广州知府于宝纯 已向副领事 其实是秘书 麻公传达圣谕 并行劝阻 该麻公听宣后 也频频点头称善 表示如能中途改上普鼎查 定当遵遇传之云云 这又是连影子都没有的迷天大谎 然而道光相信 也为他自己遇下的那些文武大臣 就是这么勾心斗角的 何况在义山等人的笔下 义律 麻公等一幕 无不情辞恭顺 当然也就不会把这十万火急的军情 太当回事了 义山等人又一次蒙混过关 事实上 义山他们不撒谎也不行 因为谎言掩盖不住真相 于是他们就只好用新的谎言 去弥补旧的破绽 然后再用更新的谎言去做手脚 至于这个谎撒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大约他们心里也没有底 也就是做一天将军撒一天谎吧 谎言与高调 义山的谎言骗得了皇上 骗不了他的邻居 就在广州城大小官员 谈官相庆的时候 一省之隔的敏制总督 颜伯涛便出走弹劾一山 谎报广州战况 这一回蒲鼎查北上时 颜伯涛也没有上一山的当 他并没有相信一山的鬼话 也没有放松对英军的警惕 而是在厦门严阵以待 但即便这个颜伯涛 也同样是个撒谎的 当然 是在战败以后 厦门战役可谓惨败 因为这一回 清军是有足够准备的 1841年2月17日 颜伯涛来到福州认所 即全力以赴投入战备 3月2日 颜伯涛抵达厦门 便立即着手改造防务 到8月下旬开战之前 历时5个月 耗银150万两 终于将厦门建成 大清帝国疆域内 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之一 然而这个最强大的海防要塞 却不堪一击 战争是在8月26日打响的 下午1时45分 港内风起浪涌 鹰剑纷纷起毛进攻 颜伯涛则坐镇城中 亲自指挥厦门岛南岸 古浪宇宇宰为守军 三面兜机来犯之敌 经一个小时20分钟炮战 古浪与三座清军炮台 被敌打哑 下午3045分 即开战两个小时后 英军在厦门本岛登陆 15分钟后 石壁阵地陷落 魏九 全岛各阵地均搞失守 颜伯涛这一回 可是亲身体验到什么叫 灰飞烟灭了 只不过 灰飞烟灭的不是强弩 而是他精心构造的防线 绝望的颜伯涛和兴权涌道 管辖兴话 泉州 永春二府一州的倒台 刘耀春同声一呼 然后率领文武官员 连夜逃往同安 守城士兵也都逃之夭夭 四日清晨 英军不费一枪一弹 就占据了厦门城 此战 清军战死总兵一员 副将以下军官七员 士兵南极其数 英军则仅战死一人伤十六人 然而颜伯涛的战报 却说他击沉英伦一艘 兵传五艘 颜伯涛也开始撒谎了 事实上 厦门战败后 颜伯涛 便与其曾弹劾过的 一山之辈 同流合污 在谎言中消磨日子 当然 谎言只是对皇帝 对朝廷说 私下里 则畅论英姨传奸炮利 纪律禁言 断非我师所能抵御 听到这话的人 都暗中窃笑 他怎么前后如出两人 的确是如出两人 因为颜伯涛 原本是唱高调的 颜伯涛曾是铁杆的主角派 1841年初 颜伯涛刚刚就任民这总督 就和浙江巡抚刘运科联名上奏 要求启用已被罢免的 鹰派官员林泽徐 会同伊利部筹败一英公角事宜 这等于是指责伊利部 狡贼不利 伊利部是颜伯涛在云南 多年的老上司 颜伯涛如此翻脸不认人 只能解释为 他对伊利部暗兵不动的 鸽派倾向不满 同时也说明 他却有一片中军报国之心 这时 他和刘运科 宇谦 江苏巡抚 这些鹰派 主角派的态度是一致的 同样 这些鹰派官员 也都有一片中军报国之心 但是 厦门战役以后 他不再唱高调了 改为撒谎 不唱高调的原因很简单 作为败军之将 他比谁都清楚 应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 但这话不能说 至少不能公开说 不能对皇帝说 对朝廷说 也就只好撒谎 和颜伯涛相类似的官员将领 不在少数 比如接替颜伯涛继任 敏制总督的广东巡抚 宇良就是 宇良曾是林则徐的密友 一指弹劾其善的奏章 使他冥满天下 但是很快 他就不唱高调了 还和阳芳一起向英军妥协 就职敏制后 岛光皇帝曾下令 要他进攻古浪语 宇良却阳奉阴违一再敷衍 他对手下说 你们只许严防死守 不许贪攻挑衅 如果我们这边开火 英姨一定会撤这省之兵船 来与我对抗 这样我们福建 就等于是替浙江受货了 宇良的官职是敏这总督 浙江也是他的侠弟 只因为浙江军务 此刻不归他管 便如此以临为贺 借用道光皇帝痛斥其善的话 真不知是何肺腑 宇良其实是把事情看透了 他在一封嘶含里说 一物不可为 敏事更不可为 兵不可撤又不可留 真无如何 但也只是在嘶含中说说而已 实际上 几乎所有亲身接触 前方战士的官员 都有一个由脚而辅 由鹰派而鸽派的过程 宇良如此 严伯涛如此 齐善 伊利布 杨芳 义山以及后来出场的齐英 牛健也如此 齐英在圣经将军任上 牛健刚刚出任两江总督时 也都是唱高调的 但等到齐英行至浙江 牛健兵败无松后 两个人变成主府派的顶尖人物了 对此 毛海健先生有一个总结 他说 在岳敏镇是苏战区四省中 负有实际责任的官员都变成了主府者 再也找不到主角者了 就像我在非交战省区 也同样找不到主府者一样 其原因 他认为是战区的地方官负有实际责任 由不得他们像非战区的官员那样 可以不负责任的大场高调 我认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就是战区的地方官身临其境 比谁都清楚 一物不可为 打清帝国在这场战争中 根本就没有取胜的希望 问题是 他们谁都不说 因为谁说谁是汉奸 谁说谁是奸臣 谁说谁是卖国贼 要知道 他们毕竟是帝国时代的人 帝国是一种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 他在每个人的头脑里 都设定了一个 哪些话可以说 哪些话不可以说的程序 也设定了一个保持舆论一律的基调 在当时的情况下 这个基调就是 打清帝国是盖世无双的 打清江山是故若金汤的 打清军队是战无不胜的 而大清皇帝是永远盛名的 因此 一切来犯之敌 都是应该 而且可以迎头痛脚的 是啊 大清帝国是天朝上国 那应激利 则不过罪而倒移 移 以不足位 何况互倒移 所以 谁要说 一物不可为 那他就必是汉奸无疑 那么 谁又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 于是 不负实际责任的就唱高调 负有责任的就说谎话 可见 谎言与高调 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谎言之前必是高调 高调之后 必是谎言 谎言往往是高调逼出来的 由此得出的结论 也很简单 要想杜绝谎言 必先从杜绝高调时 小曲好唱口难开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刘运科这个人物 就很有点意思了 刘运科在当时的 封疆大吏中 是个另类 他不是满人 不是清贵 甚至不是科班出身 连举人都不是 只是国子剑中的拔贡生 他家境平常 关系不多 既无显赫家事 也没有后台老板 然而官却升得很快 十四年间 其中包括 因父亲去世在家 丁优首治年 由七品小经官而主事 园外郎 郎中之府 道远 按查时 不正使时机而上 直至1840年 八月初任浙江巡抚 成为地地道道的 方面之源 毛海健先生认为 这是因为他败事皆是 又为人乖巧 败事皆是 皇帝欣赏 为人乖巧 同僚喜欢 这自然是不错的 但刘运科的一路 青云直上 应该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的特别用心 刘运科的特别用心 在这场战争 一开始时 就表现出来了 作为巡抚 刘运科虽然名义上 是浙江战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但实际上 却是当不了家的 因为在他之上 还有三位钦差 伊利布 玉谦 齐英 一位将军 易京 然而刘运科 却并不因此 而袖手旁观 相反 他积极主动地 做了很多工作 又绝不鞠躬 因而颇得皇帝 和长官的喜欢 关于这一点 天朝的崩溃一书中 多有描述 此处不坠 这里要说的是 正是他的这种特别用心 才使他讲出了别人想讲 又不敢讲的话 而且成功 这正是刘运科另类的地方 前面讲过 在这场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 朝野上下基本上 是只许言较 不许言辅 只许言胜 不许言败的 由此便逼出了许多谎言 等到前方战事糜烂 许多人都意识到 势不可为的时候 却又三肩其口 尽若寒蝉 每个人都顾虑着 自己的顶带和脑袋 没有人敢出来说真话 这个时候 刘运科说话了 刘运科说话并不容易 他没有后台 没有背景 一条小命晃晃悠悠 随时都可能因为 出言不逊而被拿掉 更重要的是 他和严博涛一样 曾是铁杆的主角派 而且曾为这疆防务 担惊截律 要他主张有脚改服 不要说别人 他自己就通不过 然而 不可收拾的战局 使刘运科 再也不敢心存幻想 定海 镇海 宁波接连诗县 葛云飞 定海 王熙鹏 寿春 郑国宏 触州 三镇总兵 相继战死 钦差大臣 遇迁兵败自杀 这一连串的噩耗 犹如晴天霹雳 打得刘运科 大惊失色 目瞪口呆 惊骇之后 是反思 他想不明白 如果连定海 镇海这样的防御攻势 都挡不住 英姨的灵力攻势 遇迁 三总兵 这样的忠臣良将 都压不住 逆贼的嚣张气焰 那么 我们还能指望什么 尤其是 当所谓杨维将军 已经兵败这东 仓皇出逃 夜奔杭州时 刘运科的热情 降到了零度 头脑也清醒起来 出于忧国 也出于忧民 他决定上书朝廷 调整政策 不过 仅仅敢说还不行 还得会说 刘运科 恰恰就是一个 会说的人 在这道奏折中 他完全避开了 剿府之争 甚至只字不提府 或机密 而只是提出 继续进行战争的 十项 身属可危的因素 这就是 他1842年3月21日 那道 石可律的奏折 其中 最有可能打动 道光皇帝的 可能是第九条 这将去年雪灾 春粮多位不种 物价与日俱增 小民度日艰难 人心浮动 盗贼四起 而地方官又忙于战事 无暇兼顾 在这样一种动乱时期 谁能保证 没有不成之徒 乘机而起 这是有道理的 也是很能让道光精心的 对于一个专制君王来说 头等重要的 是保住皇权 英姨虽然可恶 但毕竟只是要求通商 赔款 割地 并无灭清王国之意 也动摇不了国本 然而 一旦民众造反 则很可能就是皇冠落地 这可是大意不得的 清朝统治者们 尽管在诸多事物上 糊涂昏馈 但在这一根本大计上 十分清醒 道光皇帝 看了他这段话 很可能会心里打个机灵 刘韵科的这个观点 很容易遭到惊人的诟病 这完全是为了维护 满清王朝的统治吗 在我看来 这种批判 也完全是畅高调 刘韵科毕竟是 大清帝国的官员 他不维护 大清王朝的统治 难道维护 大英帝国的统治不成 再说了 他的话 是要讲给 道光皇帝听的 如果他的立场 不是维护大清 道光皇帝会听了 现在看来 道光皇帝 是听进去了的 朱批曰 所奏不为无见 令有旨 钦此 毛海健先生总结说 讲真话 需要点勇气 也需要点正气 我想补充一点 在专治制度下 也需要点技巧和心眼 刘韵科就是证明 他在朝野上下 不是唱高调 就是说假话的氛围下 唱了反调 讲了真话 真实的想法 却不但没有得救 反倒升了官职 由浙江巡抚 升任敏制总督 顺便说一句 他也是交战 省份都府中 唯一为获救出 反的升迁的人 这不能不归结为 他的为人乖巧 不过 刘韵科的技巧和心眼 也给他带来了麻烦 他担任敏制总督后 继续用对付皇上的办法 搞曲线救国 用阴柔之策 对付英姨 表面上 他遵守条约 让福州通商 北地里却坐进手脚 让英美商人 无力可图 以至1855年 福州的贸易额 仅为37万元 1856年 1857年 竟无一艘帆驳光顾 刘韵科对此 十分自得 他在给 道光皇帝的奏折里 洋洋得意地说 福州竟不通商 数年后 该一挥心而去 则省成根本之地 不令非我族类 拾逼处此 可惜 他这一套 到了咸丰朝 就吃不开了 登基未久的 咸丰皇帝 要的不是这种 鬼鬼祟祟的伎俩 而是堂堂皇皇的胜利 而朝野上下 对刘韵科的媚姨姿态 也久违不满 刘韵科混不下去了 称病请假 咸丰皇帝 看穿他的把戏 将计就计 打发他回老家调理 而且一调理 就是12年 等到同治朝 他再复出时 已经不可能 有所作为了 这可真是 聪明反被聪明误 刘韵科的悲剧 是时代的悲剧 制度的悲剧 作为专制制度中人 刘韵科被做人的最高境界 不过就是乖巧 乖巧之人 想得出来的 质敌方烈和锦囊妙计 大约也只能是些阴招 刘韵科靠着这一套 在官场上混 也许 还能如鱼得水 一旦置身于一个 全新的国际大环境 就总有一天会混不下去 即便咸丰皇帝 不让他回家养病 他迟早也会在别的 什么地方崴了脚 笑脸与鬼脸 如果说畅言俯视 已属不易 那么操作俯局 就更是为难 事实上 当钦差大臣 齐英接受了 俯仪的使命后 他就立即发现 自己其实处于一种 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 桀骜不驯的逆依 不肯就服 另一方面 自以为是的皇上 又不愿让步 两边的来头都很大 前者以兵士追之 后者以权士压之 夹在中间的 齐英等人两头受气 也就只好如毛海贱先生所言 对鬼子拜笑脸 对主子做鬼脸了 齐英等人 如何对鬼子拜笑脸 天朝的崩溃 一书中多有描述 但我认为其中最可笑的 是两江总督牛建 在1842年8月6日 发给英国全权公使大臣 蒲鼎查的赵慧 牛建在赵慧中说 这一次和好通商之事 不但江南带兵之源 便是杨威将军 已经也都不改上奏的 是我牛建不顾后果 三次冒死巨石沉奏 我们万岁也才恩准了 然而 当此讲和之际 贵国大帮兵船忽然来到 事实本部堂一番好意 反起兵端 于是牛建质问道 试问贵国 信在何处 义在何处 牛建的话 说得阵阵有词 然而今天看来 却极为可笑 按照牛建的逻辑 如果不是我牛某人 三次冒死巨石沉奏 其实并无此事 你们这些逆意 想要讲和 原本是讲不成的 那么 不看僧面看佛面 看在我牛建 冒死沉奏的面子上 也该客气一点吧 你们倒好 奔将仇报 把兵船都开来了 这岂不是太不够歌梦 太不够意思 太不给本部堂面子 存心要破坏 和谈的大好局面吗 岂不是把我的一片好心 全都当成了驴肝肺吗 听听 听听 这都是些什么话 这哪里是天朝大力 办外交 简直就像是江湖黑帮 吃讲茶 至于谴责对方 破坏和谈的大好局面 则更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鬼子是不吃这一套的 牛建此言 岂非对牛弹琴 更不像话的是 牛建把皇上和同僚 都给卖了 按照他的说法 皇上不肯言和 同僚又不敢聚奏 朝野上下都不是什么好鸟 只有他牛某够哥吗 这又是什么话 幸亏当时无人深究 要不然 他牛建有几个脑袋 看来 牛建实在是被逼急了 急不择言吗 齐英则一开始 就欺上瞒下 两头哄骗 1842年5月17日 英军重兵逼近诈捕 齐英文讯大惊失色 也顾不上什么 请旨不请旨 即派伊吏部前往 体察情况 设法机谜 宣布天威 事已大义 可惜 逆宜并不害怕什么天威 也不讲什么大义 反倒发了一份诏会 态度恶劣 语气强硬 公然要求大清皇帝表态 愿意按照他们的条件办理 齐英一伙既不敢答复对方 也不敢如实上奏 反倒继续撒谎 在29日的奏折中 专挑好听的话说 倒是 该求深知感激 只求通商 其实根本不是英方的条件 言辞尚为公顺 其实是咄咄逼人 至于自己的对策 齐英的说法是 当此逆艳方张 战首两难之际 故不敢轻言攻脚 亦不敢专事机谜 唯有事已镇静 担心竭力 相机办理 全是一派空话 其实哪有什么镇静 有哪里镇静的起来 乍不失线 无松告急 齐英伊利布火烧屁股 屁颠屁颠地 由杭州而嘉兴 而王江京 而江苏昆山 一路尾追英军讲和 然而鬼子 却不跟他们讲 万岁爷也不同意 7月9日 道光皇帝下旨 道是 若再是鸡迷 不特与事无异 且恐有伤国体 于是下令 卓齐英 伊利布 与牛剑等人 专意搅拌 无烧游宜 齐英等人 这次绝技抗旨 他们很清楚 什么专意搅拌 你一不再进宫 就是好事 什么 无烧游宜 皇上本人 就一再游宜 果然 在齐英等人 接到旨意的第二天 道光皇帝 就游宜了 也为他看到了 一份材料 一份据说 是英军大元帅 吴夏密 张贴在 宝山县城里的告示 现在可以肯定 这份告示 是伪造的 只不过不知 是何人伪造而已 因为大元帅一词 向为英军所不用 吴夏密 则实在不知 为何人 因此 可以断定是伪造 日本学者 左左木正斋先生 甚至认为 就是齐英伪造的 毛海贱先生 则认为不是 但无论是 何人伪造 都可以肯定 这是齐英等人 对皇帝办的 一个鬼脸 这份 英军大元帅 吴夏密的告示说 五年前 因本国商船 物商 广东商人三名 故清国 不许通商 为此 我国命我求和 又因有人 暗指清朝奸臣 诈我 不肯保揍朝廷 只好发兵叩穴 以再杀尽奸徒 并不干 你们百姓的事 而等只管安居乐业 无得惊慌乱窜 十日之内 本帅将整顿三军 再扣北雀 直抵京师 自行讲话 而等百姓 大可不必庸人自扰云云 显然 这是一份 完全按照中国人 思维方式 写出的 安民告示 尤其是那个 只反贪官 不反皇帝的说法 十分符合中国逻辑 也十分符合朝廷 对这场战争 定下的调子 事实上 这场战争一开始 那些领兵上门前来 要挟讹诶诈的敌兄 就被看作和说成 是受了委屈来 告狱状的外藩 比如1840年 英国外相 把麦遵挑起战争的赵慧 就被议成 求讨皇帝 昭雪深渊 其实意思是 要求皇帝赔偿 并匡正 这次也一样 也是来告狱状 既然是来告狱状 当然要讨个说法 如果地方官 不肯保揍朝廷 也就只好 直抵京师 自行讲话了 这就不由得 道光皇帝不信 何况 命我求和 是他喜欢听的 奸臣诈我 也是他相信的 而直抵京师 自行讲话 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于是决定 既然如此 那就还是设法鸡迷 辅贼了事 不过 道光皇帝 还是留了一手 他只是齐英等人 英手则手 英脚则脚 断不可稍存未洗 致谢军心 视为制药 对于英方的条件 他也一再讨价还价 不肯批准 而要齐英他们 去讲道理 他天真的认为 该逆寄来诉冤 经此推成小玉 当可救我范围 这下子 牛剑极了 只好说出实话 微迫实不可言 扶求皇上 速决大计 以正民命 大概这一回 道光皇帝 总算是明白了 什么诉冤 什么求和 都是扯淡 什么公顺 什么感激 都是假的 只有咱们打不赢了 才是真的 但他还是不明白 我堂堂天朝上国 怎么就打不赢那罪儿 岛仪呢 这当然说来话长 但其实只说一条 也就够了 岛仪们站也好 和也好 都不用千里迢迢来回 请旨的 不像咱们 事无巨细 都得您老人家恩准 因此 他们也用不着撒谎 鸦片还要吃到什么时候 我读毛海贱先生 天朝的崩溃一书 感触最深的 就是整个战争过程中 前方将帅的不断撒谎 作为最高统帅的 道光皇帝 其实是在谎言中 度过这段艰难岁月 和做出决策的 这有焉有不败之理 可以说 在这场鸦片的战争中 谎言成了麻痹 和麻醉 清廷君臣的 遗迹鸦片 这场战争之所以失败 甚至大清帝国 之所以垮台 原因之一 就在于朝野上下 都变成了鸦片鬼 一天不吃 就无法生存 最后中因西石 过度中毒而死 因此 要想救亡图存 唯一的出路 是戒毒 但这并不容易 不容易的原因 也很多 首先是 积析难改 一个吃惯了鸦片的人 一天不吃 就没法过日子 一个撒惯了谎的人 要他不撒谎 也比登天还难 再说 前面撒过谎了 后面说实话 就会露出马脚 也就只好一片到底 一山等前方将帅 就是如此 那么 一山等人 一开始就不撒谎 就说实话 不行吗 不行 专制制度决定了 一个官员 只能看着万岁爷的脸色说话 甚至看着顶头上司的脸色说话 他们想听什么 就说什么 不想听的就不说 瞒着 实在瞒不住 就撒谎 再瞒不住 就再撒谎 恶性循环 所以 一山等人 不但要撒谎 而且只能朝着一个方向上 即掩盖 敌方武力的强大 和气焰的嚣张 而不是相反 按说 打了败仗 为了推卸责任 是应该夸大敌情的 但一山等人 并没有这样做 反倒一再说 你如何情辞公顺 如何夙愿教区 如何卑躬曲节 也为万岁爷 救号这一口 而且 不明真相的朝野上下 也都好这一口 于是 问题就比较明朗了 这就是 打清王朝的君臣 为什么都喜欢听这种话呢 答案也只有一个 就是 他们吃惯了鸦片 有鸦片瘾 只不过 他们不认为是鸦片 也不管它叫鸦片 而叫做 天朝体面 有时候 也叫爱国主义或 英雄气概 众所周知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们民族都沉浸在一种 天朝大国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 在我们看来 人类居住的这个地方 叫天下 天下的中央住着我们 叫中国 中国的皇帝 是天的儿子 叫天子 天子的王朝 是最伟大的 叫天朝 天朝的臣民 是最优秀的 叫华夏 周边那些国家 也为离天子太远 无法接受天朝的礼乐教化 因此不开化 是野蛮人 叫蛮夷 蛮夷和华夏之间 是君臣关系 或文明人 与野蛮人的关系 根本就不平等 蛮夷到中国来 要么是来朝贡的 要么是来官礼的 要不然就是来 启恩 或者喊冤的 因此天朝 无外交 只有礼藩 即打理中国 与藩国的事物 直到齐英等人 签订城下之盟时 使用的 也仍是恩准字样 比如恩准 无口通商 明明是人家 强迫我们 定立不平等条约 还要说是我们恩准 这不是自欺欺人 是什么 然而 不说恩准 是万万不行的 不说 就是打不净 就是卖国贼 同样 不说 你闻风设服 实无能为 也是不行的 不这样说 就是胆小鬼 就是注意气焰 就是一屁股 坐到敌人那边去了 谁敢担这个罪名 也就只好说 一步足位 当然 夸大敌情的时候 也有 比如说 到1841年 第二次定海之战时 就是如此 在许多论著中 这次战役 往往被描述成 一个激动人心 英勇壮烈的故事 定海三总兵 定海镇总兵 葛云飞 浙江触州镇总兵 郑国弘 安徽寿春镇总兵 王熙鹏 率孤军五千 奋力抗击 英军万余人的围攻 血战六天六夜 中印寡步敌众而阵亡 这当然感人至深 可惜并不完全是事实 三总兵率军抗战是真的 英勇奋机也是真的 以身殉国就更是真的 但据毛海剑先生的考证 敌军并没有万人之多 更没有两三万 而是只有四五千 也没有血战六天六夜 而是只有不到一天时间 从1841年10月1日早晨开始 至下午两时许结束 整个战斗中 英军并未遇着坚强的 有效的抵抗 只付出了战死二人 受伤27人的微小代价 敌情 或者说我方的壮烈程度 显然被夸大了 夸大的原因也很多 比如清方官员在报告中 委会粉饰已成风气就是 所谓委会粉饰已成风气 也就是吃鸦片吃惯了 但这种上代合适的说法 在当时和后来 却几乎视为信实 一些以严谨制学 为标榜的人 也宁信其真不宜其伪 就值得深思了 我认为 这只能说明鸦片的毒素 已渗入我们民族的骨髓 从至尊天子 到寻常百姓 都喜欢听谎言 或者说 喜欢听好话 吉利的话 歌功颂德 和鼓舞人心的话 至于这些话是否真实 或者有几分真实 则是第二位的事 于是 我们听到的 便是经过了处理的信息 其中不好听不顺耳的部分 已被过滤 好听顺耳的部分 则被放大 这样的信息 即便有一定的真实性 归根结底 也是不真实的 老话说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如果靠不真实的信息 来指挥战争 你说是该胜 还是该败呢 战败之后 能做的事情 也就是道德的谴责了 包括将1840年的 这场战争 称为鸦片战争 其实英国人发动那场战争 绝非为了走私鸦片 相反 英国外交大臣 把麦尊在其对驻华使节的训令中 一再表示 女王陛下的政府 绝不怀疑中国政府 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 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 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定的禁令 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 他还训事 女王陛下的政府 对于这件事情 不提出任何要求 事实上 在南京条约中 也没有开放鸦片贸易的条款 因为在英国人那里 这原本是一场通商战争 而不是鸦片战争 正如费正清先生中国 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所言 其实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 及商业机会等方面 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 如果不是英国 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 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 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 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 但即便是要求外交平等 及商业机会 为此发动战争也不得人心 因此英国政府提出的战争议案 最后只能以271票 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 而且被反战派在议会辩论中 称为鸦片战争 可见这个说法 是英国人用来讽刺自己政府的 我们跟着英国的反对派这样说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但如果当真以为 那就是鸦片战争 并由此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 那恐怕就反倒有点吃鸦片的味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